台湾史 第二节 汉人与日本人的活动 第二节 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统治 第四章 正式至台时期 第一节 政治与文教 第二节 肯直与贸易 第五章 清岭时代前期 第一节 政治演变 第二节 经济活动 第三节 社会与文教发展 第六章 清岭时代后期 第一节 开港与国际贸易 第二节 日军清台与清廷制台政策的改变 第三节 建审后的积极建设 第七章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第八节 台湾民主国与武装抗日 第八节 政治与社会控制 第十二十九 第三节 殖民经济的发展 三十二 第八章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 学术与社会 三十五 第一节 教育与学术发展 三十五 第二节 社会变迁 三十六 第三节 社会运动 三十八 第九章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变迁 四十一 第一节 初期的政治 四十一 第二节 中央政府迁台后的政治发展 四十二 第三节 外交与两岸关系 四十五 第二节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经济 文教与社会 四十八 第一节 经济发展 四十八 第二节 教育与文化 五十一 第三节 社会变迁 五十三 第一节 未来展望 五十六 导论 依台湾历史的分歧 年代时期历史特色 五万年前 十六世纪史前时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金属器时代原住民族出现在台湾 十六世纪国际竞争时期台湾成为汉人 日本人 荷兰人 西班牙人的竞争的 一千六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三 正式至台时期 正成功击败荷兰人 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 一千六百八十三 一千八百九十五 清岭时代初期 十六世纪-十八世纪 消极至台 后期 十九世纪中叶 积极至台 一千八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四十五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 一八九五年 新清朝歌让台湾与日本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一年 一千九百四十五 至今中华民国在台湾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台湾归还中国 二台湾历史的特色 多元文化的社会 多元性 与四零关系密切 国际性 国际贸易的兴盛商业性 冒险奋斗的精神 冒险性 TOP 史前时代 文化眼镜 三旧石器时代 台湾岛的出现 一一万年八千年前 台湾与中国大陆逐渐分离 二一万年前 台湾岛形成 长冰文化 三时间 五万年前至五千年前 旧石器时代晚期 四地点 台东县长冰箱 五文化特色 一 打猎工具 打制石器 骨器 二 生活方式 采集 狩猎和鱼捞生活 三 居住地区 洞穴 盐阴 六 其他相同文化遗址 台湾西部地区 七 关联性 台湾就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与 华南地区文化关系密切 四 四 新石器时代 时间 七千年前 代表性文化 一 大 奔坑文化 二 原山文化 三 北南文化 关联性 中国大陆沿海 东南亚的新石器文化与台湾关系密切 五 金属器时代 时间 两千年前 代表性文化 一 北部 十三型文化 二 南部 鸟松文化 三 东部 近浦文化 文化特色 四 以之使用铜器 铁器 五 以之链铁 十三型文化 东部和中央山区人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原住民社会 六 平浦族 名称由来 汉人移民将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原住民称为 平浦藩或 首藩 居住地区 台湾西部 东北部平原 社会 社会 组织母系社会 一 家产由女子继承 行赘婚制 二 男子分位 若干等级 老年男子才可以参与部落公共事务 七 高山族 名称 名称由来 汉人移民将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称为 高山藏 高山藏或 深藏后改叫高山族 分部地区 台湾山区 东部 蓝宇 各族名称 一 一 太亚族 二 赛夏族 三 布农族 四 州族 五 鲁凯族 六 排 湾族 七 北南族 八 阿美族 九 亚美族 社会组织 十母系社会 家产由女子继承 十一 父系社会 家产由男子继承 十二贵族社会 土地为贵族所有 八 总结 语系 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 文化发展停滞 一 两千年前进入金属气时代 二 汉人移民台湾时 原住民族没有文字 也没有国家组织出现 TOP 国际竞争时期 汉人与日本人的活动 九 汉人 台湾称呼的演变 一元代 琉球 二明代 小琉球 东藩 大元 台湾 早期汉人在澎湖的活动 三唐朝 九世纪 汉人在澎湖活动 四宋朝 十二世纪 汉人移居澎湖 五元朝 十四世纪 政府在澎湖 涉巡检司 明代 汉人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六明朝 初期 十五世纪 一 政策 明太祖 实施海境政策 不准人民到海上活动 二 原因 防备倭寇 日本海盗 汉人海盗 三 结果 A将澎湖居民迁回福建 B 福建多山 居民需要到海上谋生 澎湖并未没落 七明朝中期 十六世纪 一 澎湖的日趋重要 A 汉人的移居的和活动的 B 台湾本岛与中国大陆的中介战 C 汉人捕鱼 贸易 走私和海盗活动场所 二 派军防守 A 原因 日本封城秀及统一日本 积极向海外扩张 B 结果 A 明朝派军进驻澎湖 防止日本的入侵 B 走私贸易由澎湖和金门转移到台湾本岛 八明朝末期 十七世纪 一 海盗巢学 海盗领袖 严斯奇将大本营由日本九州移到台湾 二 郑之龙的海上王国 A 严斯奇死后 郑之龙领导其不重 B 郑之龙帅重向明朝投降 将不重移至福建 十日本人 早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活动 一时间 十四世纪后半夜 二人物 商人 海盗 三日本人对台湾的称呼 高沙 高山国 明代日本人在台湾的活动 四明初 十四世纪 一 原因 明代实施海境政策 二 结果 日本倭寇和商人转进到澎湖 台湾活动者日多 五明末 十五世纪 一 原因 明朝派兵进驻澎湖 进击台海一带的倭寇 二 结果 A 日本商人和倭寇转到台湾本岛活动 B 活动地区 基隆 基隆 大圆 台南 打狗 高雄 C 日本政府曾派兵到台湾活动 日本早有侵略台湾野心 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统治 十一 福尔摩沙岛的由来 时间 十六世纪初夜 称呼由来 葡萄牙人将台湾称为 福尔摩沙岛 原意 美丽的海岛 十二 荷兰人的殖民统治 欧洲人的东来 一 背景 十五世纪末 欧洲人发现到印度的新航路 二 欧洲人在东方的贸易战 一 时间 十六世纪后半夜 二 贸易据点 A 葡萄牙人 澳门 B 西班牙人 菲律宾的马尼拉 三 贸易对象 中国大陆 荷兰人的东来 三出战彭湖 一 时间 一六零四年 二 侵占者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三 结果 明朝将领沈友荣逼退荷兰人 四 在战彭湖 一 时间 一六二二年 二 结果 A 明朝调派大军 准备侦讨 B 16 二四年 荷兰人撤离澎湖 转往大原 台湾 五 亿 一 台湾本岛首次被欧洲人占领 二 十七世纪初 台湾的国际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荷兰人的统治手段 六对原住民的控制 一 建城 在大原住热兰遮城 台南安平 再次看见新世界 二 武力征服 征服许多原住民部落 三 行政控制 透过各社选出的长老 统治原住民 行使司法权 四 传播基督教 A 任命传教士为统治原住民的行政官 B 设立教堂和学校 由传教士担任老师 C 用罗马字拼住原住民语言文字 D 教授原住民学生基督教礼仪与教义 7 对汉人的压迫 1 招募汉人开垦土地 A 原因 提高农业生产力 B 压迫汉人 A 不给汉人土地所有权 B 任意迁徙汉人离开耕作的 C 严禁汉人与原住民私相交易 D 对汉人开征各种科捐杂志 1 强迫取原住民为期的汉人改姓基督教 F 严禁汉人私藏武器和自由集会 2 汉人的反抗 A 时间 1652年 B 领导人 郭怀一 C 结果 汉人的反抗失败 被杀的汉人达数千人 经济活动 8 荷兰人占领台湾目的 将台湾作为国际贸易的转运战 9 贸易对象 中国大陆 日本 东南亚 10 输出货品 1 主要货品 倒米和蔬糖 2 其他货品 丝织品 瓷器 汉药材 陆制品 13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统治范围 1 时间 1626年 2 占领地区 护尾 淡水 哈兹南 宜兰 3 建城 西班牙人在护尾建圣多名歌城 金淡水红毛城附近 4 设立天主教传教区 1 地点 台北地区 2 传教对象 原住民 汉人 日本人 3 结果 姓天主教的台湾居民达4000人 统治经过 五占领墓地 1 经济因素 将基隆和护尾发展为国际贸易中心 2 宗教因素 以台湾北部作为赴日传教的跳板 6 结果 没有达成 西班牙慢慢减少驻军 7 结束统治 1 时间 1642年 2 原因 荷兰人想占领全台 派兵将北台湾的西班牙人逐出台湾 14 台湾其他地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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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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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4 3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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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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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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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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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10 7 6 1 10 10 10 11 12 10 10 是统治台湾 六亿亿 郑成功建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郑经的继承 七继承王位 1662年 郑成功去世 其子郑经继承王位 八名臣辅佐 郑经在陈永华的辅佐下推动改革 九出兵大陆 一 原因 清朝发生三藩之乱 十 郑经出兵大陆 二 结果 A初期 占领敏 越部分地区 B后期 兵败退回台湾 十部里郑市 郑经兵败大陆后 将郑市交由儿子郑克赃出 处理 十六 政治制度 郑成功时期 一 一 设义府二县 一 义府 设臣天府于赤看 台南 是当时的行政中心 二 二县 A天天兴县 管辖城天府以北地区 B万年县管辖城天府以南地区 二 用汉民 汉治 一 汉民 A称台湾为东兜 B热兰遮成改名为安平镇 二 汉治 在澎湖设安福斯 震惊时期 三 中央 一 东都改名为东宁 二 增设之官 建权组织 四地方 天兴县 万年县改为州 各设之州长里州务 五 原住民事务 涉南路和北路安福斯 处理原住民相关事务 十七 文化与教育 兴建孔庙 一 原因 正经受陈永华的建议 在台南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 二 目的 积极推展文教工作 设立学校 三 中央 学院成绩优秀可到政府机关任职 四 地方 学校成绩优秀深入中央的学院 优缺点 五 优点 奠定汉人文化在台湾发展的基础 六 缺点 原住民文化的发展 面临重大的阻碍 孔职与贸易 十八 孔职 孔职原因 供应正是政权军民的需要 孔职地区 伊核心地带 陈天府和安平镇附近地区 二 零星地区 北至淡水 基隆 南至恒春有零星的肯职 肯职政策 军屯 明肯 官肯 军屯 三兵农合一 中央派军至各地驻扎 旧地开垦土地从事农耕 农辖实施行军事训练 四 影响 今天台南县佐镇 高雄市佐营 都应当年军屯所在而得名 结果 五 缺粮问题 军屯无法解决台湾缺粮问题 六 解决方法 仰赖中国大陆移民开垦土地 提高台湾的农业生产量 七 原住民 正是控制外的原住民族 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十九 贸易 与中国大陆的贸易 一 正成功时期 清朝封锁台湾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走私贸易中断 二 正经时期 恢复走私贸易 一 时间 1666年 二 建议者 陈永华 三 执行者 江盛 四 走私地点 厦门 五 结果 A 改善台湾物资不足现象 B 厦门成为台湾与中国大陆间走私贸易的桥梁 与英国人的贸易 六 签订商约 正是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通商条约 7 内容项目 A 社管 英国商人在台湾社商馆通商 B 贸易项目 A 输出 这堂 鹿皮等台湾特产 B 输入 军火与布料 与日本及南洋的贸易 三 日本 一 台湾对日本输出货品 这堂 鹿皮 稻米 中国大陆的私质品 二 日本对台湾输入物质 军用物资 四 南洋 范围很广 已到旅宋 菲律宾 的商船最多 Top 清岭时代前期 政治演变 二 时 政市的将青 政市政权的不稳 一 内乱 1681年 政经去世 台湾发生内乱 政客脏被杀 二 政局不稳 政客爽继位后 大权旁落 台湾政局不稳 政市政权的结束 三 时间 1683年 四 公台 统帅 师郎 五 战役 澎湖海战 六 结果 政军大败 政客爽投降 二 十一 清朝消极制台政策 台湾去 留争议 一 弃台派 一 成员 康熙皇帝 清廷大臣 二 原因 A 台湾未未开发的弹丸小岛 B B 保留台湾会增加国家负担将台湾汉人迁回中国大陆 二 保台派 一 成员 师郎 二 原因 台湾战略地位重要 三 结果 康熙皇帝决定保留台湾 消极制台 四渡台限制政策 一 原因 防止台湾成为反清的基地 二 内容 限制汉人渡海来台政府核准才能来台开墾 三 结果 偷渡到台湾者依然众多 五 原住民政策 一 放任政策 原住民反抗时 才以武力镇压 二 风扇政策 A 内容 A 划分汉人和原住民区 B 不许汉人进入原住民区 C 不许汉人与原住民通婚 B 社官 A 时间 十八世纪 B 官民 南 北路里翻同之 C 职责 处理汉人与原住民事物 C 结果 A 成效 执行不彻底 B 原住民处境 土地被汉人侵占 生计困难 流离失所 22 地方行政区的设置 康熙年间设议府三县 一 府 台湾府 知府 福建省管辖 二县 台湾县 凤山县 朱罗县 知县 雍正年间增设行政区 三原因 一 移民的增多 二 朱宜贵事件 四增设行政区 一 彰化县 湖北西和大甲西之间 二 淡水厅 大甲西 以北 三 澎湖厅 澎湖改设 未听 东部行政区的设置 五原因 一 一 汉人移民日重 二 海盗骚扰 六 时间 1811年 嘉庆 七 结果 涉嘎马兰厅 宜兰 智通判 经济活动 二 十三 土地 垦直 清代 台湾 土地 分类 一番的原住民活动区 二 明有的汉人拥有的土地 三 五 主的 开垦方式 四 番的 一 陈租 汉人向原住民缴纳地租 番租 二 强夺 初期汉人巧取 强夺原住民土地 后期武装暴力强占 五 五 主的 一 申请 向政府申请开垦许可执照 开垦完成 需定期缴税 二 自行占领 六 资金来源 汉人开垦土地多彩合资开垦方式 二 十四 水利措施 水利工程的必要性 水稻种植需大量的水源 水源 一 水潭水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二 水水泊的新柱 一 著名的大水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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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罐盖区内稻米可二熟 B单位面积生产量提高 25商业活动 国际贸易范围 中国大陆沿海 日本、南洋 进出口货物 一进口、纺织品、药材、日用品 二出口、稻米 这堂、陆皮、陆府 交、商的出现商业行会组织 三时间、十八世纪前半夜 四组成 一 贸易地区相同的商人 A台南的、北交、天津、烟台和上海地区商人 B台南的、南交、厦门、张州、泉州地区商人 二 同一类货品贸易的商人 唐交、布交 五盛行地区 台南、陆港、蒙霞、万华 社会与文教发展 二十六社会组织 同乡群居、汉人来台 同乡群居一处、沿用大陆原乡名为地名 祭祀组织 一 一庙宇、移民社会的信仰和活动中心 二 家乡守护神 一 张州移民、开张圣王 二 全州移民、保身大地 三 客家移民、三山国王 三共同守护神、妈祖、官帝、福德镇神、土地公 宗族组织 四组成、血缘关系 五类别 一 唐山祖 二 开台祖 二十七名便与分类泄斗 名便 一 原因 一 励志不良 二 军纪不佳 三 政府公权力不张 四 社会福利与救济措施不足 五 男女人口比例失衡 六 秘密结盟盛行 七 七 族群复杂 八 罗汉教 很多 二 清代三大名便 一 朱 秘密贵事件 二 林爽文事件 三 戴朝春事件 分类 分类泄斗 打群甲 三 原因 移民以祖籍、姓氏、职业位分别进行持泄打斗 四 四 主要的分类泄斗 祖籍泄斗 一 敏、月泄斗 二 张、全泄斗 二 二 十八文教发展 儒学 一 社学 一 辅儒学 台湾辅 二 县儒学 台湾 凤山 侏罗 二 宗旨 一 培育国家公务员 二 掌管文庙 三 指导与监督申员 秀才 书院 公立 私立 公私立合办 一学 早期为公立 后私立见多 社学 公园住民子弟就读 属公立学校 民学 民间之书房 属私立学校 清岭时代前期 台湾文教发展迅速进市 举人人数增多 TOP 清岭时代后期 开港与国际贸易 29 台湾通商港口的开放 台湾开港的原因 一 原因 一 战略地位 台湾居交通要冲 二 经济利益 浙塘 稻米 鸦片等贸易利益 产梅和张脑 三 航路安全 台湾海峡常发生船难 二 二 静英 英法联军之义 清朝战败 台湾被迫开港 三 开放港口 安平 打狗 护卫 基隆 四 外商洋行 宜和 德记 宝顺 三 三 三 台湾国际贸易的新盛 进口商品 一 鸦片 一 甲午战争前 鸦片战进口总值一半以上 二 产地 中国大陆 印度 土耳其 二 纺织品 来自英国 出口商品 三 茶 一 战出口总值一半以上 二 明茶 乌龙茶 包种茶 三 产地 台湾北部丘陵地区 四 出口地区 美国 南洋 四 这堂 一 战出口总值 百分之三十六 二 产地 台湾南部 三 出口港 安平 打购 逐渐增多 四 出口地区 中国大陆 日本 澳洲 五张脑 一 一 占出口总值 百分之四 二 产地 台湾中 北部 三 出口港 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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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六 贸易成长率增加 一 台湾 贸易成长率 百分之八 二 中国大陆 贸易成长率 百分之三四 七 出超 1878年后 台湾贸易一直是出超 日军清台与清廷制台政策的改变 三十一日军出兵台湾 牡丹社事件 原因 1871年 琉球渔民在台湾南部牡丹社被原住民杀害 出兵 1874年 日本裔 承办凶手 为由 派兵清台 外交谈判 一 日本方面 一 军事 日军水土不服 遭原住民间强抵抗 二 政治 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 得不到国际支持 二 清廷方面 一 军事 国力薄弱 二 政治 不愿和日本开战 签约 中日北京专约 三地点 北京 四 内容 一 日本撤兵台湾 二 日本获得 中国赔款 三 清廷间接承认琉球群岛是日本属地 三十二清朝积极致台政策 原因 建设台湾以巩固海防安全 制台大员 制台大员 一 沈宝珍 一 增强海防 在安平 其后 东港修炮台 二 加强治安 A A建设弗 建设弗 冲冲东 下驻台 未彻底执行 B 增设郡县 行政区由一 辅 增为二 辅 台北辅 台湾 辅 三 后山 东部 的开发 A A 禁令 A F 限制汉人渡台令 B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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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陆府明里帆同知普理社、北南社。 D. 推动、化帆位明、政策。 2. 丁日昌 1. 来台,1876年,丁日昌以福建巡抚的身份驻台半年。 2. 施政、便及教育、政治、财经、交通、 国防等方面。 建审后的积极建设。 33. 台湾建审经过。 早期建审建议。 1. 时间,1870年代。 2. 提议着,清朝中央大员。 3. 结果,政府不采纳。 台湾的建审。 4. 原因 1. 中法战争。 1884年中法战争波及台湾,法军清台,占领澎湖。 2. 加强海防,清朝了解台湾地位重要,派流明传督办台湾军务。 5. 建审。 1. 时间,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 2. 首刃巡抚,流明传。 34. 台湾建审后的建设。 1. 政治。 1. 设审会于台中但没成功。 2. 调整行政区三府一直立州。 1. 三府。 A. 台湾府台湾中部。 B. 台南府原台湾府改称。 C. 台北府台湾北部。 2. 直立州,涉台东直立州。 3. 三针讨和随府原住民。 1. 方针,恩威并用,脚幅兼施。 2. 方氏。 A. 位降伏者,军事讨伐。 B. 降伏者,社府肯局和,藩,学堂,师以教育。 2. 财经。 4. 方氏,清理土地填付。 5. 结果。 1. 土地所有权单纯,填付负担公平。 2. 政府收入增加。 交通。 6. 购买轮船,行驶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各港口之间。 7. 架设电报线。 1. 基隆至安平。 2. 安平至澎湖。 3. 护卫至福州。 8. 邮镇,邮镇总局设于台北,各地设站。 9. 铁路,以台北为中心,向南,北新柱。 1. 一八九一年台北至基隆铁路通车。 2. 一八九三年台北至新竹铁路通出。 4. 国防。 10. 购置军舰。 11. 增设炮台。 12. 设计器局生产武器。 13. 箭军械所储存武器。 12. 教育、建有西学堂、电报学堂等新式学校。 13. 三十五流明传之后的台湾。 13. 少友连接任巡抚。 18. 九一年,流明传离职,少友连接任。 18. 建设停办。 18. 建设停办。 18. 因原因,少友连以财政困难为由,停办各项建设。 18. 二以省会于台北,少友连将台湾省会移设台北。 18. 总结,流明传的积极建设,将台湾建设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行审。 18.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18. 台湾民主国与武装抗日。 18. 三十六汉人的抗日。 18. 台湾民主国的抗日。 18. 依台湾的割让。 18. 时间,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 18. 原因,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 18. 结果,台湾官民反对,争取列强声援失败。 18.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18. 总统,唐锦松。 18. 军事统帅,邱冯甲。 18. 目的,抗拒日本的接收。 18. 三台湾民主国的得瓦解。 18. 日军占领台北,唐锦松,邱冯甲逃往中国大陆。 18. 日军南下。 18. 鸡败各地义军,新楚军,黑旗军不敌日军,节节败退。 18. 毕占领台南城,黑旗军统帅刘勇伏棄守台南,逃往大陆,日本占领台南。 18. 各地义民的抗日。 18. 四前旗的抗日。 1. 时间,1895年至1902年。 2. 战术,采取游击战术,严重打击日军。 3. 日本策略。 A. 初期,暴富性镇压使更多民众抗日。 B. 实施,三段警备制。 4. 危险区军队驻守。 4. 危险区军队驻守。 4. 部稳区县兵驻守。 5. 平静区警察驻守。 5. 平静区警察驻守。 C. 政府监师。 A. 时间,1898年。 B. 总督,而预言太郎。 C. 阻施。 C. 武力镇压,扩充武力,利用撞钉团,镇压抗日。 C. 安抚招降,制定办法,又降抗日分子。 C. 结果,抗日势力瓦解,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C. 午后期的抗日。 C. 时间,1907年至1915年。 C. 性质,具备民族革命性质,密谋一举消灭在台日本人。 C. 结果,都告失败。 A. 苗栗事件,1913年,罗福星等20人被处死。 C. 毕西莱安事件,1915年,于清方等100余人被处死。 C. 失败原因,日本总督府对台湾社会控制十分严密。 C. 三十七原住民的抗日,勿设事件。 C. 时间,1930年。 C. 地点,勿设。 C. 原因,原住民不满日本官吏的恨暴和压制。 C. 领导人,莫纳卢道。 C. 经过,杀害参加运动会的日本人,夺取武器弹药,退入山中。 C. 结果。 C. 一总督府以武力镇压,勿设原住民死伤惨重。 C. 二1931年,日本警察缩使清日原住民攻击勿设,多人被杀。 C. 政治与社会控制。 C. 三十八政治控制。 C. 台湾总督府。 C. 一时间,1895年。 C. 二职责,台湾的军事,行政首长。 C. 三权力。 C. 依据,法律第六十三号,六三法。 2. 内容。 A. 立法,委任立法制,授权台湾总督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B. 行政,人事任免权。 C. 司法,法院管辖权。 D. 军事,台湾陆海军统辖权。 C. 警察政治。 C. 四原因。 C. 镇压武装抗日势力。 C. 维持治安。 C. 五分部,遍布全台的警网和充分的警力。 C. 执权。 C. 执法执行法律和维护公共秩序。 A. 监视公共集会。 B. 审理小刑案。 C. 取递稀石鸦片。 D. 管理当铺。 2. 行政协助地方政府处理行政。 A. 协助宣传政令。 B. 收税。 C. 管理户籍。 D. 普查户口。 3. 管理原住民部落。 7. 警察政治。 台湾地方行政以警察为中心。 警察强有力的控制台湾社会。 典型的警察政治。 39. 社会控制。 保甲制度。 清代的保甲制度。 1. 协助政府防范盗费。 2. 维护地方安宁。 日本的保甲制度。 3. 全面成立保甲制度。 实行联保联作责任制。 4. 目的。 警察的辅助工具。 5. 规定。 1. 甲肠,食户为一甲。 2. 保长,食甲为一宝。 6. 任务。 1. 调查户口。 2. 监视出入者。 3. 预防传染病。 4. 修桥铺路。 5. 义务劳动。 6. 组成壮丁团。 7. 协助镇压抗日分子。 8. 防范天灾。 9. 制定保甲规约。 4. 黄明化运动。 9. 由来。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9. 日本为因应战争的需要。 9. 推动。 9. 黄明化运动。 9. 做法。 1. 鼓励常用日语。 9. 养成日式生活习惯。 9. 改从日性。 9. 供奉日本神旨。 9. 墓地。 9. 使台湾人具有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和牺牲精神。 9. 征兵制。 9. 招募台人从军。 10. 实施征兵制台籍日本兵多达20万人。 9. 殖民经济的发展。 9. 四十一初期经济建设。 9. 改革土地制度。 1. 方法。 1. 查明跟地面积。 2. 确定土地所有权。 2. 结果。 2. 填付税收大增。 3.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度。 3. 交通建设。 3. 邮政。 3. 设立邮政局。 4. 办理邮政。 4. 电报。 4. 电话业务。 4. 公路。 5. 修筑公路。 5. 铁路。 5. 完成基隆至高雄的纵贯铁路。 6. 港口。 1. 整建基隆港。 2. 高雄港万吨巨轮可进出。 2. 新建马公港。 2. 人口调查。 7. 第一次人口调查。 1. 时间。 1905年。 2. 结果。 全台人口总数310万人。 8. 固定调查。 1915年起。 每隔5年定期普查一次。 42. 农工业经济。 1. 农业改革。 1. 政策目标。 2. 农业台湾、工业日本台湾是稻米和蔗糖的生产的。 2. 改革内容。 1. 设立农业研究机构。 A. 提供新品种、新化学肥料。 2. 比较导心耕作技术。 2. 成立农会。 A. 推广新品种和新农业技术。 B. 灌输农民农业新枝。 C. 办理农业贷款。 3. 新修水利工程。 A. 结果。 灌溉面积大增。 B. 粒子。 8田羽仪设计建造的迦南大增。 3. 改革结果。 1. 稻米。 A. 稻米产量激增。 B. 蓬莱米培植成功。 2. 糖液。 A. 制糖工业现代化。 A. 资金援助。 B. 指定原料采取区域。 C. 保护市场。 B. 日本资本加来台投资。 A. 产量。 最多达150公吨。 B. 糖液王国。 台湾成为世界糖液王国之一。 B. 工业。 4. 政策目标。 B. 依附农业。 B. 以农业加工业为主。 B. 工业化的推动。 B. 时间。 B. 1930年代。 B. 目的。 B. 侵略华南、南洋的南境政策。 B. 发展工业、军需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工业、机械工业。 B. 结果。 A. 台湾成为日本南境的补给基地。 B. 台湾转型为半农业半工业社会。 B.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学术与社会。 B. 教育与学术发展。 B. 四十三教育。 B. 初等教育。 B. 目的。 B. 建立西式教育制度作为贯彻殖民政策的工具。 B. 原则。 B. 差别待遇、隔离政策。 B. 隔离政策。 B. 三管道。 B. 学校教育、工学校。 B. 社会教育、日语讲习所。 B. 课程特色、普及日语。 B. 五成效。 B. 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增加。 A.A. 住学历借力度自的练乎。 B. 学校教育。 C.1945年,入学率达80% 2.日语普及化 A.日志末期,懂日语的人口超过75% B.日语是台湾人吸收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 C.台湾成为双语社会,日语并未成为台人的生活用语 中等教育 6.职业教育 1.中学教育特色,偏重职业教育 A.职业讲习所修业半年至二年 B.职业补习学校修业二年 2.目的,基层技术人才可以自己自足,不再仰赖日本供应 7.普通教育 1.设立,1919年后陆续设立普通中学 2.重点项目 A.师范学校培养工学校教师 B.医学校培养医师 高等教育 8.大学,1919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前身 9.留学日本 1.原因,台人在台升学不易,青年多往日本留学 2.结果 A.人数,1945年,留日学生达20万人,大专毕业生6万人 B.学习课程,医学最多,法学,商学,经济学居次 44.学术研究 目的,有效统治和开发台湾 学术研究发展 1.殖民初期,聘请学者、专家,调查台湾自然环境和社会 2.殖民中期 1.设立机构、旧冠调查会、研究所 2.研究重点 A.台湾传统制度 B.台湾风俗习惯 C.台湾医式卫生 D.台湾产业 3.1920年代后,高等教育完备,成为学术研究中心 结果,奠定台湾人文、自然及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 社会变迁 45.人口增加 人口增加原因 1.防治热带传染病 2.加强公共卫生 3.改善交通、产业、教育 结果高出生率、低死亡率 4.1896年,260万人 5.1943年,660万人 46.放足断法 台湾三大陆席 1.缠足 2.变法 3.吸食鸦片 渐进政策鼓励放足断法 4.宣导管道、学校教育、报章杂志 5.民间推动 1900年,黄域接替组、台北天然族会、各地响应 6.官方推动 1.利用保甲制度、限期推动放足断法 2. 举办集体放族断法大会、庆祝大会 7. 影响 1. 女子生产力增加 2. 产生一幅改装风气 3. 心服饰、邪帽叶薄薪 4. 审美观念改变 47. 首识观念 引进西方新旗帜、标准时间制 宣传首识的观念 1. 纪念日 1921年,比照日本国内规定6月10日为10的纪念日 2. 宣传 透过各种管道宣传时间的重要性 培养准时、守时、习时的精神 48. 守法观念 防范犯罪、警察、保假制度 法制教育 透过学校、社会教育灌输现代法制观念和知识 结果 1. 司法公平性 司法维持公平和正义 或社会大众的信赖 2. 守法的观念 民众养成安分手艺、重秩序、守纪律的习惯 49. 卫生观念 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 1. 建造自来水工程 2. 修筑地下排水工程 3. 护背有垃圾箱、清理废弃物 4. 定期实施社区环境的清洁活动 5. 实施防疫工作、预防注射、消毒、补薯、咽血、给药 5. 结果 6. 有效防治传染病、鼠疫、虐疾、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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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等传染病受到控制 7. 改变台人的医疗卫生观念和习惯 7. 社会运动 5. 社会运动 7. 社会运动的兴起 1. 时间 1920年代起 2. 合法手段 集会、演讲、请愿、抗议 3. 目的 改革不合理的殖民统治 3. 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4. 发起人 林献堂 5. 方式 连续15次的联署请愿 1921年至1934年 6. 目的 设立自治的台湾议会 7. 结果 日本政府未雨采纳 1. 台湾民众党 2.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8. 发起人 3. 蒋卫水 4. 蔡培火 4. 杨赵家 9. 方式 4. 宣传 5. 请愿 10. 目的 实施完全的地方自治 公民普选地方名义代表和地方首长 11. 结果 日本政府让步 1. 1935年改革地方政治制度 5. 地方民意代表半数民选产生 2. 选举权的获得 5. 台湾男性合乎资格 5. 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2. 影响 自治 普选 参政权等民主政治观念普及 51. 文化运动 时间 1921年 机构 台湾文化协会 领导人 林献堂 宣传刊物 台湾民报 目的 1. 提高台湾文化 2. 启迪明智 3. 唤醒民族意识 4. 加强社会观念 活动 5. 广社读报社 6. 举办讲习会 讲授历史文化 现代法律 医药卫生等 7. 开办夏季学校 讲授宪法 科学概念 卫生尝试 哲学等 8. 举行文化演讲会 1. 传步新知 2. 批判殖民政治 3. 检讨社会不良习俗 9. 其他活动 3. 寻回演出文化剧 4. 放映电影 5. 举办音乐会 5. 结果 5. 师学民众有机会接受新知 5. 农工运动 5. 时间 5. 农工运动 5. 时间 5. 农民团体抗争 5. 手段 5. 请愿 5. 谈判 5. 抗脚地租 2. 抗争目的 1. 糖厂的甘蔗采收价格过低 2. 降低地租 3. 反对地主提高地租及收回耕地 3. 工人团体抗争 3. 手段 联合罢工 代工 谈判 4. 抗争目的 1. 提高工资 2. 反对雇主降低工资和任意解雇 3. 改善工作条件 1. 农工团体 1. 农工团体未能团结 2. 抗争成效不大 2.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变迁 2. 初期的政治 3. 台湾的接收 3. 台湾的接收工作准备 1. 开罗宣言 1. 时间 1. 时间 1943年 民国32年 2. 参加者 中 美 英三国领袖 3. 决议 战后 日本归还中国 东北 台湾 彭湖 2. 台湾调查委员会 1. 时间 1944年 民国33年 2. 职责 展开接收台湾的工作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3. 正式接收台湾 1. 时间 1945年 日本投降 2. 时间 行政长官 陈怡 3. 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25日 民国34年 台湾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 这一天为 台湾光复节 4. 行政措施 失当引发民怨 1. 权力过大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权力过大 与日本总督府相同 2. 任用不公 大陆来台人员与台级公务员有不同的待遇 3. 其他施政 A. 行政缺乏效率 B. 官员贪污腐化 C. 军队纪律败坏 5. 五十四二二八事件 原因 1. 政治方面 行政长官公署措施失当 台湾民众深感失望 2. 经济方面 物价飞涨 百业萧条 失业严重 民众生计困难 3. 社会方面 与严格合 治安恶化 民怨叠起 经过 4. 岛火线 1. 时间 1947年2月27日 民国36年 2. 地点 台北市 3. 烟酒专卖局 茶几丝烟 处理失当 伤及民众 引起群众愤怒 4. 结果 A. 官民冲突 群众包围警察局 要求成凶 但得不到满意答复 B. 事件扩大 2月28日 台北市罢工 罢市 群众向行政长官公署 请愿 遭到卫兵射杀 爆发全岛反抗政府 和省级冲突的事件 5. 乘以处置失当 1. 改革台政 台湾各地领导人组织委员会 要求改革台政 2. 武力镇压 乘以以台人 叛乱为由 要求中央政府派军来台镇压 善后 近年来 政府采取一连串的善后措施 米平228事件的伤痕 中央政府签台后的政治发展 55国民政府的签台 时间 1949年 民国38年 原因 一国共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 中共发动内战 政府明令动员勘乱 二内战结束 1949年 民国38年 共军占领中国大陆 蒋中正总统引退 三政府签台 A. 1949年底 民国38年 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B. 1950年 民国39年 蒋中正复兴总统职务 四改革 巩固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等基地 进行政治 经济 社会改革 戒严时代 五时间 1949年5月 民国38年 民国38年 六执行单位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七目的 维护治安 八内容 一 台湾本岛 限制人民的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等自由 2. 金门 马祖地区 A. 行政 划入战地政务实验区 实施军事管理 B. 社会 限制著名的自由和参政权 C. 军事 成年男子编位自卫队 支援国军作战 9. 解除戒严 1. 原因 1970年代 民国60年代 社会运动兴起 要求解决戒严 回归宪政 2. 解除戒严令 A. 时间 1987年 民国76年 B. 人物 蒋经国总统 C. 政策 解除戒严令 开放党禁 报警 3. 终止动员 勘乱时期 A. 时间 1988年 民国77年 B. 人物 李登辉总统 C. 政策 A. 终止 终止动员 勘乱时期 废除 动员 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 B. 修订宪法 全面改选 中央民意代表 C. 实施 省市长 总统 直接民选 D. 影响 开启台湾 政治民主化的新业 56. 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推动 1. 时间 1946年 民国35年 2. 内容 1. 直接民选 乡、镇、区民代表、村、里长 2. 间接民选 设立审、县参议会、审议员间接选举产生 3. 地方自治的扩大 3. 时间 1950年 民国39年 1954年 民国43年 4. 内容 1. 内容 1950年 民国39年 民国39年 县、市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军直接民选 2. 一九五四年 民国43年 审议员直接民选 但省主席维持官派 地方自治的落实 5. 改革呼声 1. 时间 1970年代 民国60年代 2. 内容 省长民选 地方自治法制化 6. 改革 1. 时间 1994年 民国83年 2. 内容 A. 立法 省县自治法 直辖市自治法完成立法 B. 选举 第一届省 市长选举 57. 总统直选 间接选举 第一届至第八届总统 由国民大会选举 产生 直接民选 1. 法 元 1995年 民国84年 国民大会通过总统 副总统直接民选办法 2. 外在压力 中共的文攻无下 3. 结果 1996年 民国85年 台湾人选出李登辉 连战位第九任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 外交与两岸关系 58. 外交 巩固 外交 1949 Till the 1971 民国39年至60年 1. 外交重点 致力争取友邦 谋求 确保台湾 光复大陆 2. 外交成就 签订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 时间 1954年 民国43年 2. 原因 1950年 民国39年 韩战爆发 为阻止共产势力扩张 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3. 内容 美国提供台湾军事 经济援助 4. 结果 台湾成为西太平洋区域反共防线的一环 弹性外交 1970 Till the 1988 民国60年至77年 3. 外交处境 面临国际孤立 1. 退出联合国 A. 时间 1971年 民国60年 B. 原因 联合国接纳中共入会 我国宣布退出 C. 影响 台湾友邦纷纷改变立场 2. 中日断交 A. 时间 1972年 民国61年 B. 日本承认中共 C. 影响 其他国家陆续跟进 3. 中美断交 A. 时间 1979年 民国68年 B. 美国承认中共 C. 影响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废除 4. 外交政策 1. 智力与 无邦交国家发展经济 贸易 文化 科技等实质关系 2. 维持 我国在国际组织的 汇集和权力 3. 巩固 既有的邦交国家 4. 积极参加或举办各种国际会议 5. 鼓励各种民间国际交流 5. 务实外交 1988 TILDA 民国77年 5. 外交理念 1. 不再坚持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2. 中华民国是一主权独立国家 3. 以经济实力打破中共的外交封锁 4. 确保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6. 外交工作 1. 加强与友邦的双边关系 2. 提升与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 3. 广泛参加国际组织和活动 5. 五十九两岸关系 军事对抗 1949TILDA 1979 民国38年至68年 1. 中共 1. 目标 武力攻取台湾 2. 武力攻取台湾 3. 战役 A. 1950年 民国38年 金门古宁头战役 B. 1958年 民国47年 金门823炮战 2. 我方 固守还击 不使共军越雷迟一步 5. 和平对峙 1979TILDA 民国68年至 3. 中共 1. 目标 和平统战 2. 口号 A. 倡议 三通四流 A. 三通 两岸通游 通商 通行 B. 四流 两岸经济 文化 科技 体育交流 B. 发表 和平统一方针 提出 一国两制 模式 C. 警告 不放弃武力 统一 4. 我方 1. 初期 A. 反制 提出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的准则 B. 回应 提出 不谈判 不接触 不妥协的 三部政策 2. 解决戒严后务实 做法 A. 1987年 民国 76年 开放两岸探亲 文化交流 间接贸易 B. 1990年 民国 79年 政府设立机构负责大陆事务 A. 总统府 国家统一委员会 B. 行政院 大陆委员会 C. 统一政策 A. 依据 国家统一纲领 1991年 民国80年 B. 方式 交流互惠 互信合作 协商沟通 D. 结果 中共坚持一国两制主张 两岸关系未有突破性进展 TOP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经济 文教与社会 经济发展 六十土地改革 原因 台湾农地地租偏高 电农权益缺乏保障 目标 照顾多数电农 达到农地农友 农耕 农享 改革措施 1. 三七五减租 2. 工地放领 3. 根折有其田 4. 农地重化 结果 5. 提高农地生产 6. 改善农民生活 7.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8. 带动工商业的发展 61. 经建计划 时间 1953年 民国42年 政府连续实施六期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前三期经济建设计划 1. 政策目标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 1. 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 2. 工业 扶植国内工业 增加生产 限制外国商品进口 2. 结果 1963年 民国52年 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世界上 以农业带动经济起飞的先例 后三期经济建设计划 3. 政策目标 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 4方法 1. 奖励民间中小企业投资 2. 鼓励出口 3. 设置加工出口区 5. 结果 1. 经济快速成长 A. 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B. 对外贸易长期持续成长和出超 2. 物价相当稳定 6. 影响 1. 台湾欲为经济发展的奇迹 2. 台湾挤身 3. 亚洲四小龙 4. 支列 4小龙 4. 台湾 5. 香港 5. 新加坡 5. 南韩 7. 提前结束 1. 时间 1975年 5. 民国 6. 十四年 2. 原因 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 3. 结果 提前结束第六期四年经建计划 6年经济建设计划 4. 时间 1973年 民国62年 5. 发展重点 建立重化工业 加强农村建设 62. 重大建设 10. 建设 1. 时间 1973年 民国62年 2. 推动者 行政院长蒋经国 3. 建设内容 1. 新建核能电厂 2. 南北高速公路 3. 台中港 4. 苏澳港 5. 北回铁路 6. 石油化学工业 中油 7. 大链钢厂 中钢 8. 大造船厂 中船 9. 铁路电气化 10. 桃园国际机场 12. 项建设 4. 时间 1979年 民国68年 5. 内容 交通 工业 農业 文化 等 14. 项建设 1984年 民国73年 推动 国家建设 6年计划 6. 时间 1990年 民国79年 7. 总目标 重建经济社会秩序 谋求全面平衡发展 8. 建设方向 台湾成为西太平洋金融 交通 科技重镇 6. 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 时间 1984年 民国73年 经济自由化 1. 目标 对外贸易 金融 产业经营的自由化 2. 做法 1. 解除进口管制 2. 降低关税税率 3. 取消银行利率的管制 4. 放宽外汇管制 5. 开放民间设计 3. 设立银行 6. 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 3. 经济国际化 3. 做法 1. 放宽外国公司在台投资 2. 设立台湾境外转运中心 3. 新台币国际化 4. 仇设亚太转运中心 4. 目的 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运输 金融、资讯的重镇 4. 教育与文化 6. 国民教育 1. 教育目的 3. 民主义教育政策 4. 教育机会均等原则 2. 义务教育的推动 1. 起源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 台湾已有义务教育 2. 六年国民教育 政府签台 继续推动国民义务教育 休业6年 A. 民国39学年度 入学率80% B. 民国55学年度 入学率97% 3. 九年国民教育 A. 时间 1968年 民国57年 B. 内容 延长义务教育 休业年限位9年 C. 目的 提高国民教育素质 4. 教育发展重点 A. 改善教学环境 和设备 B. 均衡城乡教育水准 C. 研发新教材教法 中等教育 3. 初期 偏重普通中学 49年国民教育实施后 偏重职业教育 1. 原因 配合经济建设 2. 高职生大量增加 A. 五十六学年度 高中 高职学生数 约为6比4 3. 职业教育取向 A. 初期 农业学校学生居多数 B. 一九六零年代 民国五十年代 商业学校居多数 C. 一九七零年代 中期 民国六十年代 工业学校居多数 4. 职业教育成效 配合经济发展 培育基层技术人才 5. 近年来 为延长国民教育 预作准备 开放高中增班设校限制 高等教育 6. 初期 针对日本遗留的高等教育设施 进行改革 增收学生 7. 发展高等教育 1. 时间 1960年代 民国五十年代 2. 原因 配合经济建设之需 3. 结果 增设工 私大专院校 4. 成长情况 A. 39学年度 7所大专院校 学生六千五百人 B. 83学年度 120所大专院校 学生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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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3. 职责 发扬中华固有文化 4. 更名 1. 时间 1991年 民国八十年 2. 更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 3. 增加职责 3. 增加职责 从事台 彭 京 马地区 乡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 文化建设 5. 文化建设 受重视 1. 时间 1979年 民国六十八年 2. 内容 文化建设列位十二项建设之一 6. 文化专责机构的成立 1. 时间 1981年 民国七十年 2. 机构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7. 文化建设成果 1. 各县市成立文化中心 2. 文化资产的维护和保存 3. 文化资产的维护和保存 新建国家剧院、音乐厅、自然科学博物馆、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4. 各县市展开的方制的编撰 5. 定期举办议文、民俗文化活动 社会变迁 66人口变迁 战后初期台湾人口激增 1. 原因 中国大陆动乱 各省人士迁徙来台 2. 结果 台湾人口由610万人增加到750万人 人口成长率的下降 3. 原因 1. 社会、经济发展影响 2. 政府推行家庭计划 4. 结果 1970年代、民国60年代 7. 台湾人口成长率下降 5. 目前总人口数 2100万人 6. 族群问题 6. 台湾族群关系 7. 族群隔阂 7. 绒群融合 7. 原因 6. 长期地相处和通婚 67. 社会福利 初期 偏重经济发展 社会立法未能满足社会变迁 社会福利法治的推动 一时间 1971年 民国60年 二内容 一 保护儿童 少年 老人 身心障碍者的法律 二 就业辅导 职业训练 社会救助等相关法律 社会安全制度 三社会安全制度的推动 一 时间 1950年 民国39年 起 二 内容 劳工保险 军人保险 公教人员保险 农民健康保险 四社会安全制度的完备 一 时间 1995年 民国84年 二 内容 全民健康保险 全民健康保险 多元化社会 形成原因 一 经济高度成长 台湾 由半农 半工社会 转位工商社会 二 教育 普及及社会开放 职业 社团 思想 价值观念 军呈现多元化现象 多元化社会的意义 三 有助台湾社会的融合 四 促进台湾政治民主化 TOP 未来展望 69 落实民主法治 70 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 71 推动务实外交与巩固国防 72 建立两岸正常关系 http 冒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 第二章 台湾史 重要大事 十七年代重要大事 史前时代五万年前 十六C旧石石时代 长冰文化 新石器时代 大奔坑文化 原山文化 碑南文化 金属器时代 十三型文化 鸟松文化 静谱文化 国际竞争时期 1600 1661 一 葡萄牙人发现台湾 命名为 福尔摩沙岛 二 荷兰人先后占领 澎湖 台湾南部 三 西班牙人占领有台湾北部 四 汉人日本海盗在台湾一带活动 正式至台时期1661 1683 一 正成功击败荷兰人 取得台湾 二 正经出兵大陆 失败而归 三 正式政权在台湾设立行政区 四 正式政权内乱 政客爽将清 清领时代前期1683 1861 清朝派施郎攻台 正式政权灭亡 二 清朝决议将台湾纳入版图 三 台湾建立一府三县 后来移民越来越多 逐渐增设行政区 四 台湾三大明辩 朱宜贵事件 康熙 林爽文事件 乾隆 代朝春事件 咸丰 五 清朝实行 消极制台 政策 禁止汉人移民来台 侵占原住民土地 后期1860 1895 一 英法联军之意 台湾开港通商 二 1871年牡丹社事件 日本清台 三 清朝实行 积极制台 政策 派审保贞 丁日昌 刘明船建设台湾 增设行政区 四 1885年 台湾建省 刘明船未首任巡抚 实施多方面的改革 政治 台湾建省 调整行政区 财经 整理土地填富 交通 驾电报线 设邮局 驻铁路 基隆至新竹断通车 国防 购军舰 增设炮台 设机器局 建军卸所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 1945-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 签订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 澎湖给日本 二 台湾民主国成立 抗拒日本接收 不久日军登陆台湾 抗日运动 失败 三 台湾抗日运动 台人抗日 日本对策 前期游击战术武装 镇压与招抚并行 后期具民族革命性质 苗栗事件 西莱安事件 日本仅网严密监控台湾人 各事件在密谋 起事阶段即告失败 前期 武装抗日 台vs武装 镇压与招并行 后期 密谋起事阶段即告失败 四 日本建立总督专制的统治体制 中央 总督握有行政 立法 司法 军事大权 地方 A 各地便设警察局 监控人民 B 沿袭清代保甲制度 成为警察的辅助工具 5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日本推动 黄铭化 运动 征召台湾人从军 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 1945 至今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中国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 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接收台湾 澎湖 2 政府接收初期 行政措施失当 民怨四起 引发228事变 3 1949年 国共内战结束 中华民国政府拨迁来台 台湾进入动员勘乱时期 实施戒严 4 1987年 蒋经国总统解除戒严 李登辉总统明令中止动员勘乱时期 台湾政治民主化 1994年 直辖市长与省长开放直接名选 1996年 总统直接名选 4 外交关系 巩固外交 A1950 韩战爆发 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B1954年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美国军援台湾 弹性外交 A1971年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B1979年 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 务实外交 5 两岸关系 两岸军事对抗 三通四流 中 VS三部政策 台 一国两制 中 VS五十 台 第三章 台湾史 经济与社会 十七年代经济社会 史前时代五万年前 16C1 采集 狩猎 鱼捞生活 二 台湾原住民多处于原始生活阶段 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活动 一 平普族 大部分为母系社会 二 高山族 父系社会 母系社会 贵族社会 国际竞争时期 1600 1661 西班牙人 荷兰人 以台湾为国际贸易转运战 贸易对象 中国 日本 东南亚 贸易货品 稻米 这堂 二 汉人 日本人 以台湾为走私贸易中心 一 荷兰人 西班牙人控制区 教化原住民 压迫汉人 二 和 西势力以外 原住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正式制台时期 1661 1683 一 正式政权 以军队开垦 今天台湾南部土地 二 正式政权到厦门 与中国进行走私贸易 三 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台湾设立商馆 四 台湾与南洋多有贸易往来 台湾南部许多地名 因正式开垦而得名 高雄左营 台南左镇 清岭时代前期 1683 1861 农业 汉人加速开垦土地 新修水利工程 水俊 二 商业贸易 对象 中国 日本 南洋 输出 米 糖 鹿皮 输入 纺织品 药材 日用品 四 胶 商的兴起 趋性性 南胶 北胶 商品 商品种类 唐椒 布椒 一 汉人移民的祭祀组织 守护神 张州移民 开张圣王 泉州移民 保身大地 客家移民 三山国王 二 汉人的宗族组织 唐山组 开台组 三 台湾的汉人移民社会常发生 明辩 分类泄斗 后期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八百九十五英法联军之一后 台湾开港通商后 贸易年年成长 输出 茶 糖 张脑 港口 护卫 茶 张脑 安平 打狗 糖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千八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四十五一 殖民经济的基础工作 改革土地制度 统一货币核度量衡 交通建设 A 各地设立邮局 B 完成纵贯铁路 基隆至高雄 C 实施人口调查 2 殖民经济政策 农业台湾 工业日本 农业 A 配置蓬莱米成功 B 台湾成为唐业王国 工业 A 初期 农业加工业 B 后期 配合南境 发展军需工业 一 台湾社会的变迁 台湾人口大增 放足断法的普遍 手势观念的养成 手法观念的建立 现代卫生观念的建立 2 台湾的社会运动 政治运动 A 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B 台湾地方自治运动 C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 农工运动 A 农民运动 B 工人运动 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 1945 至今一 农业 土地改革 三七五减租 工地放领 跟着有其田 农地重化 2 工业 六期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前三期 进口替代 后三期 出口导向 三 劳力密集工业资本 密集工业高科技工业 四 台湾的经济发展被誉为奇迹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六 未来目标 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 一 台湾人口增加 610万2100万 四大族群的隔阂消失 二 社会福利及安全制度的建立民国八十四年开办全民建保 三 多元化社会的发展 半农半工社会 工商业社会 第四章 台湾史 教育与原住民事务 十七年代 教育原住民 国际竞争时期 1600 1661荷兰人在控制区内设立学校 以传教士为老师 用罗马字拼注原住民文字 教化原住民了解基督教礼仪与教意 一 荷兰人以各社选出的长老控制原住民 二 传教 荷兰人传播基督教 西班牙人传播天主教 正式至台时期1661 1683一 受陈永华的建议 在台南新建台湾第一座孔庙 二 设立学校 中央 学院成绩优秀可到政府机关任职 地方 学校成绩优秀深入中央的学院政经社南陆与北陆安福斯 负责处理原住民事务 清岭时代前期1683 1861 十一 如学 培育国家公务员 辅如学台湾府 县如学台湾 凤山 侏罗 二 书院 艺学 社学 三 民学 民间之书房 属私立学校 一 政府化界 写风山 严禁 汉人 进入原住民地区 二 设立 南路 北路 李帆同志 负责处理原住民与汉人之间的相关事务 三 设立 设学 公园住民子弟就读 后期1860 1895 留民传担任台湾巡抚期间 设立西学堂 电报学堂等新市学校一 沈宝珍 费禁令 而费禁汉人入原住民活动驱令 B 费禁汉人与原住民通婚令 开山俯番 A 开山 开驻北、中、南三条通往后山的道路 派军入山区 俯番 B 俯番 I 规划原住民的生产与人文教育 二 鼓励汉人入山开墾 三 费除南 北路里翻同之 改设中路 南路府民里翻同之 四 推动 化番卫民 政策 二 流民传 贞讨和随府原住民 为降服者 军事讨伐 降服者 社府肯局和 藩 学堂 诗以教育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 1945 一 初等教育 差别待遇 隔离政策 学校教育 工学校 社会教育 日语讲习所 二 中等教育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 教为偏重 普通教育 A 师范学校培养工学校教师 B E 学校培养医师 三 高等教育 大学 1919年 设立台北帝国大学 台大前身 留学日本 台人在台升学不易 青年多往日本留学 四 学术研究 统治和开发台湾一 以严密的警网 控制原住民 二 物赦事件 原因 原住民不满日本官吏的恨暴 起而反抗 结果 日本强力镇压 物赦地区原住民死伤惨重 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1945 至今一 国民教育 起源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 台湾已有义务教育 六年国教 九年国教 民国五十七年 二 中等教育 初期 偏重普通中学 九年国教实施后 偏重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取向 农业商业工业 近期 增设高中 三 高等教育 时间 民国五十年代 原因 配合经济建设之需 结果 增设工 司大专院校 第五章 台湾史 台湾行政区演变 正式政权 正成功时期 一 陈天府 京台南 行政中心 二 天兴县 万年县 设之县 长礼县务 三 称台湾为东兜 热兰遮成改名为安平镇 四 澎湖设安福斯 汉人典章制度正式移植台湾 正经时期一 东都改名为东宁 二 天兴县 万年县 改为州 设之州长礼县务 清代 康熙一府台湾府台南 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 台湾制府县 三县侏罗嘉义台湾台南 凤山高雄 雍正一府台湾府 四县侏罗台湾凤山彰化 二厅淡水厅澎湖厅 嘉庆一府台湾府 四县侏罗台湾凤山彰化 三厅淡水厅澎湖厅 噶玛兰厅 光绪二府台湾府台北府省保真时期 八县四厅略 三府台湾府台中台南府台北府 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流明船时期 一州台东直立州 三厅十一县略 HTTP冒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 中国史第一册目录 第一章导论二 第二章中国古文明的曙光三 第一节文化的起源三 第二节远古的传说三十三 第三节英商文明三十三 第三章封建与大一统三十三 第一节西州的封建社会三十三 第二节春秋战国的变动三十三 第三节秦汉帝国的大一统三十三 第四节学术文化的发展三十三 第四章分裂与再统一三十三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的分合三十三 第二节动荡时代的宗教与社会三十三 第三节随唐帝国的统一三十三 第四节大唐文化及起源被三十三 第五章多民族的竞争与融合三十三 第一节宋辽经的相争三十三 第二节元帝国的盛衰三十三 第三节传统文化的更新三十三 第四节社会生活的变迁三十三 第六章地质时代晚期的荣光三十三 第一节明朝的内政三十三 第二节康庸甘盛盛世三十三 第三节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三十四 第四节静代前夕中西的初会三十五 第六章导论 一历史是什么 一历史性质 历史是人类活动留下的记录 包括文字 食物 以及 是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记忆 二历史功能 一可认知过去事实 并连接过去和现在 二可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甚至中国民族自己有关在所谈的历史上的店领史上与...... 是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三、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也是东亚文化的主体, 中国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文明始终连绵不断, 埃及和西亚,历史起源虽比中国早, 但他们的古文明都已断绝, 只有中国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始终连绵不断。 三、政府制度。 思想传承对中国与世界文化有重大贡献, 中国大约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 下朝,已出现有国家组织的王朝。 西元前211年, 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秦朝。 此后两千多年来, 朝代虽屡有甚衰更迭, 政府制度、思想传承大体相言不绝,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资产, 对世界文化也有重大的贡献。 TOP 第七章中国古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文化的起源 一、旧石器时代。 一、北京人。 一、时间、旧石器时代早期, 约五十万年前。 二、人种、猿人。 三、发现地点、 北京西南方的州口店。 四、生活状况。 一、可以直立行走。 二、靠捕猎野兽和采集果实为生。 三、以之用火取暖、照明、烧烤食物。 二、山顶洞人。 一、时间、旧石器时代晚期, 约二万年前。 二、人种、真人、体质与现代人差不多。 三、发现地点、 北京西南方的州口店。 四、生活状况。 一、以之埋葬死者。 二、用寿骨做成骨针, 用寿衣制成装饰品。 三、生活比北京人进步许多。 二、新石器时代。 一、新石器时代。 一、教旧石器时代进步之处。 一、用打磨的方法制造石器。 二、还会烧至淘气。 三、以之种植作物。 四、养家畜。 从、采石、到、铲石。 四、会建造房屋。 形成人群聚落。 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 二、新石器时代的意义。 一、是人类文化的真正开端。 二、距今八千年左右, 中国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农业村落相继出现, 许多文化创造极由此而生。 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 一、大多集中于黄河流域。 一、黄河中上游的养勺文化, 以辖西附近的半坡文化醉着。 半坡人种小米, 用彩桃和磨制石器, 以有很大的农村聚落。 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 二、长江流域亦有文化。 一、 长江下游的河亩渡文化。 二、 长江中游的大西文化。 三南北文化差异, 显示多元病例。 半坡文化和亩渡文化。 时间兴石器时代。 发现地点黄河中游, 辖西西安, 长江下游,浙江。 主要作物小米到米。 房屋建筑办血居干蓝室。 第二节远古的传说。 一、传说的由来与价值。 一、由来,早在文字发明以前, 就有口耳相传的神话和故事, 后来有了文字,就追记下来, 成远古的传说。 二、价值。 一、近代以前对中国的认识, 主要是从传说得来。 二、这些传说, 为我们塑造了共同的祖先, 成为民族共同祭义的一部分。 二、重要的传说。 一、皇帝工业。 一传说中的第一位共主, 她情于正式, 重视农耕, 势力健强, 有打败南方的吃油, 成个部落共主, 势力遍及黄河中, 下游地区。 二、古代所有文化创造的始祖, 相传中国的文字、 历法、衣裳、 舟车、 宫事, 都是皇帝时代发明和创造的。 二、遥顺善让。 一遥, 仁慈爱名, 顺, 以孝文明, 与, 治水有功。 三、 下代开始加天下。 一、与遇善让, 与即位后, 国号下。 相传宇本来也想效法遥顺, 把权位让给帮助治水有功的义。 二、 起开始加天下的局面, 宇的儿子起很贤能, 与死后, 部落均常不拥戴义, 而拥戴宇的儿子起。 从此, 均未成为世袭。 三传说的下朝与考古发现大致吻合。 一、 与至凭洪水和建立加天下的军卫世袭致象真心时期晚期国家的出现, 为中国历史开启新里程。 二、 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和商, 周和称, 三代, 也就是考古学家所称的, 青铜时代。 三、 文献载有传说下朝的时代和地狱与近几十年来在河南省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大致吻合, 很多学者认为是下文化的遗存。 四、 遗憾, 迄今尚未发现下代文字可资佐镇。 第三节 因商文明。 一、 商代的新王。 一、 兴起, 商园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 传道汤石, 势力建强, 趁下节荒营无道, 汤起兵伐节, 推翻下朝的统治, 国号商。 二、 后期发展。 一、 商代后期, 商朝前期经常迁都, 直到盘庚定都于阴, 河南安阳, 才安定下来, 所以商朝又称阴朝, 或称阴商。 二、 文化快速发展。 盘庚在位期间政治安定, 经济繁荣, 国家制度建区完备, 商代文化从此才有快速的发展。 三、 灭亡, 咒亡时, 朝政日趋腐败。 二、 因商文明。 一、 宗教信仰。 一、 遇事占卜, 商人的思想和生活, 全为宗教所笼罩。 他们相信鬼神能够操纵人的祸福。 所以遇事要占卜。 二、 证据, 应需发现的, 甲骨文, 大多是商人不问鬼神留下来的补词。 二、 文字, 甲骨文。 一、 成熟的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 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不是原始的文字化。 二、 演变成为今日的汉字, 今天的汉字, 就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 三、 科技。 一天文, 以知日时、 月时, 观察一些恒星和行星。 二、 立法。 一、 年月, 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 大月三十日, 小月二十九日, 于日至润月。 二、 天干地支, 用天干和地支来相配祭日, 六十日为一周期, 沿用三千年。 三工艺技术, 铜锡和金的青铜器, 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 Top。 第八章 封建与大一统。 第一节西州的封建社会。 伊州的仙士。 一、 十足, 周人本世霞, 甘一代的古老部落, 相传他们的十足名气, 擅长农耕。 二、 西伯昌, 西伯昌就是周文王, 他秦镇爱名, 周族成为商朝末年西方最强大的诸侯。 二、 武王伐咒。 一、 武王即位, 周文王死后, 子发、 激发, 即位, 侍卫周武王。 二、 伐咒, 周武王起兵讨灭英咒王, 定都于稿。 三周带两次封建。 一、 第一次封建。 一、 十尖, 武王灭周后。 二、 原因, 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 采用安抚的办法。 三分封。 一、 封咒王儿子武根于殷旧都, 继续统治商的移民。 二、 三尖, 分封武王弟弟管书, 蔡书和霍书, 就进尖室, 号称三尖。 四结果, 臣王即位, 周公设阵, 管书, 蔡书联合武根和东方的诸侯叛变。 二、 第二次封建。 一、 时间, 周公东征后。 二、 原因, 巩固周朝的统治, 大型封建。 三分封。 一、 重定封国。 A对象, 周氏的子弟, 亲戚和功臣。 B地点, 黄河下游和淮水流域。 二、 建立东都络绎, 控制东方的根据的。 三、 制定封建体制, 礼乐与宗法制度。 四、 结果, 周人的势力扩张到东方的黄河下游和淮水流域。 三、 封建的意义, 发挥了武装移民的作用, 周人的统治才稳固下来。 四封建制度下的社会与经济。 一、 宗法制度。 一特色。 一、 敌长子继承制。 二、 大宗与小宗之别。 A大宗, 敌长子地位特别高, 叫做大宗。 B小宗, 敌长子以外各之叫做小宗。 二功能, 透过宗法制度, 周人把天下和宗族紧密结合。 二、 社会阶级。 一、 贵族、 天子、 诸侯、 清大夫、 士。 二、 树人、 农民、 工商业。 三、 奴隶、 战俘、 罪犯。 三、 景田制度。 一、 土地分配。 一、 土地公有, 土地权位贵族所有, 分配及农民耕种。 二、 分配方式, 以景为单位, 中间一块叫, 宫田, 周围的八块的叫做, 丝田。 二、 收获的归属。 一、 公田, 八家农民和根, 收获交给贵族。 二、 丝田, 收获各归农民所有, 但需向贵族纳税服役。 第二节春秋战国的变动。 一、 平王冬迁。 一、 犬戎入寇, 西周末期, 幽王宠爱包四, 引起犬戎入寇, 幽王被杀。 诸侯拥立太子平王即位。 二、 平王冬迁。 一、 搞经残破, 又有犬戎威胁。 二、 迁都, 平王迁都洛邑, 史称东周。 三、 东周分歧, 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二、 时代巨变。 一、 政治上。 一、 春秋五霸。 一、 原因, 周平王冬迁后, 周天子的威望遗落千丈, 成为有名无识的共主。 二、 特色, 大国之间的争霸或争盟。 三、 五霸。 A、 其还宫的霸业。 A、 名相, 用管仲卫乡。 B、 对内, 改革内阵, 奖励工商。 C、 对外, 以, 尊王攘仪, 为号召。 B、 春秋五霸, 其还宫和后来的宋香宫、 静文宫、 秦木宫、 楚庄王和称为春秋五霸。 二、 战国七雄。 一、 战国七雄、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秦等七国为战国时代七大强国。 二、 特色。 A、 前号称王, 各国不以诸侯自居, 纷纷前号称王, 周天子地位无足轻重。 B、 军国主义, 各国实行军国主义, 致力富国强兵, 因此冲突时起, 战争平凡。 三、 秦一统天下。 一、 原因。 A、 商鞅变法, 秦孝公重用商鞅卫乡, 推动变法。 A、 奖励根支。 B、 立行法治。 C、 废除景田。 B、 东方六国不能合作抗秦, 六国因厉害冲突, 不仅不能合作抗秦, 反而互相攻占。 2、 结果, 秦王迎政即位, 采取离间策略, 配合军事行动, 十年内一统天下。 2、 社会经济上。 1、 平民崛起。 1、 原因。 A、 封建解体, 贵族没落。 B、 B、 私人讲学兴起, 平民受教育越来越多。 C、 各国竞争激烈, 国家为财适用。 D、 贵族仰视盛行, 有些贵族以, 仰视, 为储备人才, 培养自己势力的手段。 2、 结果, 不依倾向之局, 例如苏晴, 张仪, 范居。 2、 工商业发达。 1、 贵族没落, 工商业者逐渐成为自由经营者。 2、 交通便利, 各国物产互通有无, 经营工商可以致富。 3、 国军提倡, 各国为增加财富, 纷纷提倡工商, 商人地位提高。 第三节秦汉帝国的大议统。 1、 秦始皇的统一措施。 1、 改称皇帝, 君主不称, 王, 改称, 皇帝。 秦王嬴政自称, 始皇帝,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的秦始皇。 2、 重大措施影响中国历史文化深远。 1、 废除封建制度, 实行郡县制度。 1、 内容, 地方官员都有朝廷任免, 可以任意调动。 2、 影响, 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2、 统一文物制度。 1、 内容, 统一全国的文字, 货币, 车轨, 度量横等文物制度。 2、 影响, 有助中国各的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 3、 修迟道, 助长城。 1、 迟道。 而范围, 以咸阳为中心, 修助宽广的迟道。 B、 B、 影响, 有助巩固国防和发展交通。 2、 长城。 长城。 A、 原因, 防御北边的匈奴。 B、 建筑范围, 将战国时代燕, 照, 秦各自修筑的长城连贯起来, 成为西启陵照, 东到辽东的, 万里长城。 2、 西汉时代。 1、 汉高祖建国。 1、 楚汉相争, 秦王后, 经过五年的, 楚汉相争。 2、 结果, 向羽兵败自杀, 平民出身的刘邦即位称帝, 建国浩汉, 建都长安, 是位汉高祖。 2、 汉武帝的新格。 1、 建年号, 汉武帝即位后次年, 建年号建元, 开创帝王建立年号的制度。 2、 独尊如数, 霸触百家。 3、 教育与举才。 1、 教育, 设立太学。 2、 举才, 实行举荐, 孝联, 的选官制度。 4、 严铁酒专卖扩充国家裁员。 3、 王莽改制。 1、 背景。 1、 汉武帝死后, 外戚势力抬头。 2、 西汉末年, 外戚王莽掌权, 笼络如生, 最后篡汉称帝, 改国号位, 兴。 2、 结果, 王莽改制失败, 死于乱兵之中。 4、 东汉时代。 1、 光武中兴。 1、 刘秀复兴汉室。 1、 起兵, 新莽末年, 天下带乱, 汉朝宗室刘秀起兵薛平群雄, 定都洛阳使称, 东汉, 后汉, 有别于建都长安的, 西汉, 前汉。 2、 结果, 刘秀就是东汉光武帝, 汉室政权因他得以复兴, 使称, 光武中兴。 2、 刘秀的施政。 1、 注意力智。 2、 与民修习。 3、 世丰纯美, 刘秀重建太学, 提倡文教, 表彰是人气节。 2、 东汉的衰亡。 1、 外戚专权, 东汉中旗以后, 君主多年又即位, 母后临朝, 重用外戚。 2、 宦官乱政, 皇帝年长, 不干外戚专政, 借助宦官来打击外戚。 3、 朝政日益腐败, 外戚与宦官不断循环斗争, 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是东汉衰亡的主要原因。 5、 秦汉对外发展。 1、 扩大版图中国疆域的基础大致奠定。 1、 北伐匈奴,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经北伐匈奴, 迫使匈奴北迁。 2、 南平南越,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经南平南越。 3、 讨伐朝鲜, 汉武帝派兵讨伐朝鲜, 就地设置郡县。 2、 拓展中西交通。 1、 秦汉时代的西域, 现在的新疆和葱岭以西的地区, 古称西域。 2、 西汉武帝。 1、 使者、 张谦。 2、 影响。 A打开中西商路、 私路, 从长安京敦煌, 西域到大秦, 罗马帝国, 中西商路大通, 中国私之品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运往西方。 B促成中西文化交流, 西域的宗教、 音乐、 绘画、 杂技等都因此传入中国。 三东汉民帝。 1、 诗者、 班超。 2、 影响, 降服西域50多个国家, 进一步拓展中西的交通, 汉潮的声威更为远波。 第四节学术文化的发展。 一百家真名。 1、 时代背景。 伊西州时代, 知识是贵族的专利, 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2、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真名的原因。 1、 封建的解体, 贵族流向民间, 平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 2、 各国竞争激烈, 政治社会失序, 刺激人们寻求解决途径。 2、 各家学说。 一如家。 1、 代表人物, 孔子。 A、 学说中心, 以、 人, 为中心, 人, 是人与人之间同情心真实的流露。 B、 政治观, 统治者应该爱民保民, 以道德教化百姓。 C、 教育观。 A、 最早把学术从贵族阶层带到民间的教育家。 B、 有教无类, 的精神, 广受世人敬仰, 后世尊位, 至圣先师。 2、 战国时代的代表人物, 孟子与荀子。 A、 孟子, 荀子继承孔子的学说, 并加以发扬光大。 B、 孟子与荀子比较。 人物孟子荀子。 人性论性善论性恶论。 基本主张一, 明贵君轻。 2、 减轻赋税, 实行, 人正, 人性本恶, 必须用, 礼, 来节制和教育, 才能克服人性的弱点, 弃恶向善。 目的方法不同, 但君教人为善。 2、 道家。 1、 代表人物。 A、 老子, 主张清静无畏, 顺其自然。 B、 庄子, 用预言故事解说人生哲理, 把自然思想和个人生活结合, 使老子的学说更发扬光大。 2、 贡献, 老庄思想对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贡献。 3、 墨家。 1、 代表人物, 墨子。 2、 学说, 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 人们应以追求天下人最大的利益为目标。 A、 奸爱, 对人的关爱不要有差别。 B、 非功, 反对战争, 认为任何战争对胜败双方都不利。 4、 法家。 1、 代表人物, 含飞子。 2、 学说, 而法术是并用, 用刑罚, 权术和威势来操纵城下, 控制人民。 逼特众君主利益, 以君主利益为出发点, 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 3、 共同点, 这些学说的基本关怀都在建立新的政治社会秩序。 2、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1、 秦始皇焚书坑儒。 1、 1、 统一思想, 秦始皇不只要统一天下文物、制度, 也要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2、 焚书, 李斯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禁止私人讲学和议论施政。 3、 坑儒, 秦始皇严惩诽谤他的人, 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多个儒生。 2、 影响。 1、 学术思想的自由大受打击。 2、 古代许多典籍失传。 2、 汉武帝独尊儒术。 1、 背景, 西汉初年, 崇尚皇老学说, 但其他各家并行不废。 2、 方法, 汉武帝即位, 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 1、 中央设官, 汉武帝在中央设五金博士。 2、 任官, 全国各的的优秀青年, 跟随五金博士学习, 成绩优异的任命为官。 3、 意义。 1、 奠定儒家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年学术思想的主流。 2、 中国在文化和思想上趋向统一。 3、 经学与史学。 1、 经学。 1、 经学受打压, 情史黄焚书, 使古代典籍遭受空前浩劫。 2、 汉代经学发达, 汉出古历献书, 汉武帝独尊如术, 武经成为世人必读之书, 因此经学特别发达。 2、 史学。 1、 伊斯玛迁。 1、 诗代, 汉武帝。 2、 史书, 史记。 3、 内容, 从皇帝到汉初的通史。 4、 特色, 首创纪传体史书体力。 2、 班固。 1、 诗代, 东汉。 2、 史书, 汉书。 3、 内容, 西汉一代的历史。 4、 特色, 中国第一不完整的断带史。 4、 科技成就。 1、 天文。 1、 代表性科学家, 东汉的张横。 2、 贡献。 1、 魂天仪, 用以推算天体的运行。 2、 地动仪, 能够测定地震的方向。 2、 医学, 中国的传统医学体系, 到秦汉时期逐渐确立。 1、 西汉, 纯于义为代表, 致病对症下药, 兼用针灸。 2、 东汉。 1、 张基, 有医圣之称。 2、 华陀, 擅长外科手术, 以医术高超文明于世。 3、 造纸术。 1、 制造者, 东汉时代的宦官菜轮综合前人的经验。 2、 二材料, 用树皮, 破布, 与网为原料造纸, 后世称为, 彩猴纸。 3、 影响, 书写材料的进步, 加速了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 世话时代的重要成就。 TOP 第九章分裂与再统一。 第一节为进南北朝的分和。 一、政治上分多于和。 一、分、三国鼎立。 一、背景。 一、 曹操的兴起, 汉墨群雄割据, 曹操携持汉献帝, 掌握大权, 消灭地方割据势力, 统一北方。 二、 赤壁之战, 孙权与刘备联军大败曹操, 曹操退回北方, 三分天下的局势形成。 二、三国时代。 建立着国号定都。 曹批卫、曹卫、洛阳。 刘备汉、蜀汉、成都。 孙权吾、东吾、孙吾、建业。 二、和、西境的短暂统一。 一统一。 一、 曹魏灭蜀汉, 曹魏末年,蜀汉被灭。 二、 西境的建立, 司马严窜位, 建立晋朝。 三、 西境灭东吾, 西境灭东吾, 天下统一。 二、五湖乱华。 一、 五湖、匈奴、鲜卑、低、枪、劫。 二、 五湖的内袭。 A、 A、汉初, 北方的游牧民族。 B、 西汉中叶, 塞外部族陆续迁入中国边地。 C、 西境初年, 内袭的部族更多, 更复杂。 三、 五湖的建国。 A、 永家之祸。 A、 原因, 西境末年, 匈奴人流冤起兵称帝。 B、 灭西境, 匈奴人攻陷洛阳, 静怀帝被俘, 史称, 永家之祸。 B、 五湖纷纷建国, 其他湖人纷纷建国, 行程长达一百多年的, 五湖十六国, 局面, 史称, 五湖乱华。 三、 分, 南北对立。 一、 五湖十六国与东晋对立。 一、 南方, 狼邪王司马瑞在建康即位, 史称东晋。 二、 北方, 五湖十六国混乱局面。 二、 南北朝对峙。 一、 南朝, A、 A、 刘玉窜东晋, 刘玉建立宋, 开始历史上的南朝。 B、 南朝四代, 南朝立宋, 其、 梁、 臣四代, 均建都建康。 C、 控制范围, 南朝国势较弱, 大都只能控制长江下游一带。 二、 北朝。 A、 北魏统一北方, 五湖十六国混乱局面, 最后被先卑族建立的北魏所统一。 B、 南北对峙, 北魏与南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四、 和, 随的统一随文帝开皇九年, 随灭成, 南北统一, 结束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 二、 社会文化上, 民族文化大融合。 一、 北方, 民族融合。 一、 民族交流频繁。 一、 原因, 长期战乱, 北方各族交流频繁, 民族不断混合。 二、 结果, 北方游牧民族为汉族注入许多心血, 日后随唐帝国就是奠基于此。 二、 提倡汉化五湖君主多提倡汉化。 一、 汉化最深的民族, 鲜卑族。 二、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A、 内容。 A、 迁都洛阳, 孝文帝为了减少保守派贵族的阻力, 将首都由平臣迁到洛阳。 B、 进穿胡服, 改穿汉服。 C、 进说胡语, 改说汉语。 D、 改用汉姓, 例如拓跋式改为元。 E、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 B、 影响。 A、 维护鲜卑贵族的优越地位。 B、 胡汉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 加速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 2、 南方, 文化融合。 1、 南渡前, 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少数民族, 古时统称位, 百越, 语言文化本来和中原不同。 2、 南渡后, 西境灭亡后, 北方世人大举南渡, 不仅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 华南当地的民族与文化也逐渐与汉文化融为一体。 第二节动荡时代的宗教与社会。 1、 宗教。 1、 佛教圣行。 1、 起源, 佛教是外来宗教, 起源于古印度。 2、 传入中国, 西汉末年, 由西域传入中国。 3、 三流传情形。 1、 汉代。 A、 尚未普及, 当时佛教只有少数人信仰。 B、 东汉明帝。 A、 浅使求法, 派浅使者到西域求佛法。 B、 建四义经, 洛阳城外新建百玛寺, 请天竺, 印度, 高增翻译佛经。 2、 魏晋南北朝时代, 大魏昌盛。 A、 昌盛原因。 A、 政局动荡, 宗教信仰成为乱世中的精神寄托。 B、 帝王提倡。 C、 佛教翻译。 B、 昌盛情况。 A、 皇帝独信, 南北朝许多皇帝独信, 两五帝的好佛, 史上少见。 B、 世代符和平民信佛非常普遍。 C、 佛四遍及南北, 佛教建筑与石窟艺术大放异彩。 2、 道教发展。 1、 起源,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源于先秦的民间信仰和求先方术。 2、 发展情况。 1、 东汉末年, 盛行河北, 四川地区的五豆米道。 2、 魏晋之计, 五豆米道势力大盛, 迁道江西龙湖山, 改称天师道。 3、 南北朝时代, 道教信徒由民间扩及统治阶层, 帝王, 是代符信道的越来越多。 2、 社会。 1、 清坦与玄学。 1、 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代, 如学衰为, 是代符盛行清坦与玄学。 2、 清坦性智, 抛开现实, 专讲玄理的谈论。 3、 代表人物, 曹魏时代的和雁和王币。 4、 新圣原因, 政治腐败, 是人为逃避现实, 分以谈玄论理为寄托。 5、 流碧, 清坦之风大盛, 是代符行为愈来愈放纵不羁。 2、 氏族的鼎盛。 1、 起因。 1、 汉代, 朝廷以经学取士儒者以经学传家书相适加多的上选日九行成名门大族, 即氏族, 又称门帝。 2、 魏晋时代, 曹魏政府实施九品官人法, 周郡人才的评选, 指重家事, 造成,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氏族, 的现象。 2、 结果, 西境灭亡后, 政局动荡, 氏族有九品官人法和皇室的维护, 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仍能持续不衰。 3、 江南的开发。 一、六朝, 孙吴, 东晋, 宋, 齐, 梁, 臣都建都于建康, 合称, 六朝。 2、 六朝的贡献, 六朝对江南的开发, 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贡献。 第三节随唐帝国的统一。 一、 随朝的统一与建设。 一、 随的建立与统一。 一建立, 北周末年, 君主年幼, 外戚扬间专制朝政, 进而篡位自立, 改国号随, 是位随文帝。 二统一, 随文帝派军南下灭臣, 完成中国的统一。 三至四, 随文帝崇尚节俭, 秦正爱明, 在位二十多年, 名声复述, 政治安定, 史称, 开皇之志。 二、 建设。 一、 营建兴兜。 陈明建成皇帝建成元一, 大兴随文帝长安九城狭小, 洛阳随样帝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 二、 设立粮仓, 随文帝设立。 一、 官仓, 供应官府使用。 二、 一仓, 各州自治, 被栽荒之需。 三、 开凿运河。 一、 广通渠, 随文帝开凿, 使长安与黄河衔接。 二、 永济渠, 通济渠, 寒沟, 江南河, 随样帝凿通。 三、 贡献。 这些运河的交通南北的交通干线。 比江南物资得以便捷的运捕金师, 成为维系随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三、 随样帝暴政亡国。 一号损民力, 大兴土木, 建公院, 驻运河, 严重耗损民力。 二、 磕睡众议, 屡次巡游江都, 江苏扬州, 三度征伐高丽, 人民饱受磕睡众议之苦, 终于激起各的的反抗。 二、 唐朝的盛世与衰弱。 一、 建立, 随末, 太元留守里渊起兵, 恭敬长安, 称帝自立, 是卫唐高祖。 二、 盛世, 从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唐玄宗, 开元之治, 的一百多年间, 是唐朝的极盛时期。 一、 唐太宗。 一、 虚心那剑, 剑于随王教训, 晴于正式, 流心力志。 二、 知人善任, 房玄陵, 杜如慧, 魏真, 都能各展所长。 三、 贞观之治, 在魏二十多年, 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富裕, 史称, 贞观之治。 四、 东亚盟主, 贞观四年, 西元六百三十年, 唐灭东突厥, 西北各族纷纷归顺, 并向太宗上, 天克汗, 称号, 成为当时东亚的国际盟主。 二、 唐高宗, 晚年多病, 皇后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 三、 武则天。 一、 称帝, 代唐自立, 改国号魏州, 在魏十六年,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二、 提拔新人, 继太宗政策, 重视科举, 已尽是科考式提拔新人, 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 四、 唐玄宗, 前其英明有位, 畅行节俭,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 政治安定, 经济繁荣, 史称, 开源之治。 三、 终衰, 安史之乱。 一、 一、 唐玄宗后期, 生活娇奢, 宠爱杨贵妃, 放纵亲信专权贪污, 败坏朝政。 二、 胡江叛变, 唐玄宗天保十四年, 西元七百五十五年, 胡仁杰渡史安陆山和部将史思明等, 从泛阳起兵叛变。 二、 经过。 一、 洛阳, 长安相继沦陷, 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 太子北走陵五即位, 侍卫唐宿宗。 二、 在名将郭子乙等人效力下, 经过八年乱世终于平定。 三、 影响。 一、 北方饱受摧残, 人口锐减。 二、 为唐朝后期的藩政割据和宦官乱政埋下祸根。 三、 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 四、 灭亡。 一、 皇朝之乱, 唐朝末年, 爆发了皇朝之乱, 烽火遍及大江南北, 全国骚动。 二、 朱温篡位, 皇朝祥将朱温因平乱有功, 被任命为节度使, 四名全宗。 最后, 朱温篡位自立, 唐王。 三、 五代十国。 一、 五代十国, 介于唐代与北宋之间。 一、 五代, 唐朝灭亡后, 皇和刘豫先后为后梁, 十六年, 后唐, 十三年, 后晋, 十一年, 后汉, 四年, 后周, 十年, 所统治, 和称, 五代。 二、 十国, 南方各地与北方的山西, 则先后出现十个歌剧政权, 总称, 十国。 二、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是唐代中叶以后翻证歌剧的延续和扩大。 第四节大唐文化及其远备。 一、 大唐文化的特色。 一、 兼容并序。 一、 与外族接触平凡, 圣唐时代, 边疆民族与外国人大量移居中国, 不同民族的接触非常平凡, 唐朝却能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因此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兼容并蓄, 成唐代社会特色。 二、 深染湖峰, 尤其是西域文化的影响。 一、 国际贸易发达, 湖商云集。 一、 长安、 洛阳、 广州等大臣, 都是商旅福凑的都会。 二、 京师长安由魏繁荣, 不仅是帝国的核心, 也是文明世界的都市。 二、 湖峰盛行情形。 一、 城里有很多西域人开的商店和酒店, 湖石、 湖乐、 湖舞非常盛行。 二、 服饰方面, 短衣窄袖的湖服和多彩多姿的湖装, 深受贵族侍女的喜爱, 而, 汉带湖帽, 湖带汉帽, 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二、 大唐文化的远备。 一、 原因。 一对外交通发达, 可分为陆路与海陆。 一、 陆路、 京西域, 到达中亚与天竹。 二、 海陆。 A、 以广州为主要港口, 可到中南半岛及波斯湾等地。 B、 从辽东半岛或东南沿海航行, 可达朝鲜、 日本等国。 二、 中国地处亚洲中心, 当时外国使臣、 商人、 留学生往来频繁,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 二、 中西文化交流。 依中国文物西传。 一、 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 因唐玄宗年间的达罗斯之意, 由于大使人、阿拉伯人、西传, 有助西方文化的发展。 二、 丝卷、瓷器、 深受欧人欢迎。 二、 西方文物输入中国。 一、 宗教。 A、 西洋的景教、 回教、 摩尼教都于唐代传入。 B、 以佛教在唐代达于极慎并中国画, 玄奘自天竺取经回国后, 积极一经, 对中印文化的交流, 贡献尤大。 二、 建筑、 建筑、 雕刻、 绘画都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 三、 东亚的唐画。 一、 日本。 一、 浅使来华。 A自随朝开始, 不断派浅使接到中国。 唐代、 日本、 浅唐使, 的规模更大。 B随, 浅唐使, 来华的留学生和学问森, 对唐朝文化东传日本, 影响更深。 二、 大化革新, 日本校的天皇推动, 以唐代律令, 制度为蓝本, 其实就是唐画运动。 三、 仿汉字, 日本文字的, 骗甲明, 即采取汉字凯书偏旁而来, 凭甲明, 则是模仿汉字草书制成。 四、 日本的佛教、 书法、 饮茶风气也都来自中国。 二、 新罗。 一、 新罗是朝鲜半岛的大国, 唐画非常彻底。 二、 学习内容, 中国的文字, 立法, 儒学, 佛教。 三安史之乱后, 日本与新罗人不断吸收中国文化。 TOP 第十章多民族的竞争与融合。 第一节宋辽经的相侦, 一、 宋代的强干弱之政策。 一、 原因。 一、 宋代开国君主赵匡应元氏晋军统帅, 因臣乔兵便被拥立被拥立为皇帝, 侍卫宋太祖。 二、 宋太祖建于唐末以来藩政割据和进军将领专恨之害, 主以强干弱之, 为基本国策。 二、 方法。 一、 军事上, 集权中央。 一、 收掌进军兵权。 二、 消夺藩政权利。 二、 政治上, 行文人政治。 一、 礼遇文事。 二、 严禁武人干政。 三、 优点。 一、 军事上, 解决唐末以来藩政割据和将领专善的问题。 二、 政治上, 得以维持安定, 在当时不失位就实良策。 四、 缺点。 后继者莫守成规, 不能因实质疑, 终致无法应付强敌环伺的局面。 二、 北宋前期的外患, 聊、 西夏。 一、 聊。 一、 兴起。 一、 种族, 聊为契丹族所建。 二、 建国, 五代初年, 契丹开始建国, 并任用汉人制定典章制度, 创立文字。 三、 强大, 耶律得光在魏时, 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地, 改国号为辽, 成中国北方最强大的国家。 二、 交战。 一、 辽未报复赴尔南下, 宋太宗时, 曾大举功辽, 两次都战败。 真宗时, 辽举兵南清, 直逼禅州。 二、 宋真宗清真, 宰相扣准利劝真宗清真, 真宗清抵禅州, 宋军士气大阵, 击退辽军前锋, 宋辽延河。 三、 一和。 一、 定禅渊之盟。 A两国以白沟河, 金河北巨马河, 未解。 B宋每年给辽许多银, 卷。 二、 一一。 A首开宋以, 碎壁, 屈辱求和的先例。 B此后宋辽维持一百多年的和平。 二、 西夏。 一兴起。 一。 种族, 西夏是党向人所建立的国家。 二。 宋出, 国力建墙。 二交战, 宋人宗时, 西夏赵元浩改称皇帝, 寇扰西北边疆。 三一和。 一。 求和之音, 战争时宋下贸易中断, 西夏人民日常所需的茶, 仿制品十分缺乏, 民心厌战, 赵元浩终于向宋称臣求和。 二。 结果, 宋人宗人每年赐给财物, 并重新开放严编贸易。 三王安石变法。 一。 变法之音。 一。 受困外患, 宋自立国以后, 常年受困于辽与西夏, 肌弱不振, 财政困窘。 二。 世代府求变, 世代府有感于时事监为, 主张变法为新。 二。 目标, 富国强兵。 三。 失败原因。 依王安石为人固执, 新法虽多能切众实弊, 但王安石刚毕自用, 不得人和。 二。 手旧派反对, 新政受到司马光等有名望的大臣反对, 朝臣逐渐形成, 旧党, 与, 新党, 相互倾压。 四。 影响, 宋神宗死后, 党真越演越烈, 使北宋末年的政治更加恶化。 四。 北宋后其外患, 经。 一。 建国。 一。 成属于辽, 经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 五代时, 女真族成属于辽。 二。 判辽灭辽, 北宋末年, 女真首领完颜阿谷打盼辽称帝, 建国浩金, 灭辽清宋。 二。 灭北宋。 一。 靖康之祸, 宋清宗靖康二年, 经兵南下, 攻陷汴京, 辉, 清二帝被掳, 使称, 靖康之祸。 二南宋建立, 北宋灭王后, 宋陈雍立清宗之地位帝, 是位宋高宗, 史称之后的宋朝位南宋。 三。 清南宋。 一片安之局, 宋高宗一昧必乱, 行臣偏安, 宋高宗心存恐惧, 一昧必乱。 等到精兵北走, 局势稍微安定下来, 高宗及正式定都临安, 杭州, 形成偏安的局面。 二。 抗精明将岳飞被害。 一。 勇猛善战, 岳飞率领的, 岳家军, 吕拜精兵, 游位勇猛善战。 二。 惨遭杀害, 宋高宗和宰相秦慧急于求和, 岳飞被迫停止北伐, 不久即以, 莫须有, 的罪名杀害。 三。 南宋丧权辱国, 岳飞死后, 南宋与金定利多次合约, 每次丧权辱国的程度, 都比北宋更甚。 四。 两败俱伤, 蒙古决心于墨北, 西夏与金香祭被灭, 南宋亦为蒙古所亡。 第二。 结缘帝国的盛衰。 一。 蒙古的崛起和西珍。 一。 崛起。 一出陈属经, 十二世纪的北亚, 以女真人建立的经朝势力最强, 蒙古族也曾受其统治。 二。 叛经建国, 南宋中叶, 十三世纪初, 铁木真统一诸部, 建蒙古国, 各部落首领称他为臣吉斯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太祖。 二。 向外扩张。 一方向, 积吉向西吉向南扩张。 二。 西珍的大汉, 臣吉斯汗和继位的窝阔台汉, 蒙哥汉。 三。 珍福之地, 西夏、 京朝等四十多个国家。 四。 结果, 于珍福地区建立了四大汉国, 与蒙古本土连成一个横跨欧, 亚两州的大帝国。 三。 蒙古西珍的影响。 一。 负面, 蒙古骑兵威正欧, 亚, 许多城市成为废墟, 欧人曾以, 黄祸, 称之。 二。 正面。 一。 西方的天文, 一要传入中国。 二。 中国的火药, 纸壁, 活字印刷传入欧洲。 二。 元朝的建立。 一。 忽必烈即位, 蒙哥汉死后, 蒙古陷入内乱。 最后忽必烈自立位汉, 定都大都, 京北京市, 国号元, 侍卫元氏族。 二。 灭南宋, 元氏祖治元十三年, 西元一二七六年, 蒙古大军南下, 攻陷临安。 宋臣继续抗援, 最后崖山, 广东新会, 一战, 宋军溃败, 南宋王。 三。 忽必烈灭宋的意义。 一。 统一中国, 结束了唐末以来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二。 元朝将域辽阔, 超过汉、 唐。 三。 元朝的统治与衰亡。 一。 元朝的统治。 一用汉室, 汉治, 元氏祖也是很有政治建树的君主, 灭宋以前集重用汉族世人, 仿汉治建年号, 并以汉法治理汉的, 因而赢得汉臣的拥戴。 二。 继续对外用兵, 包括伐高丽, 真日本, 并大理, 云南, 帝国身为大政。 二。 种族歧视, 元氏祖的一大失策。 一。 蒙古人又称国人政权的主体是蒙古贵族, 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 都由他们担任。 二。 瑟穆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常与理财, 多任财政, 负义等要职。 三。 汉人包括原来受经朝统治的汉人, 契丹人, 女真人无论在政治, 法律或科举考试方面, 都备受歧视。 四。 男人包括江南的汉人和其他各族。 第三节传统文化的更新。 一。 儒学的复兴。 一。 儒学曾一度衰微, 未尽以后, 玄学与佛学盛行, 儒家地位不在独尊。 二。 儒学的复兴。 一。 南宋。 一。 南宋珠希将理学发展成更有系统的思想体系。 二。 珠希将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合称, 四书。 三。 南宋以后, 四书为世人所必读。 二。 影响。 一。 元代开始, 以珠希所折的, 四书集注, 为科举考试的定本。 二。 理学家强调品德修养, 导致宋元以后鸣结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影响游位深远。 二。 科技的成就。 一。 宋元科技成就的意义。 一。 宋元时代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 科学家辈出。 二。 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三大发明有化时代的进展。 二。 代表性科学家。 一。 北宋的审阔。 一。 这有, 孟希笔潭, 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 书中记载他研究科技的心得, 对天文立法造诣游深。 二。 孟希笔潭, 书中还有当时医药, 地理, 印刷等科技发展的中石记录, 十分珍贵。 二元代的锅手镜。 一。 制造多种天文仪器, 对促进天文观测的进步, 贡献很大。 二。 他所制定的, 受实力, 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一部立法, 充分反映宋元天文立法的高度发展。 三。 三大发明。 一火药与火器。 一。 唐末, 以有战争中使用火药剑的记载。 二。 北宋末年, 李刚曾使用霹雳炮等火器抵抗惊人。 三。 惊灭北宋后, 接管汴京的火器工厂。 后来, 惊人也使用震天雷一类的火炮抵抗蒙古。 二。 印刷术。 一。 雕板印刷。 A. 始于唐代, 到两宋达于吉盛。 B. 宋人刻印书籍, 重视刻工与教对, 字体美, 错误少, 纸墨装定也很讲究, 因此宋版书特别珍贵。 二。 活字版印刷。 A. 宋人宗时, B. 生发明活字版印刷术, 手用焦泥制成活字排印。 B. 原代王真静而制成木活字, 并创造轮转排字盘, 既审时又方便。 三。 指南针。 一。 起源, 战国时代的思南, 被认为是指南针的始祖。 二。 宋代, 由于人工瓷画法的发明, 瓷针装置技术进步, 指南针开始运用于海上导航, 宋元时其航海事业因此达于极盛。 三史学成九。 一。 宋代史书体材的创新, 长篇史者的丰富都超越汉、唐。 二。 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史者是司马光编撰的资质通鉴。 一包罗战国至五代之间的史事。 二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三教材丰富, 考定严谨。 第四节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科举与教育。 一、科举。 一宋代科举完备原因。 一。 宋代仲文清五, 讲业函事, 以科举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二。 科举制度始于随, 却立于唐, 至北宋而大辈。 二。 平民入世机会多。 一。 宋代科举特重进世科, 但录取名额比唐代高出好几倍, 而且一经录取, 即可受官, 因此平民入世的机会更多。 二。 影响, 不仅塑造了宋代别具一格低市代府文化, 也逐渐形成,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价值观念。 二。 教育, 有官学和书院两大系统。 一。 官学, 官府所设的学校, 以经师的太学座受重视。 二。 书院。 一。 私人讲学的学服。 二。 自定教材与讲规, 学风比较自由。 三。 两宋私人讲学风气大盛, 书院特别发达。 二。 商业与货币。 一。 商业, 宋元时期, 国内商业与海外贸易 都非常发达。 都非常发达。 一。 国内商业。 一。 城市, 城市, 宋代汴京, 临安, 城都等大城, 内外店铺林立, 市况繁盛。 二。 农村, 由定期市集发展成的城镇不断增加。 商业活动也非常热组。 二。 海外贸易。 一。 在杭州、泉州、广州等主要港口, 宋元都设有市伯斯加以管理。 二。 市伯所得税收已是国库的重要收入。 二。 货币。 一。 宋元时代有流通铜钱等金属货币。 二。 宋代还出现了纸币。 朝代纸币名称发行概况期限。 北宋交子北宋真宗时, 四川商人发行, 是中国史上最早的纸币限期使用。 与其作废。 南宋惠子流通更广, 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 元代宝超友, 伪造者, 处死的字样不必定期兑换。 三。 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 一。 市房分离到市房合一。 一。 唐代及其之前, 市房分离。 一。 城市以政治中心为多, 城市有、房、有、市、房市住宅区、市市商业区。 二。 商业区有营业时间限制, 市的出入和商店的营业时间都由政府设限管理。 二。 宋代以后, 市房合一。 市房合一。 市房合一, 房市分离的城市形态, 由于商业日益繁荣, 越来越不易维持。 二。 不受时间限制, 北宋汴京、南宋灵安的夜市, 即因房市致废除而兴旺。 二。 城市生活。 一。 北宋汴京, 据宋人张泽端所会的, 清明上河图, 可知。 一。 饮宴之丰盛行, 城内外有许多茶坊, 小吃店, 摊饭, 还有豪华的大型酒楼, 称为, 正店, 饮食之丰盛行。 二。 货品应有尽有, 城里大街小巷, 各种店铺伶俐, 世上货品, 应有尽有。 三。 记忆表演非常热闹, 瓦子里, 演出杂剧, 皮影戏, 说书, 非常热闹。 四。 夜市兴隆, 夜市更是直至三根, 深意兴隆。 二南宋灵安, 元朝大都, 人烟稠密, 西来攘往, 展现多采多姿的城市生活。 TOP。 第十一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荣光。 第一节, 明朝的内政。 伊明朝的建立与开国的重要措施。 一, 明朝的建立。 伊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 出生平农家庭, 后加入返元阵营, 转战各地, 重用流基, 逐渐占有江淮流域。 二元顺帝制正二十八年, 一三六八年, 朱元璋在应天, 京南京市, 即位称帝, 国号明, 建元洪武, 是位明太祖。 二, 开国的重要措施。 伊善政, 明太祖出身民间, 对袁茉莉政腐败, 民生困苦, 了解很深, 即位后推动一些心力除弊的措施。 一, 政治方面, 严惩贪官污吏, 整翅励志。 二, 经济方面, 清查户口和耕地, 新修水利, 移民。 三, 文教方面, 广设学校, 重视人才培育, 提倡伦理教化。 结果, 使经济迅速恢复, 明初政治也颇为清明。 二, 恶政, 明太祖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根基, 有些措施留下不少后患。 一, 废丞相, 及国家大权于一身。 二, 杀戮功臣, 履兴大狱。 三, 凌辱世人, 使用庭障, 施行文字语。 四, 分封诸子为王。 结果, 一, 使君主专制变本加厉, 宋代忧理世人的精神, 至此荡然无存。 二, 分封诸子导致日后骨肉相残, 也衍生不少内政问题。 二, 二名臣祖。 一, 靖南之变。 一, 起因, 惠帝消翻。 明太祖死后, 皇太孙继位, 侍卫惠帝。 因朱王做大, 惠帝接受大臣的建议, 进行消翻。 二, 结果, 燕王朱立起兵南下, 号称靖南, 最后攻陷南京自立, 是魏明臣祖。 使称靖南之变。 二, 迁都北京。 一, 背景, 北京是明臣祖的封地。 二, 补强措施。 一, 疏通大运河, 燕王即位后, 一方面迎建北京城, 一方面疏通大运河, 不久迁都北京。 二, 修筑长城, 加强北方边防。 三, 镇和下西洋。 一, 申平, 镇和是云南回族人, 靖南之一时, 因公赐姓正, 深受陈祖信任。 二, 下西洋时间, 陈祖至宣宗年间。 三次数, 七次。 四行宗范围, 遍及南洋, 印度洋一带, 最远更及于非洲东岸。 五亿亿。 一, 明帝国的声威远播。 二, 促进中外交流。 三, 激起国人向海外发展的兴趣, 奠定日后华侨在东南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明代中期, 张居正的改革。 一, 张居正改革, 明神宗初年, 大学是张居正当政, 在政治、 经济、 国防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 政治上, 言行考核, 整治立志。 二, 经济上, 丈良田母, 实行一条边法, 将利益与田父合并, 按母阵营。 三国防上, 战守监师, 以明将七纪光等人镇守北疆, 边境赖以安宁。 二, 结果, 这些改革使明朝一度恢复清明安定, 可惜他死后遭抄家夺决。 改革后继无人。 四明代后期, 明辨而亡。 一, 流寇起因, 明末辖西发生大饥荒, 边防军也因欠响而滑变。 灾民与鸡兵结合, 到处劫掠, 形成多股流寇。 二, 首领, 以李自成, 张献忠势力最强。 三, 结果, 崇祯十七年, 一六四四年, 李自成功献北京, 明思宗自义逊国, 明王。 第二, 杰康庸甘盛世, 一清朝入关前的发展, 从后京到满清。 一后京国, 明神宗时, 建州女贞的酬长努尔哈赤统一诸部, 建国号京。 二, 满清,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 改国号魏清, 是魏清太宗, 并改足名为满洲。 二, 满清的入关与统一。 一, 满清得以入关之音。 一名思宗勿杀元重唤, 自毁长城, 思宗多疑, 听信禅言将辽东名将元重唤下狱处死, 等到流寇大起, 明君父被受敌, 关外重镇一一失守, 最后只得退守山海关。 二, 吴山贵引兵入关, 因爱妾成元元被李自成部将所夺, 愤而降清, 并引清兵入关。 李自成败逃被杀。 二, 统一中国的步骤。 一, 利用明祥将逐一攻灭流寇与南明势力。 二, 亲圣祖康熙年间, 先后平定三番之乱级攻克台湾, 完成统一。 三康勇敢的政绩与治术。 一, 施政风格。 皇帝年号施政风格共同政策。 圣祖康熙宽人, 留心民间及苦疑。 积极吸收汉文化。 二, 秦于政势, 致力于奖励农丧, 新修水利, 严臣贪污。 三, 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到乾隆年间, 国势更达于极盛。 世宗雍正严峻, 善于御下。 高宗乾隆哲忠于刚柔之间, 特别推崇圣祖的施政。 二, 成功的关键, 怀柔与高压并级。 一, 依怀柔政策。 一, 礼藏民司踪地后, 表扬训国民臣。 二, 开科取士。 三, 以奖励学术为民, 广征明朝以老参与编撰, 明史, 四库全书, 等。 二, 高压手段。 一, 屠杀各地抗亲人士。 二, 逼迫汉人制法流变。 三, 严禁立盟结社。 四, 吕欣文自愈。 三, 结果。 一, 汉人士大夫多为其所用。 二, 满清以边将民族入主中国, 康永甘胜市长达清朝国做的二分之一文制武功都可辟美汉、唐, 浅见他们的统治方式, 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高明许多。 第三节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一, 农业的发展。 一, 积极推广早收到。 一, 社会安定日久, 人口不断增加。 二, 农业技术无重大突破, 明清两代一方面移民肯荒, 一方面积极推广早收到, 疏解不少人口压力。 三, 美洲新作物之引进。 原产美洲的番薯、 玉鼠鼠、 花生、 马铃鼠等新作物陆续传入中国。 一, 使许多不移种道的地区得以开发。 二, 扩大国人食物来源。 三, 其中番薯的推广由未迅速到清朝中叶, 已成重要的粮食作物。 二, 工商业的繁荣。 一, 促使商人集团的兴起。 一, 山西商人、 辉州商人闻名全国。 二, 他们在各大城市陆续建立会馆, 以为同乡的官、 商、 士生寄宿联络之所, 形成地区性的商帮。 二, 都市显著的发展。 一, 有商旅云集的大都会, 山东的林青, 江浙的扬州, 杭州。 二, 兴起许多手工业发达的专业市政, 如 一, 江苏盛泽镇及以免之夜闻名全国。 二, 江西景德镇以瓷器明满中外, 有, 四十雷电镇, 之称。 三, 社会结构的八股取势。 一, 科举形成社会上低事, 树之分。 一形成之音, 明清两代, 选任人才人以科举为主。 科举分相识, 会识, 电视三阶段, 通过考试的举人, 进士, 不仅可以认官, 还享有负义, 司法上的种种特权。 二, 世数区别, 在科举制度下, 拥有公民的世人与官员形成士身阶级, 身份地位, 生活一致与庶民有很大区别。 二, 八股文的僵化, 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 一, 八股文之僵化。 一, 命题, 限于四书, 五经。 二, 格式, 严格规定应试文章的格式, 遵照指定著书论说, 俗称, 八股文。 二, 不良影响。 一, 读书投机, 读书投机, 梁影响。 四, 文艺与科技。 一, 文学, 明清文学以小说成就最高。 一, 明代, 三国演义, 水湖传, 西游记。 二, 清代, 《红楼梦》, 聊斋志意。 二, 科技。 一理石针。 一, 著作, 本草纲目。 二, 内容, 修正许多医药典籍的错误, 详细记载各种药物, 药方, 有插图可供辨认。 二, 送印星。 一, 著作, 天公开悟。 二, 内容, 记载各种农业和手工艺技术, 并附图说明, 是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集大成之作。 第四节静代前夕中西的初会。 一, 中西贸易的初展。 一, 明代。 一, 葡萄牙。 一, 十六世纪初抵越江口, 是欧人第一次由海陆直达中国。 二, 具有澳门, 座位发展东方贸易的据点。 A, 一面从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 B, 一面经营澳门与日本之间的丝绸贸易。 三, 葡萄牙人是明末南方沿海一带最活跃的外国商人。 二, 西班牙。 一, 与中国间接贸易。 由于仆人已先具有澳门, 西班牙无法如愿与中国直接贸易。 他们已殖民的菲律宾为中间斩。 而, 海上丝路贸易, 在菲律宾展开中国与西属美洲之间的私货贸易。 经由这条横渡太平洋的海上丝路, 中国的丝绸运往美洲, 美洲的白银也不断流入中国。 三, 荷兰, 英国, 明末, 河, 西相继东来, 势力健强, 西, 蒲对华贸易很受影响。 二, 清代。 一, 清廷力行海境, 中西贸易陷入停顿状态。 二, 清康熙二十三年, 一六八四年, 解除海境以后, 中外贸易财后恢复。 二, 耶稣会教士来华。 一, 耶稣会。 一, 西洋人来华除仆, 西等国商人, 还有天主教的传教士, 其中以耶稣会位最重要。 二, 得世代福友谊之因。 一, 耶稣会教士大都有良好的学养。 二, 对中国文化也相当尊重, 允许中国教徒纪孔四祖, 因而赢得不少世代福的友谊。 二, 著名传教士, 伊利玛窦。 一, 影响最大, 意大利人, 是来华影响最大的传教士。 二, 明神宗宗召建, 立马窦在明神宗时抵达中国, 几年后得到神宗召建, 特许他在北京设立教堂传教。 三, 结交大臣, 明朝大臣徐光启, 李之早都和他结为之交。 二, 倘若望, 南淮人, 也都深得明清君主的赏识, 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启重要的一页。 三西洋科技的输入。 一, 由来, 明清之际, 耶稣会教士以西学为传教媒介, 不少西方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 二, 主要的西学。 依天文历法, 清初, 汤若望, 南淮人先后主掌清天坚, 制定实现力, 并为清朝制造一座天文台, 制造许多天文仪器。 二, 数学。 一, 传入欧基里得的几何学和三角学。 二,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 徐光启合义, 几何原本, 是来华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三地理学。 一, 利玛窦介绍, 万国渔图, 国人史之的原籍五大洲之说。 二, 清圣祖命教士赴各地测量, 汇晨, 黄渔全懒图。 是第一部有经违线的中国地图。 四, 火器。 一, 明末抵抗满清, 曾请汤若望制造大炮。 二, 清圣祖请南淮人造西式炮冲, 对付三藩之乱。 四, 中国文物西传。 一, 中国典籍, 立马豆江四书, 五经, 道德经, 等中国典籍译成拉丁文, 受欧洲学者的重视。 二, 中国绘画艺术, 西传后, 欧洲兴起标榜中国趣味的艺术运动。 三, 中国的庭园建筑, 瓷器、 漆器, 也深受欧人的喜好, 引起欧洲一片, 木华, 之风。 TOP, 二章中国史, 历代大事纪要。 第一节中国的古文明。 一, 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是北京人, 晚期的人类是山顶洞人。 二, 中国文化起源是多元并立, 北方有养韶文化, 龙山文化, 半坡文化, 南方有河姆渡文化, 大西文化。 三, 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位共主是皇帝, 姚宇顺传贤不传子, 称为善让, 反应部落联盟时代的军卫推选方式。 四, 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是夏朝, 夏, 商, 周和称三代, 是考古学家所称的青铜时代。 五, 商朝前其经常迁都, 后其盘根定都于英, 所以商朝又称英商, 商朝末年咒王朝政府败, 被周五王所灭。 第二节封建与大一统。 一封建, 周代。 一, 周文王定都于岗, 武王起兵灭英后, 分封管书、 菜书, 或书间是武根统治的英移民, 号称三间。 二, 周公东征, 平定东方的管菜之乱, 重定封国, 建立东都洛邑, 并制定封建礼制, 稳固周人的统治。 三, 周幽王引起犬荣入侵被杀, 平王继位, 迁都洛邑, 史称东周。 四, 东周前其是春秋时期, 武霸真盟, 后其是战国时期, 七雄并起,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秦, 战争不断。 五,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 秦国向东方扩张, 秦王迎政即位后, 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 二大一统, 秦汉帝国。 一, 秦王迎政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他自称始皇帝, 被封建, 统一文物制度, 修持到长城。 二, 秦王后, 楚汉相征五年, 向羽兵败, 刘邦即位称帝, 定都长安, 建立汉朝。 三, 汉朝明君是汉武帝, 他见年号, 征讨朝鲜, 匈奴, 开通西域, 汉朝国力达于吉盛。 四, 汉末外妻王莽篡夺地位, 改国号兴, 兴莽末年, 天下大乱, 刘秀薛平群雄, 定都洛阳, 史称东汉, 后汉。 五, 刘秀中兴汉室, 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中旗, 外妻与宦官不断循环斗争, 导致东汉的衰微。 第三节分裂与再统一。 一分裂, 魏晋南北朝。 一, 分, 三国鼎立。 一汉末群雄歌剧, 曹操携持汉县帝, 掌握大权, 消灭地方割据势力, 统一北方。 二, 赤壁之战, 孙权与刘备联军大败曹操, 曹操退回北方, 为, 曹魏, 汉, 蜀汉, 吴三分天下局势形成。 二, 和, 西境的短暂统一。 一, 曹魏末年, 蜀汉被灭司马延篡位, 建立晋朝西境灭东吴, 天下统一。 二, 西境末年, 匈奴人刘渊起兵, 攻陷洛阳, 静怀帝被俘, 史称, 永家之祸。 三, 分, 南北对立。 一, 第一阶段, 五湖十六国与东境对立。 一, 北方, 胡仁建国, 行程长达一百多年的, 五湖十六国, 局面, 史称, 五湖乱华。 二, 南方, 狼邪王司马瑞在建康即位, 史称东境。 二, 第二阶段, 南北朝对峙。 A. 北方, 先北族建立的北魏所统一北方, 北魏与南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B. 南方, 刘豫建立宋, 开始历史上的南朝, 南朝立宋, 其, 梁, 臣四代, 均建都建康。 四, 和, 阳间窜北周, 建立随朝, 随文帝开皇九年, 随灭臣, 南北统一, 结束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 二在统一, 随唐帝国。 一, 随文帝秦振爱明, 建立开皇之制, 他和儿子随阳帝从事多项建设迎建兴兜, 广设粮仓, 开凿运河。 二, 随阳帝三针高丽, 巡游江都, 激起人民反抗, 礼渊起兵灭随, 建立唐朝。 三, 唐太宗礼宗礼室明须新纳建, 建立贞观之制, 他灭东突厥, 西北各族君主纷纷归顺, 献上天克寒称号。 四, 武则天代唐自立, 改国号州,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 他重视科举, 但死后唐氏恢复国号。 五, 唐玄宗礼室明统治初期, 建立开元之制, 但晚年宠爱杨贵妃, 导致发生安史之乱, 最后赖郭子夷平顶。 六, 唐朝后期藩政歌剧, 宦官乱政, 政治黑暗, 中爆发皇朝之乱, 皇朝祥江朱温最后代唐自立, 唐王。 七,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政歌剧的延续, 五代建国于黄河流域, 十国建国于长江流域和山西。 第四节多民族的竞争与融合。 一, 宋辽经的乡珍。 一, 宋朝照匡应所建, 定都开封, 汴京, 以强干弱之为基本国策, 集权中央, 弱化地方, 众文清武。 二, 辽魏契丹族所建, 五代取得燕云十六周, 宋真宗时辽入寇, 宋辽签订禅渊之盟, 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三, 西夏为党向祖所建, 宋仁宗时赵元昊起兵寇边, 宋夏战争时贸易中断, 最后西夏向宋称臣, 恢复贸易。 四, 宋神宗时, 王安时变法, 以赴国强兵为目标, 但新政受到旧派反对而失败, 引起新旧党真。 五, 今为女真族所建, 首领完颜阿古打起兵灭辽清宋, 最后攻陷汴京, 俘虏宋徽宗, 清宗, 使称靖康之祸。 六, 宋朝官明雍立清宗之地位帝, 是为宋高宗, 他建都陵安, 杭州, 形成偏安局面, 使称南宋。 七, 南宋初年, 岳飞起兵抗京, 但被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处死, 南宋与京定多次丧权辱国的合约。 二元帝国, 蒙古帝国, 一, 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 称臣吉思汉, 他和继位的窝阔台汉, 蒙哥汉发动三次西征, 消灭西夏, 京朝。 二, 忽必烈平定蒙古内乱, 建国浩元, 定都大都, 北京, 世卫元氏祖, 他发兵南下, 消灭南宋, 统一中国。 三, 元帝国是第一个统一权中国的外族政权, 但因种族歧视政策失当, 立国只有九十年。 第五节帝帝时代晚期的荣光, 一, 大明帝国, 宜元末, 朱元璋起兵, 建立明朝, 定都南京, 国号洪武, 世卫明太祖。 二, 明太祖改革内政, 恢复生产, 但废除丞相, 杀戮功臣, 分封朱子魏王, 衍生不少内政问题。 三, 明慧帝即位, 实行削藩, 燕王朱立起兵南下, 攻陷南京自立, 世卫明成祖, 史称靖南之变。 四, 明成祖迁都北京, 派正和下西洋, 明朝国威远波, 奠定日后华侨在东南亚的社会, 经济基础。 五, 明神宗时, 大学市张居正实行改革, 行一条边法, 派七纪光镇守北疆, 但死后遭抄家夺决, 改革中断。 六, 明末, 辖西发生饥荒, 形成流寇, 势力最大的流寇里自成功宪北京, 明思宗上吊训国, 明王。 二, 大清帝国。 一, 明朝中叶,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 建国浩金, 后金,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 改国浩清, 改族明满洲。 二, 明末山海关总兵吾三贵将清, 引清兵入关, 消灭流寇与南明势力, 清胜祖即位, 平三番之乱即攻克台湾。 三, 清盛祖年号康熙, 清氏宗年号雍正, 清高宗年号乾隆, 前后140年期间是清朝盛世, 和称康庸干盛世。 四, 清朝以怀柔与高压并纪方式统治中国。 一, 怀柔, 礼藏民司宗帝后, 开科取士, 以奖励学术为名, 广征明朝以老参与编撰, 明史, 四库全书。 二, 高压, 屠杀各地抗清人士, 逼迫汉人至法流变, 严禁立盟结社, 吕欣文字语。 五, 清朝是统一全中国的第二个外族政权, 文治武功都可辟美汉, 唐, 显见他们的统治方式, 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高明许多。 第十三章 中国史, 近代大事纪要。 帝国日暮, 1842-1860。 依外患。 一, 中英交涉, 英国于乾隆与嘉庆年间派使臣来华, 要求清廷改善对华贸易, 但因跪拜问题而未有结果。 二, 鸦片战争, 清道光年间, 中英爆发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 签订南京条约, 割香港, 开放五口通商。 三, 英法联军, 清闲丰年间,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定立北京条约, 俄国趁火打劫, 定爱魂条约, 北京条约, 占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 二, 内乱, 太平天国启示, 建都天津, 南京, 以宗教治国, 曾国藩组成乡军与之对抗, 最后打垮太平天国。 第二节天朝梦醒, 1860-1895, 一字强运动, 洋务运动, 1860-1894, 一, 内容, 以外交治标, 以自强治本, 致力于军事国防的现代化。 二, 重要措施,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设招商局, 派遣驻外使节, 派留学生出国。 三, 失败原因, 自强运动缺乏整体规划, 加上守旧势力的阻碍, 其成绩不能和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相比。 二, 甲午战争, 1894-1895, 一, 日本的扩张, 日本明治维新后, 向外侵略台湾, 琉球, 朝鲜, 1894年与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求和,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 割台湾, 澎湖, 辽东半岛, 后来三国干涉海辽, 允许日人可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二, 影响, 甲午战败, 列强意图瓜分中国, 划分势力范围,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希望分一杯根。 第三节维新变法的挫折, 1895-1911。 一, 变法, 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 梁启超的主张, 实行变法违新, 百日违新, 但此喜发动物须政变, 新法失败。 二, 八国联军, 义和团式起源自民间的排外组织, 根子年间, 1900, 进入北京, 杀害外国使臣, 引发八国联军入京平乱, 逼迫中国签订薪酬合约, 赔据款, 销炮台, 中国门户洞开, 大清王朝威望遗落千丈。 三, 日俄战争, 1904年, 日俄两国因东北利益开战, 俄国战败, 但中国东北利益从此遭到两国瓜分。 第四节辛亥革命与红线帝制, 1911-1916。 一, 革命运动, 体制外革命, 孙中山于甲午战争之后于檀香山成立新众会, 1905年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前后发动十次革命, 其中以广州329支一规模最大。 二, 立宪运动, 体制内改革, 日俄战争日本胜利, 立宪运动兴起, 保皇党与立宪派合作, 要求清廷要求召开国会, 制定宪法, 但清廷无新改革, 立宪派到向革命派。 三, 辛亥革命, 1911年。 武汉革命党人称四川保禄运动之际起誓, 各省响应, 革命成功, 成立中华民国。 四, 红线帝制,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压迫清廷退位以取得临时大总统之位, 刺杀宋教人镇压二次革命, 胁迫国会选员为正式大总统谋, 为终身总统承认日本二十一条改民国五年, 一千九百一十六, 为红线元年, 正式称帝各方反对云南护国军讨员取消帝制 袁世凯病死。 五, 原死后之政局, 内阁总理段祺瑞宣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统黎元宏反对黎元宏与段祺瑞之争张勋入京发动复辟复辟失败 中国政治实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中。 革命再起, 一九一六, 一九二八。 六, 军阀与反军阀。 一, 军阀, 北方军阀, 晚系, 直系, 奉系, 为中央政权而混战, 南方军阀, 滇系, 贵系, 但求自保。 二, 反军阀, 护法运动, 孙中山位维护临时约法, 在广州成立中国民国军政府, 但受西南军阀与陈炯明叛变而受。 失败。 七, 中共的成立。 一, 民国十年,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支释下成立, 以暴力夺权,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 二, 民国十三到十六年, 国民党联合荣共, 国共第一次合作, 蒋中正宣布清党, 共党活动转入地下。 八, 蒋中正与北伐统一。 一, 民国十三年, 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以俄为师, 成立黄埔军校, 任命蒋中正位校长。 二, 民国十五年, 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一, 民国十六年, 四月, 国民党清党, 定都南京, 宁, 南京, 汉, 武汉, 分裂, 七月, 宁汉复合, 国共决裂。 二, 民国十七年, 日本为阻止中国统一, 出滨山东, 制造五三惨案。 三民国十七年底,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宣布东北归顺国民政府, 中国在形势上完成统一。 第五节十年, 深据教训, 1928、 1937。 一,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 南京国民政府最能积极建设的时代。 一, 政治方面, 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的规定, 实行训政, 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 二, 经济方面, 实行避制改革, 费两改元, 发行纸币, 法币。 三, 社会方面, 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 矫正社会风气。 四, 军事方面, 成立军事委员会, 修筑南京防御体系, 实行征兵制度, 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训。 二, 内忧与外患。 一, 内忧, 中共的叛乱与西安事变。 A, 民国十九年, 国民政府展开五次围超, 试图消灭盘踞在江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武装集团。 逼民国二十三年, 毛泽东帅军突围, 展开二万五千里长征, 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领袖, 共军最后逃到辖北。 一, 民国二十五年,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挟持蒋中正, 要求停止超共, 出兵抗日, 事变以和平落幕收场, 国共二度合作, 联手抗日。 二, 外患, 日本的侵略。 A, 民国二十年, 日本发动九百一十八事变, 占领中国东北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无效。 B, 民国二十一年, 日本发动一百二十八事变, 侵略中国上海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C, 民国二十二年, 日本在东北成立为满洲国, 以普一位傀儡皇帝, 接着又侵略华北。 第六节八年艰苦抗战, 1937-1945。 一, 倒火线, 民国二十六年的七十七事变, 日本进攻北平。 二, 战争前期,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址。 一, 八百一十三松户会战, 粉碎日本三月王华梦想。 二, 南京大屠杀, 日本屠杀南京城中三十万百姓, 是日本侵华的重大罪行。 三, 台儿庄大劫, 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日军, 但日军仍占领中国华北与华中各地。 三, 战争中期,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结束至民国三十年底。 一, 日方, 切断中国对外交通, 扶植汉奸汪兆明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 二, 我方, 退入山区, 平显固守, 并以游击战消耗日军战力。 四, 战争后期, 民国三十年抵制民国三十四年。 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 美, 应开始并肩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联合国宣言一, 中国参与二十六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二, 蒋中正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民国三十二年中美, 中英签订平等新约一, 英, 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令定平等新约。 二,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开罗会议中, 美, 英的开罗会议, 决定战后东亚的国际新形势。 民国三十三年。 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 青年从军运动一, 盟军的, 欧洲第一, 策略, 中国战场未受重视。 二, 四月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 震动昆明和重庆。 三, 八月政府号召青年从军, 组成青年军。 远征缅甸。 打通中印公路一, 民国三十一年,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 解英军之围。 二, 打通中印公路, 有助战局扭转。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一, 美国在广岛, 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 中国八年对日抗战, 终获最后胜利。 第七节战后中国, 1945。 一, 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原因, 通货膨胀, 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 伪军收编问题, 过分依靠美国做靠山。 二, 国共内战, 1945、 1949。 一,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产党发动内战, 美国特使调停无效,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二, 民国三十八年, 共军渡过长江, 南京失守, 国民政府迁台, 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形成。 三, 中共政权的演变。 建国, 建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都北京, 毛泽东为领导人。 出兵, 中共建国后, 以抗美援朝为民出兵韩国, 强化东西方对治局面。 文革浩劫, 毛泽东为夺权发动文化大革命, 组织红卫兵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敬涛先后掌舵, 中国的共产体制面临时代考验。 四,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一, 蒋中正, 蒋经国时代。 A, 政治上, 实行戒严, 民主宪政打折扣。 B, 经济上, 推动土地改革, 实行经济建设计划, 台湾迈入工业社会。 二, 李登辉时代, 推动民主改革, 开放总统直接民选。 三, 陈水扁时代, 以新政府为号召, 推动民主政治。 第十四章中国史, 历代文化特色。 商代。 一, 社会, 商人的思想和生活, 权威宗教所笼罩, 应需发现的, 甲骨文, 大多是商人不问鬼神留下来的补词。 二, 科技成就, 一, 商人创造的立法, 以天干地支来相配祭日, 六十日为一周期, 沿用三千多年。 二, 铜锡合金的青铜器, 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 第二, 杰西周时代。 一, 社会, 封建社会是周代社会的特色, 其共可分成三大阶层, 贵族, 平民, 奴隶, 代代相成, 不能流动。 二, 经济, 周代实施景田制度, 土地为贵族所有, 由贵族分配给农民耕作。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代。 一, 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一, 原因, 封建解体, 贵族没落私人讲学兴起, 平民受教育越来越多各国竞争激烈, 国家为财事用贵族仰视盛行。 二, 结果, 不依倾向之局, 例如苏秦, 张仪, 范居。 二, 经济工商业发达。 一, 国君提倡, 各国为增加财富, 纷纷提倡工商, 商人地位提高。 三, 学术思想诸子百家学说盛行。 一, 儒家, 孔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人正, 有教无类。 儒家的两大派别,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荀子主张人性本恶。 二, 道家, 老子, 庄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清静无畏, 顺其自然。 三, 莫家, 莫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以公立主义为出发点, 倡导, 兼爱, 与, 非公。 四, 法家, 韩非子为代表, 主张用刑罚, 权术和威势来操纵城下, 控制人民, 并以君主利益为出发点, 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 第四节秦汉时代。 一, 社会, 汉武帝实行举荐孝廉制度, 汉代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二, 经济。 一, 张千通西域, 私路, 从长安京敦煌, 西域到大秦, 罗马帝国, 中国私之品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运往西方。 二, 汉武帝实施盐铁酒专卖, 扩充国家裁员。 三, 统一思想。 一, 秦始皇为统一思想, 不惜焚书坑儒。 二, 汉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年学术思想的主流。 四, 史学。 一, 西汉司马迁传, 史记, 记载皇帝到西汉初年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寄传体通史。 二, 东汉班固传, 汉书, 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寄传体断代史。 五, 科技成就。 一, 天文, 张恒使用魂天仪和地动仪, 来推算天体的运行和测定地震的方向。 二, 医学, 西汉的淳于义会用针灸, 东汉的张基有医圣之称, 三国的华陀擅长外科手术。 三, 造指数, 蔡伦综合前人的经验造纸, 书写材料的进步, 加速了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 第五节位进南北朝。 一, 社会, 世家大族的社会, 因为曹卫时代实行九品官人法, 造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的现象。 二, 经济, 东吴, 东晋与南朝等六朝力都健康, 开始大规模开发江南, 中国经济中心逐渐由北方迁到南方。 三, 思想, 清潭与玄学盛行, 因为世人逃避现实, 以潭玄论里为寄托, 清潭之风大圣。 四, 宗教, 一, 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 为进南北朝大圣, 南朝两五帝的好佛, 史上少见。 二,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东汉末年称为五豆米道, 为进之计改称天师道, 信徒越来越多。 第六节随唐时代。 一, 社会, 大唐文化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色彩, 长安是当时中外商旅聚集的大城市。 二, 文化交流。 一,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造纸数在唐玄宗时由大使人西传, 外国的景教, 回教, 摩尼教传入中国。 二, 东亚的唐话, 日本推动大话革新, 学习大唐文化。 日本文字是模仿汉字而来。 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的唐话更是彻底。 第七节宋聊金元时代。 一, 社会。 一, 科举盛行, 塑造世代府文化, 形成,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价值观。 二, 教育发达, 官府所设立的官学, 特别是太学, 和民间设立的书学都很普及。 二, 经济。 一, 国际贸易发达, 全州, 广州等大港口设有市博司管理, 市博的税收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 二, 货币的发行, 宋朝开始发行纸币, 称为交子, 惠子元朝的纸币称为保钞。 三, 城市生活, 唐朝有房室制度, 宋朝取消, 商业区与住宅区混合, 汴京, 临安, 大都都是当时的大都市, 瓦子, 戏院, 镇店, 酒楼, 夜市林立清明上合图。 三, 思想, 理学是宋代思想的主流, 南宋的朱熹市集大臣者, 这有四书集注, 一书。 四, 科技。 一, 代表性科学家, 宋朝审阔这有, 孟希彼潭, 元朝的郭守竟制定寿实礼。 二, 火药, 唐末已使用火药剑, 宋经, 金蒙交战时军使用大量的火器。 三, 印刷术, 北宋时必生改良印刷术, 元代的王真静而制成木活字, 并创造轮盘牌字盘。 四, 指南真, 宋朝由于人工词画法的进法, 指南真开始运用于海上导航。 五, 使学, 司马光编撰, 资质通鉴, 既宰战国时代到五代史事, 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元代史诗种族歧视制度, 社会分成四大阶级。 伊蒙古人政权的主体是蒙古贵族, 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 都由他们担任。 二色目人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常与理财、多任财政、负义等要职。 三, 汉汉人原来受经朝统治的汉人、契丹人、契丹人、女真人无论在政治、法律或科举考试方面,都备受歧视。 四, 男人江南的汉人。 第八节明清时代。 一, 社会。 一, 科举制度下, 拥有公民的世人与官员形成世身阶级, 身份地位, 生活一致与庶民有很大区别。 二, 清代满洲人以外族入主中国, 满汉地位不平, 等, 社会上形成满汉之分, 但满洲人不久与汉人融为一体。 二, 经济。 一, 农业, 移民肯荒推广早熟到美洲作物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传入中国。 二, 工商业, 明清中国国内贸易兴盛, 长距离贸易十分频繁。 商人集团兴起, 山西商人, 晋商, 辉州商人, 辉商, 特别有名, 他们在各大城市盖会馆, 形成地域性的商邦。 大都市兴起, 出现专业市镇江西的景德镇、慈器、江苏的盛泽镇、私之品。 三, 教育选任人才以科举制度为主。 一, 科举制度分相识, 及格称为举人, 会试, 电试, 及格称为进士, 三阶段, 通过考试可以认官, 享有特权。 二, 八股文成为明清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核心, 取式制度僵化, 使世人思想深受闭塞, 不利于人才培育。 四, 文学明清文学以小说成就最高。 一, 明代, 三国演义, 水湖传, 西游记。 二, 清代, 红楼梦, 聊斋致意。 五, 科技, 一, 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修正许多医药典籍的错误, 记载各种药物, 药方, 有插图可供辨认。 二, 送应新的, 天公开悟, 记载各种农业和手工艺技术, 是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极大臣之作。 六, 文化交流。 一, 中西贸易的出展, 葡萄牙具有澳门, 作为发展东方贸易的据点, 从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 西班牙以殖民的菲律兵卫中间站, 进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海上思路。 二, 耶稣会教士来华, 立马斗最早来华。 A, 与徐光启合意, 几何原本, 介绍, 万国渔图。 B, 将四书, 五经, 道德经, 等中国典籍译成拉丁文, 受欧洲学者的重视。 汤若望, 南怀人。 A, 助长青天间, 制定实现力。 B, 造西式炮宠。 亲圣祖命教士赴各地测量, 会成, 黄渝全揽图。 是第一部有经违线的中国地图。 第九节清末明初。 一, 社会。 一, 一封一俗简便子用阳历众人权。 二, 妇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共学女子参政, 参军妇女解放议事高涨, 男女社交公开。 二, 教育新知识分子崛起。 传统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 原自是或是大夫清末明初一批受过新式学堂,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特色一, 是, 位居四名之首, 是农工商。 二, 通过科举取得公民, 在乡卫生, 出而为官, 有身份, 有地位一, 不再执着公民, 他们拥有新知识, 新人生观与价值观, 不必拼命于科举。 二, 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 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 又能传播新观念。 三, 深入各职业团体, 带动社会变革, 他们走入社会后, 承担不同工作, 于是有工商业者, 新闻记者, 律师新学堂教师, 工程师, 医师, 护士等新职业。 他们进一步团结, 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适合生存空间乡村城市, 共同典议天下位已任。 第十节中国人的觉醒。 一, 新文化运动。 一, 倡导人, 陈独秀, 蔡元培。 二, 主张, 推行白话文学翻译西方文学新式标点符号开始流行。 二, 五四运动。 一, 原因,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二, 经过, 学生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 发动大罢课。 三, 结果, 北京政府在六月承办官员, 拒签合约。 三,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一, 全盘西化, 引进德先生, 赛先生。 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一, 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 独裁, 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二, 反对旧有的专制政治, 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德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 科学的敌人, 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抨击, 知识分子高呼, 打倒孔家殿。 赛先生, Science, 科学, 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反对迷信, 盲从, 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二, 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 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旧式良方, 马克思主义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http 第十五章 中国史, 历代大事纪要 第一节中国的古文明 一, 中国旧时期早期的人类是北京人, 晚期的人类是山顶洞人。 二, 中国文化起源是多元病例, 北方有阳梢文化, 龙山文化, 半坡文化, 南方有河姆渡文化, 大西文化。 三, 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位共主是皇帝, 姚宇顺传贤不传子, 称为善让, 反应部落联盟时代的军卫推选方式。 四, 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是夏朝, 夏, 商, 周和称三代, 是考古学家所称的青铜时代。 五, 商朝前其经常迁都, 后其盘根定都于英, 所以商朝又称英商, 商朝末年咒王朝政府败, 被周武王所灭。 第二节封建与大义统, 一封建, 周代。 一, 周文王定都于稿, 武王起兵灭英后, 分封管书、 菜书, 或书间是五根统治的英移民, 号称三间。 二, 周公东征, 平定东方的管菜之乱, 重定封国, 建立东都洛义, 并制定封建礼制, 稳固周人的统治。 三, 周幽王引起犬荣入侵被杀, 平王继位, 迁都洛义, 史称东周。 四, 东周前其是春秋时期, 武霸真盟, 后其是战国时期, 七雄并起,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秦, 战争不断。 五,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 秦国向东方扩张, 秦王迎政即位后, 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 二大一统, 秦汉帝国。 秦王迎政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他自称始皇帝, 被封建, 统一文物制度, 修持到长城。 二, 秦王后, 楚汉相争五年, 项羽兵败, 刘邦即位称帝, 定都长安, 建立汉朝。 三, 汉朝明君是汉武帝, 他建年号, 征讨朝鲜, 匈奴, 开通西域, 汉朝国力达于吉盛。 四, 汉末外妻王莽篡夺地位, 改国号兴, 兴莽末年, 天下大乱, 刘秀薛平群雄, 定都洛阳, 史称东汉, 后汉。 五, 刘秀中心汉室, 史称光武中心, 东汉中旗, 外妻与宦官不断循环斗争, 导致东汉的衰微。 第三节分裂与再统一。 一分裂, 魏晋南北朝。 一, 分, 三国鼎立。 一汉莫群雄歌剧, 曹操携持汉县帝, 掌握大权, 消灭地方割据势力, 统一北方。 二, 赤壁之战, 孙权与刘备联军大败曹操, 曹操退回北方, 为, 曹魏, 汉, 蜀汉, 吴三分天下局势形成。 二, 和, 西境的短暂统一。 一, 曹魏末年, 蜀汉被灭司马延篡位。 建立晋朝西境灭东吴, 天下统一。 二, 西境末年, 匈奴人刘渊起兵, 攻陷洛阳, 静怀帝被俘, 史称, 永家之祸。 三, 分, 南北对立。 一, 第一阶段, 五湖十六国与东进对立。 一, 北方, 胡仁建国, 行程长达一百多年的, 五湖十六国, 局面, 史称, 五湖乱华。 二, 南方, 狼邪王司马瑞在建康即位, 史称东进。 二, 第二阶段, 南北朝对峙。 A, 北方, 先被足建立的北魏所统一北方, 北魏与南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B, 南方, 刘豫建立宋, 开始历史上的南朝, 南朝立宋, 其, 梁, 臣四代, 均建都建康。 四, 和, 杨坚窜北周, 建立随朝, 随文帝开皇九年, 随灭臣, 南北统一, 结束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 二在统一, 随唐帝国, 一, 随文帝秦镇爱明, 建立开皇之制, 他和儿子随扬帝从事多项建设迎建兴兜, 广设粮仓, 开凿运河。 二, 国号周,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 她重视科举, 但死后唐氏恢复国号。 五, 唐玄宗李世明统治初期, 建立开元之制, 但晚年宠爱杨贵妃, 导致发生安史之乱, 最后赖郭子怡平顶。 六, 唐朝后期翻证歌剧, 宦官乱镇, 镇治黑暗, 中爆发皇朝之乱, 皇朝祥江朱温最后代唐自立, 唐王。 七,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歌剧的延续, 五代建国于黄河流域, 十国建国于长江流域和山西。 第四节多民族的竞争与融合。 一, 宋辽京的乡珍。 一, 宋朝照匡应所建, 定都开封, 汴京, 以强干弱之为基本国策, 集权中央, 弱化地方, 众文清武。 二, 辽魏契丹族所建, 五代取得燕云十六周, 宋真宗时辽入寇, 宋辽签订禅渊之盟, 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三, 西夏魏党向祖所建, 宋仁宗时赵元昊起兵寇边, 宋下战争时贸易中断, 最后西夏向宋称臣, 恢复贸易。 四, 宋神宗时, 王安时变法, 以赴国强兵为目标, 但新政受到旧派反对而失败, 引起新旧党争。 五, 今为女真族所建, 首领完颜阿谷打起兵灭辽清宋, 最后攻陷汴京, 俘虏宋徽宗, 清宗, 使称靖康之祸。 六, 宋朝官明拥立清宗之地位帝, 侍卫宋高宗, 他建都陵安, 杭州, 行成偏安局面, 使称南宋。 七, 南宋初年, 岳飞起兵抗京, 但被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处死, 南宋与京定多次丧权辱国的合约。 二元帝国, 蒙古帝国。 一, 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 称臣吉思汉, 他和继位的窝阔台汉, 蒙哥汉发动三次西征, 消灭西夏, 经朝。 二, 忽必烈平定蒙古内乱, 建国浩元, 定都大都, 北京, 世卫元氏族, 他发兵南下, 消灭南宋, 统一中国。 三, 原帝国是第一个统一权中国的外族政权, 但因种族歧视政策失当, 立国只有九十年。 第五节帝制时代晚期的荣光。 一, 大明帝国。 宜元末, 朱元璋起兵, 建立明朝, 定都南京, 国号洪武, 世卫明太祖。 二, 明太祖改革内政, 恢复生产, 但废除丞相, 杀戮功臣, 分封诸子卫王, 衍生不少内政问题。 三, 明慧帝集位, 实行消翻, 燕王朱立起兵南下, 攻陷南京自立, 世卫明成祖, 史称靖南之便。 四, 明成祖迁都北京, 派正和下西洋, 明朝国威远波, 奠定日后华侨在东南亚的社会, 经济基础。 五, 明神宗石, 大学市张居正实行改革, 行一条边法, 派七纪光镇守北疆, 但死后遭抄家夺绝, 改革中断。 六, 明末, 辖西发生饥荒, 行成流寇, 势力最大的流寇李自成宫县北京, 明司宗上吊训国, 明王。 二, 大清帝国。 一, 明朝中叶,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 建国浩金, 后金,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 改国浩清, 改族明满洲。 二, 明末山海关总兵吴三贵将清, 引清兵入关, 消灭流寇与南明势力, 清圣祖即位, 平三藩之乱即攻克台湾。 三, 清圣祖年号康熙, 清世宗年号雍正, 清高宗年号乾隆, 前后一百四十年期间是清朝盛世, 和称康庸干盛世。 四, 清朝以怀柔与高压并纪方式统治中国。 三, 怀柔, 礼藏明司宗帝后, 开科取士, 以奖励学术为名, 广真明朝以老参与编撰, 明史, 四库全书。 四, 高压, 屠杀各地抗亲人士, 逼迫汉人制法流变, 严禁立盟结社, 吕欣文字语。 五, 清朝是统一全中国的第二个外族政权, 文治武功都可媲美汉, 唐, 显见他们的统治方式, 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高明许多。 第十六章中国史, 近代大事纪要。 帝国日暮, 1842-1860。 一, 外患。 一, 中英交涉, 英国于乾隆与嘉庆年间派使臣来华, 要求清廷改善对华贸易, 但因跪拜问题而未有结果。 二, 鸦片战争, 清道光年间, 中英爆发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 签订南京条约, 割香港, 开放五口通商。 三, 英法联军, 清闲丰年间,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定立北京条约, 俄国趁火打劫, 定爱魂条约, 北京条约, 占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 二, 内乱。 太平天国启示, 建都天津, 南京, 以宗教治国, 曾国藩组成乡军与之对抗, 最后打垮太平天国。 第二节天朝梦醒, 1860-1895, 依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 1860-1894。 一, 内容, 以外交治标, 以自强治本, 致力于军事国防的现代化。 二, 重要措施,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设招商局, 派遣驻外使节, 派留学生出国。 三, 失败原因, 自强运动缺乏整体规划, 加上守旧势力的阻碍, 其成绩不能和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相比。 二甲武战争, 1894-1895。 一, 日本的扩张, 日本明治维新后, 向外侵略台湾, 琉球, 朝鲜, 1894年与甲武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求和, 李鸿章与伊藤伯文签马关条约, 割台湾, 澎湖, 辽东半岛, 后来三国干涉海辽, 允许日人可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二, 影响, 甲武战败, 列强意图瓜分中国, 划分势力范围,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希望分一杯根。 第三节维新变法的挫折, 1895, 1911。 一, 变法, 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位, 梁启超的主张, 实行变法维新, 百日维新, 但此喜发动物须政变, 新法失败。 二, 八国联军, 义和团是起源自民间的排外组织, 庚子年间, 1900, 进入北京, 杀害外国使臣, 引发八国联军入京平乱, 逼迫中国签订薪酬合约, 赔据款, 消炮台, 中国门互动开, 大清王朝威望遗落千丈。 三, 日俄战争, 1904年, 日俄两国因东北利益开战, 俄国战败, 但中国东北利益从此遭到两国瓜分。 第四节辛亥革命与红线地制, 1911、1916。 一, 革命运动, 体制外革命, 孙中山于甲午战争之后于檀香山成立新众会, 1905年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前后发动十次革命, 其中以广州329支一规模最大。 二, 立宪运动, 体制内改革, 日俄战争日本胜利, 立宪运动兴起, 保皇党与立宪派合作, 要求清廷要求召开国会, 制定宪法, 但清廷无新改革, 立宪派倒向革命派。 三, 辛亥革命, 1911年, 武汉革命党人趁四川保路运动之际起, 各省响应, 革命成功, 成立中华民国。 四, 红线帝制, 孙中山担任林时大总统原世凯压破清廷退位以取得林时大总统之位刺杀宋教人镇压二次革命脅迫国会选原位正式大总统谋为终身总统承任日本二十一条改民国五年。 1916年, 魏洪宪宪元年, 正式称帝各方反对云南护国军桃源取消帝制原世凯病死。 五, 原死后之政局, 内阁总理段祺瑞宣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总统李源宏反对李源宏与段祺瑞之争张勋入京发动复辟复辟失败 在中国政治实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中。 革命再起, 1916、1928。 六, 军阀与反军阀。 一, 军阀, 北方军阀, 晚系, 直系, 奉系, 为中央政权而混战, 南方军阀, 滇系, 贵系, 但求自保。 二, 反军阀, 护法运动, 孙中山魏维护临时约法, 在广州成立中国民国军政府, 但受西南军阀与陈炯明叛变而失败。 七, 中共的成立。 一, 民国十年,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指示下成立, 以暴力夺权,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 二, 民国十三到十六年, 国民党联合容共, 国共第一次合作, 蒋中正宣布清党, 共党活动转入地下。 八, 蒋中正与北伐统一。 一, 民国十三年, 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以俄为师, 成立黄埔军校, 任命蒋中正位校长。 二, 民国十五年, 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一, 民国十六年, 四月, 国民党清党, 定都南京, 宁, 南京, 汉, 武汉, 分裂, 七月, 宁汉复合, 国共决裂。 二, 民国十七年, 日本为阻止中国统一, 出冰山东, 制造五三惨案。 三民国十七年底, 张作林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宣布东北归顺国民政府, 中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第五节十年, 深具教训, 1928, 1937。 一,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 南京国民政府最能积极建设的时代。 一, 政治方面, 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的规定, 实行训政, 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 二, 经济方面, 实行避制改革, 费量改元, 发行纸币, 法币。 三, 社会方面, 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 矫正社会风气。 四, 军事方面, 成立军事委员会, 修筑南京防御体系, 实行征兵制度, 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训。 二, 内忧与外患。 一, 内忧, 中共的叛乱与西安事变。 A. 民国十九年, 国民政府展开五次围超。 试图消灭盘踞在江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武装集团。 逼民国二十三年, 毛泽东率军突围, 展开二万五千里长征, 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领袖, 共军最后逃到辖北。 一, 民国二十五年,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挟持蒋中正, 要求停止超共, 出兵抗日, 事变以和平落幕收场, 国共二度合作, 联手抗日。 二, 外患, 日本的侵略。 A. 民国二十年, 日本发动九百一十八事变, 占领中国东北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无效。 B. 民国二十一年, 日本发动一百二十八事变, 侵略中国上海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C. 民国二十二年, 日本在东北成立为满洲国, 以溥一位傀儡皇帝, 接着又侵略华北。 第六劫八年艰苦抗战, 1937-1945。 1. 岛火县, 民国二十六年的七十七事变, 日本进攻北平。 2. 战争前期,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址。 1. 八百一十三松户会战, 粉碎日本三月王华梦想。 2. 南京大屠杀, 日本屠杀南京城中三十万百姓, 是日本侵华的重大罪行。 3. 台儿庄大劫, 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日军, 但日军仍占领中国华北与华中各地。 3. 战争中期,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结束至民国三十年底。 1. 日方, 切断中国对外交通, 扶植汉奸汪兆明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 2. 我方, 退入山区, 平显固守, 并以游击战消耗日军战力。 4. 战争后期, 民国三十年抵制民国三十四年。 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 美, 应开始并肩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联合国宣言3, 中国参与二十六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4. 蒋中正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民国三十二年中美, 中英签订平等新约3, 英, 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令定平等新约。 4.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开罗会议中, 美, 英的开罗会议, 决定战后东亚的国际新形式。 民国三十三年。 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 青年从军运动四盟军的欧洲第一策略, 中国战场未受重视。 五, 四月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 震动昆明和重庆。 六, 八月政府号召青年从军, 组成青年军。 远征缅甸。 打通中印公路三, 民国三十一年,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 解英军之围。 四, 打通中印公路, 有助战局扭转。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三, 美国在广岛, 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无条件投降。 四, 中国八年对日抗战, 终获最后胜利。 第七节战后中国, 1945。 一, 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原因, 通货膨胀, 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 伪军收编问题, 过分依靠美国做靠山。 二, 国共内战, 1945、1949。 一,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产党发动内战, 美国特使调停无效,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二, 民国三十八年, 共军渡过长江, 南京失守, 国民政府迁台, 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形成。 三, 中共政权的演变。 建国, 建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都北京, 毛泽东为领导人。 出兵, 中共建国后, 以抗美援朝为民出兵韩国, 强化东西方对治局面。 文革浩劫, 毛泽东为夺权发动文化大革命, 组织红卫兵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邓小平上台, 邓小平铲除四人帮, 走务实路线, 推动改革开放, 改行资本主义经济。 六十四事件, 1989年北京学生要求中共实行民主改革, 但遭到血腥镇压。 后邓时代, 江泽民、 胡锦涛先后掌舵, 中国的共产体制面临时代考验。 四,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一, 蒋中正, 蒋经国时代。 A 政治上, 实行戒严, 民主宪政打折扣。 B 经济上, 推动土地改革, 实行经济建设计划, 台湾迈入工业社会。 二, 李登辉时代, 推动民主改革, 开放总统直接民选。 三, 陈水扁时代, 以新政府为号召, 推动民主政治。 第十七章 中国史, 历代文化特色。 商代。 一, 社会, 商人的思想和生活, 权威宗教所笼罩, 应需发现的, 甲骨文, 大多是商人不问鬼神留下来的补词。 二, 科技成就, 一, 商人创造的立法, 以天干地支来相配祭日, 六十日为一周期, 沿用三千多年。 二, 铜锡合金的青铜器, 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 第二, 杰西周时代。 一, 社会, 封建社会是周代社会的特色, 其共可分成三大阶层, 贵族, 平民, 奴隶, 代代相成, 不能流动。 二, 经济, 周代实施景田制度, 土地为贵族所有, 由贵族分配给农民耕作。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代。 一, 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三, 原因, 封建解体, 贵族没落私人讲学兴起, 平民受教育越来越多各国竞争激烈, 国家为财是用贵族仰视盛行。 四, 结果, 不依倾向之局, 例如苏秦, 张仪, 范居。 二, 经济工商业发达。 四, 贵族没落, 工商业者逐渐成为自由经营者。 五, 交通便利, 各国物产互通有无, 经营工商可以致富。 六, 国君提倡, 各国为增加财富, 纷纷提倡工商, 商人地位提高。 三, 学术思想诸子百家学说盛行。 五, 儒家, 孔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人正, 有教无类。 儒家的两大派别,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循子主张人性本恶。 六, 道家, 老子, 庄子, 庄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清静无畏, 顺其自然。 七, 墨家, 墨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以公立主义为出发点, 倡导, 兼爱, 与, 非公。 八, 法家, 韩非子为代表, 主张用刑罚, 权术和威势来操纵城下, 控制人民, 并以君主利益为出发点, 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 第四节秦汉时代。 一, 社会, 和武帝实行举荐校联制度, 和代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二, 经济。 三, 张千通西域, 私路, 从长安京敦煌, 西域到大秦, 罗马帝国, 中国私之品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运往西方。 四, 和武帝实施盐铁酒专卖, 扩充国家裁员。 三, 统一思想。 三, 秦始皇位统一思想, 不惜焚书坑儒。 四, 和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数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年学术思想的主流。 四, 史学, 一, 西汉司马迁传, 史记, 记载皇帝到西汉初年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寄传体通史。 二, 东汉班固传, 汉书, 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寄传体断代史。 五, 科技成就, 一, 天文, 张横使用魂天仪和地动仪, 来推算天体的运行和测定地震的方向。 二, 医学, 西汉的淳于义会用针灸, 东汉的张基有医圣之称, 三国的华陀擅长外科手术。 三, 造纸术, 蔡伦综合前人的经验造纸, 书写材料的进步, 加速了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 第五, 结尾近南北朝。 一, 社会, 世家大族的社会, 因为曹魏时代实行, 九品官人法, 造成,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的现象。 二, 经济, 东吴, 东晋与南朝等六朝力都健康, 开始大规模开发江南, 中国经济中心逐渐由北方迁到南方。 三, 思想, 清潭与玄学盛行, 因为世人逃避现实, 以潭玄论理为寄托, 清潭之风大盛。 四, 宗教, 一, 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大盛, 南朝两五帝的好佛, 史上少见。 二,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东汉末年称为五豆米道, 魏晋知迹改称天师道, 信徒越来越多。 第六节随唐时代。 一, 社会, 大唐文化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色彩, 长安是当时中外商旅聚集的大城市。 二, 文化交流。 三,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造指数在唐玄宗时由大使人西传, 外国的井教, 回教, 摩尼教传入中国。 四, 东亚的唐化。 日本推动大化革新, 学习大唐文化。 日本文字是模仿汉字而来。 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的唐话更是彻底。 第七节宋辽金元时代。 一, 社会。 三, 科举盛行, 塑造世代府文化, 形成,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价值观。 四, 教育发达。 官府所设立的官学, 特别是太学, 和民间设立的书学都很普及。 二, 经济。 四, 国际贸易发达。 全州, 广州等大港口设有市博司管理, 市博的税收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 五, 货币的发行。 宋朝开始发行纸币, 称为交子, 惠子元朝的纸币称为保钞。 六, 城市生活。 唐朝有房市制度, 宋朝取消, 商业区与住宅区混合。 汴京, 林安, 大都都是当时的大都市, 瓦子, 戏院, 正殿, 酒楼, 夜市林立清明上和图。 三, 思想。 理学是宋代思想的主流, 南宋的朱熹市集大臣者, 这有, 四书集著, 一书。 四, 科技。 五, 代表性科学家, 宋朝审阔这有, 梦西比坛, 元朝的郭守靖制定寿实力。 六, 火药, 唐末已使用火药剑, 宋经, 金蒙交战时军使用大量的火器。 七, 印刷术, 北宋时必生改良印刷术, 元代的王真靖而制成木活字, 并创造轮盘排字盘。 八, 指南针, 宋朝由于人工瓷化法的禁法, 指南针开始运用于海上导航。 五, 史学, 司马光编撰, 资质通建, 即宰战国时代到五代史事, 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元代史诗种族歧视制度, 社会分成四大阶级。 一, 蒙古人政权的主体是蒙古贵族, 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 都由他们担任。 二, 色木人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常于理财, 多任财政, 富裔等要职。 三, 汉人原来受经朝统治的汉人, 契丹人, 女真人无论在政治, 法律或科举考试方面, 都备受歧视。 四, 男人江南的汉人。 第八节明清时代。 一, 社会。 三, 科举制度下, 拥有公民的士人与官员形成士身阶级, 身份地位, 生活一致与庶民有很大区别。 四, 清代满洲人以外足入主中国, 满汉地位不平等, 社会上形成满汉之分, 但满洲人不久与汉人融为一体。 二, 经济。 三, 农业, 移民肯荒推广早熟到美洲作物番薯, 玉米, 花生, 马铃薯传入中国。 四, 工商业, 明清中国国内贸易兴盛, 长距离贸易十分平凡。 商人集团兴起, 山西商人, 晋商, 灰州商人, 灰商, 特别有名, 他们在各大城市盖会馆, 形成地域性的商邦。 大都市兴起, 出现专业市镇江西的景德镇, 慈器, 江苏的盛泽镇, 思之品。 三, 教育选任人才以科举制度为主。 三, 科举制度分相试, 及格称为举人, 会试, 电试, 及格称为进士, 三阶段, 通过考试可以认官, 享有特权。 四, 八股文成为明清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核心, 取式制度僵化, 使世人思想深受闭塞, 不利于人才培育。 四, 文学明清文学以小说成就最高。 三, 明代, 三国演义, 水湖传, 西游记。 四, 清代, 红楼梦, 聊斋致意。 五, 科技, 一, 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修正许多医药典籍的错误, 记载各种药物, 药方, 有插图可供辨认。 二, 送应新的, 天工开悟, 记载各种农业和手工艺技术, 是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集大成之作。 六, 文化交流。 三, 中西贸易的出展, 葡萄牙具有澳门, 作为发展东方贸易的据点, 从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 西班牙以殖民的菲律兵卫中间站, 进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海上思路。 四, 耶稣会教士来华, 立马斗罪早来华。 A 与徐光企合意, 几何原本, 介绍, 万国渔图。 B 将四书, 五经, 道德经, 等中国典籍译成拉丁文, 受欧洲学者的重视。 汤若望, 南淮人。 A 助长青天坚, 制定实现力。 B 造西式炮宠。 清圣祖命教士赴各地测量, 会成, 黄于全揽图。 是第一步有经违线的中国地图。 第九节清末明初。 一, 社会。 三, 一风一俗简便子用阳力众人权。 四, 妇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共学女子参政, 参军妇女解放意识高涨, 男女社交公开。 二, 教育新知识分子崛起。 传统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 原自是或是大夫清末明初一批受过新式学堂,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特色一, 是, 位居四名之首, 是农工商。 二, 通过科举取得公民, 再相畏生, 初而为官, 有身份, 有地位四, 不再执着公民。 他们拥有新知识, 新人生观与价值观, 不必拼命于科举。 五, 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 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 又能传播新观念。 六, 深入各职业团体, 带动社会变革。 他们走入社会后, 承担不同工作, 于是有工商业者, 新闻记者, 律师, 新学堂教师, 工程师, 医师, 护士等新职业。 他们进一步团结, 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适合, 适合生存空间乡村城市。 共同典议天下位已任。 第十节中国人的觉醒。 一, 新文化运动。 三, 倡导人, 陈独秀, 蔡元培。 四, 主张, 推行白话文学翻译西方文学新式标点符号开始流行。 二, 五四运动。 四, 原因, 民国8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五, 经过, 学生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 发动大罢课。 六, 结果, 北京政府在6月承办官员, 拒签合约。 三,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三, 全盘西化, 引进德先生, 赛先生。 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三, 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 独裁, 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四, 反对就有的专制政治, 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德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 科学的敌人, 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抨击, 知识分子高呼, 打倒孔家殿。 赛先生, Science, 科学, 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反对迷信, 盲从, 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四, 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 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就是良方, 马克思主义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http-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 中国近代史, 第二册, 目录。 第七章帝国日暮三。 第一节当东方遇到西方三。 第二节鸦片战争四。 第三节太平天国的悲剧七。 第八章天朝梦醒九。 第一节自强运动九。 第二节甲午战争十。 第九章维心变法的挫折十三。 第一节戊戌戌变法十三。 第二节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十四。 第十章辛亥革命十七。 第一节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建立十七。 第二节袁世凯与红县帝十九。 第十一章中国人的觉醒二十二。 第一节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二十二。 第二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二十三。 第十二章革命再起二十六。 第一节军阀与反军阀二十六。 第二节中共的成立二十八。 第三节蒋中正与北伐统一二十九。 第十三章十年深聚教训三十二。 第一节黄金十年三十二。 第二节内忧外患三十四。 第三节毛泽东与中共的武装歌剧三十六。 第十四章八年艰苦抗战期间三十九。 第一节全面抗战三十九。 第二节中国之巨变四十一。 第十五章战后中国四十四。 第一节中共政权的演变四十四。 第二节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四十五。 第十六章回顾与展望四十八。 帝国日暮。 当东方遇到西方。 一天朝帝国逢进敌。 一、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东亚大帝国。 一、经济以农为本。 二、社会,由大族式声控制。 三、学术风气,自适为世界中央上国。 二、十六、七世纪以后西方逐渐领先。 一、中国原地踏步。 一、世界中心边陲。 二、强势文化弱势文化。 三、帝国的开拓闭关自首。 二、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二、陌生人东来叩关。 一、背景。 一、新航路的发现。 十五、六世纪欧洲人发现新航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二、帝国主义的流行。 东方逐渐沦位殖民的。 二、路线。 一、海陆。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荷兰人。 英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二、陆路。 俄国人。 三、结果。 一、海陆南北包抄。 中国陷于两大势力包围的剪刀口上。 二、古老的中国不能紧闭大门了。 三、英国使臣来华叩关。 一、积极之音。 18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 二、英国占有印度殖民的后,积极拓展中英贸易。 二、来华使者。 马加尔尼阿美士德。 时间乾隆58年,1793,嘉庆年间。 经过一、第一个正式来华的英使集团。 二、借口。 祝贺清高宗八十大寿卫民。 三、使命。 改善对华贸易。 中英平等通使定约二十多年后,英国派使者阿美士德东来。 结果一、清廷依照天朝制度,将他当,应吉利共使,对待。 二、双方应叩头礼节问题,不欢而散。 三、所有请求,格于定律,一概不准清人宗以贵败问题,降之,逐回。 鸦片战争。 四、鸦片战争。 一、历史意义。 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十九世纪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二、近代不幸的开端。 鸦片战争是清廷应付中西一连串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历史转入新阶段的起点。 二、战争原因。 一、外商不满中国严苛。 一、十八世纪中国只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引起外商不满。 二、英国为了扩展贸易,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对华贸易特权,要与中国直接往来。 二、鸦片问题,因伤大量走私鸦片,成为战争导火线。 三、林则徐静殿。 一、时间,清宣宗道光年间派胡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敬。 二、林则徐。 A竟带中国首先注意外交,介绍西学,提倡军需工业的先决者。 B林则徐提出鸦片不惊,几十年会弄得,中原己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响之营。 三、净烟经过。 A脚烟,到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移到广州,外商被迫,出具干截,搅出两万多箱的鸦片。 B消烟,从阳历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林则徐把两百三十七万多金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分批销毁。 三、战争,英国对中国宣战,英军攻入南京城下,中国被迫定下城下之盟。 四、结果,南京条约,近代不平等条约之时。 一、时间,到光二十二年,一千八百四十二,四年订立,虎门条约,南京条约,赋约。 二、内容。 一、赔款两千一百万元。 二、割香港。 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四、上海五口通商。 四、协定关税。 五、英人享有制外法权。 六、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美、法两国同时享有与英国同等待遇。 五、英法联军。 一、原因、远英。 一、清廷未能寄取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 二、南京条约未达全部开放通商目的。 三、英国公使未能入驻北京。 四、鸦片未能合法贸易。 二、出兵借口。 一、英国、亚罗船事件。 二、法国、法国神父在广西被杀案。 三、时间。 天、咸丰八年至十年。 一、千八百五十八到一、千八百六十。 四、经过。 一、英法联军在广州俘虏一位、不战、不和、不守、的两广总督业名声。 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清文宗契城逃跑。 联军焚毁元明元。 五、结果。 定定、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六、俄国趁机打劫。 一、中俄、爱魂条约。 一、时间。 一、时间。 江峰八年1858。 二、内容。 夺去黑龙江以北土地。 二、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一、时间。 英法联军之计。 二、内容。 强占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三、结果。 一、 中国大东北缩小一半 2 俄国得到海参威港 可以公开出入北太平洋 3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 从中国夺得大片土地 还以中国朋友自居 太平天国的悲剧 七天经建国 一 借助宗教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事后 以教统军 以教一股武士气 功成略地 有如神主 二 定都南京 咸丰三年 一千八百五十三 太平军入南京 改名天经 定为首都 三 更新制度 一 经济政策 一 实行 圣库 制度 二 天朝田母制度 土地公有 寄口受田 自给自足 二 二统一思想 一 教义控制思想 二 会庙与神像 三 负负 孔孔孟朱子百家 腰书 斜说 三 父女政策 一 表面平等 A 允许 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考试 政治 军事 B 禁止续切 禅足 二 实际上 父女地位 并未提高 四 改立法 推行一年 为三百六十六年 丹月三十一日 双月三十日的 天力 八 天国父王 一 原因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 诸王内讧 元气大伤 二 乡军以为道与之对抗 一 太平军的主要对手 曾国藩领导的乡军 二 曾国藩 一 籍贯 湖南乡乡人 二 理念 立志成就 内圣外王 之夜的读书人 三组织乡军 曾国藩在家乡 创建有思想 有信仰的农民军乡军 四成功原因 一 以为道做号召 以儒生领导农民 又利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 罗智人才 以守卫道统做号召 二 人才云集 胡灵义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 五平定时间 同志三年 一千八百六十四 乡军攻陷南京 太平天国父王 TOP 天朝梦醒 自强运动 九 睁开眼睛看世界 一 鸦片战争引起时代的新认识 一 过去对犀利入侵的回应被动 中国在心不干 情不愿的心态下进行 二 晚清突破华裔观念认识西方 林则徐 魏元 二 英法联军 太平天国的动乱 中国对西洋精良西洋火炮的警觉 三 中国的回应 公亲王一新 大臣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张之洞 开始联手推动 洋雾 使中国的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十字强运动 洋雾运动 一 时间 1860-1895年 二 观念 中体稀用 保存传统根本价值之外 致力于现代化的尝试 三 目的 求抢求富 四 方法 以外交治标 以自强治本 五 内容 一 外交 一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A 时间 咸丰 十一年 1861 B 之权 把 遗物 当 洋物 办理 二 派出第一 派出第一位外交使节 外国公使驻京十多年后 中国才派出第一位驻外使节 中西外交才纳入正轨 二 二 教育 一 培养语文人才 A 经诗集广州的同文馆 B 上海的广方言馆 二 易西书 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合力翻译 西书 三 第一批留学生 A1870年代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荣洪带领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 B 撤回 小留学生在西方接受教育 被顽固派斥位 望本 中途撤回 C 成就 第一批留美学生中最有成就的是修筑金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 十一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增多英 法 俄之外 加入日本 二 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 法国侵略安南 越南 二 英国侵略缅甸 三 日本兼并琉球侵入朝鲜 台湾威胁中国最大 甲午战争 十二 日本的野心 一 明治维新 一 起因 十九世纪中期 日本受到犀利冲击 同治七年 一千八百六十八 开始维新 二 明治维新 一 破除旧习 锐义西化 二 柔和传统的武士道和西方商业精神 二 甲午战争前的扩张 一 进犯台湾1874年牡丹社事件 二 兼并琉球群岛 三 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一 利用条约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二 利用朝鲜内部的新旧党征和中国立约 把朝鲜立位中日共同保护国 可以共同出兵平乱 埋下甲午战争的火种 十三 甲午战争 一 岛火线 东学党制变 一 时间 光绪二十年 1894 朝鲜发生东学党制变 二 日本阴谋 中日两国派兵平乱 视频之后 日本拒不撤兵 提出共同 改革 朝鲜内政的要求 二 战争爆发 一 时间 光绪二十年 1894 岁次甲午 二 日本突袭在朝鲜封岛的中国运兵船 攻击驻在朝鲜崖山的日军 中日两国宣战 三 战争经过 中国海陆军接败 日军长驱直入中国东北 四 结果 签订 马关条约 一 时间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二 双方代表 一 中方 李鸿章 二 日方 伊藤博文 三 内容 一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 歌让辽东半岛 台湾 澎湖给日本 三 赔款 二 赔款二万万两 四 增开通商口岸 五 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十四 十四战后影响 一 三国干涉海辽 一 原因 歌让辽东半岛涉及列强利益 引起列强干涉 二 干涉国家 额 德 法 三 结果 中国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 二 中国面临瓜分列强各自租借港湾 划分势力范围 一 俄国 长城以北 二 英国 长江流域 三 德国 山东 四 法国 西南各省 五 日本 福建省 六 美国 提出 门户开放 政策 希望分一杯根 三 中国天朝梦醒 维新变法呼声高涨 一 维新变法派 康有卫 梁启超 二 革命派 孙中山 TOP 维新变法的挫折 戊须变法 十五 求新 求变的时代背景 一 要求制度层面的改革 甲午清军战败 暴露单靠洋枪火炮 不足以自强 许多人要求制度层面的改革 二 群体意识的觉醒 一 过去的变革 多半由行政官员主导 现在读书人逐渐成了要角 二 过去读书人多个别对时局有所感慨 如今演变为群体的觉醒 新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三 严父引戒新思潮 一 生平 严父留英三年 学的是海军 重要的贡献却是思想的启蒙 二 翻译 英国赫须离的 天眼论 一 介绍物净天则 弱肉强食 忧胜劣败 适者生存的进化原理 二 产发旧亡论阵 大大影响国人的世界观 十六百日维新 一 倡导者 康有位 梁启超 一 公车上书 一 由来 光绪二十一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 马关条约 签订的消息传来 正入京参加会市的康 梁 联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签名上书请愿 二 诉求 聚合 迁都 变法 二 宣传站 康 梁伴学堂 立学会 开报馆 陪职人才 做政治改革的宣传站 三 思想站 康有位 诸书立说 为改革立法寻求理论的根据 四 尚书 德宗 康有位 大奖救国之道 打动了皇帝的新 势力深入传统的政治中书 二 百日维新 一 时间 一 光绪二十四年 一千八百九十八 清德宗决定变法 二 从四月二十三日下国事照开始 到八月六日皇帝被求 一共一百零三天 二 内容 一 政治方面 鼓励臣民批评时政 财病机构 二 经济方面 新办实业 三 军事方面 训练新军 四 教育方面 废除八股 改式策论 新办学堂和报馆 三成效 时间急迫 明目繁多 虽大小必举 效果却相当有限 十七 物须政变 一 一 主导者 慈禧太后 二 经过 一 求 靖清 得宗于迎台 二 基睦 参与朝政的 六君子 斩首于菜市场 三 康 梁桃 往海外 四 慈禧太后 重掌政权 新政权面 停摆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十八 义和团 酬扬 返教之音 一 鸦片战争以来的 鸡院 从鸦片战争 1840 到庚子年 1960年的岁月 中国人饱受 洋人凌辱 鸡院已生 二 外人干涉 中国内政 一 勿须变法 外人偏袒 维新派 二 勿须政变 康 梁德 到英国 日本的保护 安全脱身 又在外国公然唱起 保皇 三 废立皇帝 慈禧太后 谋废德宗 另立皇帝 外国人间接干预反对 十九 从义和拳 到义和团 一 义和拳 元起 义和拳 起自民间 是充满迷信色彩的秘密团体 自称有神灵附身 刀枪步入 二 甲午战后更名为义和团 一 性质改变 甲午战后 义和拳 跟名义和团 在山东巡抚的纵容下 光绪二十四年 一千八百九十八 正式聚众绅士 二口号 扶清灭羊 三筹外行动 一 公教堂 毁电线 拆铁路 二 无阳 无阳不返 返外接仇 三 横行无际 社会一片动荡 三 袁世凯的镇压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义和团活动被压制 转入直立审 四 义和团的壮大 一 义和团进入北京 天津一带发展与政治结合 托之以拳脚对付洋人 二 义和团的名气 可用 一时成了当权者应付外患不得已的出路 二 十项世界宣战 八国联军 一 由来 一 北京城骚动 庚子年 一 九百 五月 义和团进入北京 毁屋烧宅 掠夺财物 二 使馆被围 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所在的东郊名像 日本使馆书记和德国攻时先后被杀 北京城陷入无秩序状态 三联军入京 五月中旬 各国政府决定派军进入北京 二 清廷的态度 一 纵容 先后表面禁止 暗中纵容 后来干脆直呼全民位 一名 二 宣战 五月下旬此洗下照向各国宣战 三 战争经过 一 八国联军 八月中旬 英 法 俄 德 美 日 亿 澳八国组成联军 开入北京 二 全民反抗 全民以血肉之躯扑向八国联军的洋枪火炮 惨死者如风驱草 三 主阵者逃亡 此喜与德宗郎被出王西安 四 东南互保 东南各省都府避开中央 自行和各国议定 东南互保 办法 免出一场浩劫 二 十一 新筹合约 一 时间 光绪 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零一 岁次 新筹 二 内容 一 承办 祸首 道歉 二 赔款 四亿五千万两 三 国防 洞 开 一 削平北京至大姑的炮台 二 各国的至北京至山海关沿县则的驻兵 四 北京化定使馆区各国派兵常驻 三 影响 一 公使团变成清廷的太上政府 二 日俄战争 一 一 原因 俄国利用权乱出兵占领东三省 引起日本干涉 二 战争爆发 光绪三十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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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四 日俄战争爆发 三 结果 俄国战败 但东北利亦由日俄两国瓜分 四 TOP 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建立 二十二晚清的救国运动 一 孙中山 救国的医生 一 医生平 医生平 云 疾灌 广东 香山人 二 原名孙文 自义先 在日本时曾字号中山桥 是称中山先生 二 早年生活 一 受传统名教术妇少,孙中山出身平凡农家,受传统名教的术妇少,敢于做红袖拳第二。 而 受西式教育影响多,孙中山的科学文化洗礼,思想切实而具开创性,故不习为四大寇之一。 三尚书李鸿章,孙中山最早寄望清廷的改革,有尚李鸿章万言书。 四创立革命团体,孙中山失望之后,于甲五年,1894,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新众会。 五革命行动 新众会同盟会 时间光续二十年,1894,光续三十一年,19050。 地点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 入会是辞词驱逐达鲁,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成员运动华侨,会党返清,革命之火由海外燃起核心仲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等团体为中华革命党。 重要世纪众,光续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一度在伦敦被侵蚀管又禁一,正式发表三民主义的主张。 二,八次失败,以知识分子,新军与秘密会党为基础,由边区到中央,发动八次武装起义。 三,震撼人心,黄兴领导的广州三百二十九之一,引爆革命火种。 二,康,梁宇士绅的立宪派。 一,保皇党的建立,康有位与梁启超在海外桥界建立了保皇党,以保护德宗,反对慈禧为宗旨。 二,立宪运动。 一,日俄战争的刺激,日俄战后,国人眼见一个立宪小国, 打败了两个地质大国,清廷,俄国,立宪运动随之而兴。 二,康,梁宇一般是身形成立宪派。 A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B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给清廷重大压力。 三结果,卷入了革命风潮。 二,十三武昌起义。 一,背景。 一,幼主登基,光绪三十四年,一千九百零八,清德宗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去世,三岁的溥仪继位位帝。 二,清廷腹朽,中央集权而无能,政治废持而高压。 二,导火线,民间反对清廷,铁路国有,政策。 三经过。 一,湖北空虚趁机起誓,宣统三年,一千九百一十一,四川宝路同志会集会请愿游行,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二,起誓,革命党人趁机于英历八月十九日起誓,杨历十月十日。 三,各等陆续响应,武昌起义很快变告成功,固定十月十日为国庆日。 二十四帝国变民国。 一,新亥年,一千九百一十一,底,各省代表集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二,民国成立,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三,袁世凯的操纵。 一,清廷启用军事强人袁世凯镇压革命,但袁世凯私心自用。 二,策略。 一,一方面压迫清帝退位,袁世凯压迫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享国268年,同时结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 二,一方面取得义和优势,袁世凯以军事和政治手腕,在南北义和中,取得绝对优势。 三,孙中山让位,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三月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 四,民国成立的意义。 一,民族主义之声章,一场大革命在侧众,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潮下,迅速成功。 二,民权主义之兴起,中国得以民主共和的形态,积深于万国之灵。 袁世凯与红线帝制。 二,十五红红线帝制。 一,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一,刺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宋教人。 二,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二,红线帝制三部曲。 时间步骤经过。 民国二年,1913,谋位正式大总统脅迫国会选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民国三年,1914,谋位终身总统一,解散国会。 二,制定新约法,造出一个总统不必向国会负责的超级总统。 民国三年至五年。 1914-1916,谋帝制自为一。 民国四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夺占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杨渡等人组成,筹安会,劝敬袁世凯卫帝。 三,民国五年,国体投票,结果,袁世凯被拥位,中华帝国皇帝。 二十六,桃园护国运动。 一,中华革命党桃园,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桃园。 二,言论返袁,两起超撰文痛斥帝制之飞,影响很大。 三,云南起义,蔡厄和唐继尧,李列军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接起返袁大旗。 四,帝制取消。 一,登基,袁世凯原定于民国五年登基,并改缘,红县。 二,举国反对,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后取消帝制,本人不久病死。 二,十七元死后的政局。 一,黎元宏继任为大总统,政权落在北洋军人手中。 二,黎,段施和,总统黎元宏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争。 三,复辟事件。 一,缘因,离断政争期间,辩帅,张勋带领五千,辩子军,入京,发动政变,拥朴仪复辟,改民国六年未宣统九年,但只维持十二天。 二,意义。 一,地制一去不复返。 二, 民主共和的潮流抵挡不住的。 TOP 中国人的觉醒。 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 二,十八政治符号的变化。 一,国歌,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过正式的中华民国国歌,但后来国歌每随政权而变异。 二,国旗。 一,传统有将帅个人旗帜。 二,清末有象征帝王的黄龙旗。 三,辛亥革命的旗帜纷。 一,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代表五族共和的国旗。 二,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统一后,国民政府改议青天白日闷的红旗为国旗。 二,十九社会的遗风一俗。 一,新时代的来临。 一,简辫子,表示时代变了。 二,用洋力,政府般用洋力,以民国为纪元,代表对传统帝制的否定。 三,从人权,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生契约等,强调,拥护人权为第一要义。 二,一风一俗。 旧的社会风上新的社会风上。 称呼,大人,老爷,的称呼,先生,君。 行礼跪拜作一之礼鞠躬握手。 服装顶带花铃,凤冠侠披逐渐消失西服,中山庄,旗袍。 三十妇女地位的变迁。 一,静禅足。 二,男女共学,打破,女子无才便适得,的观念,女学兴起。 三女子参政,参军。 一,秋景。 秋景投身革命,做新女性的先驱。 二,女子军。 辛亥革命和北伐期间,都出现过女子军。 女子参政组织。 四,冲击婚姻与家庭制度。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意识高涨,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恋爱风行,直接冲击了中国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制度。 三十一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三十一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特色一,是,位居四名之首,是农工商。 二,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在乡卫生,出而为官,有身份,有地位期,不再执着功名。 他们拥有新知识,新人生观与价值观,不必拼命于科举。 八,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又能传播新观念。 九,深入各职业团体,带动社会变革,他们走入社会后,承担不同工作,于是有工商业者,新闻记者,律师,新学堂教师,工程师,医师, 护士等新职业。 他们进一步团结,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适合生存空间乡村城市。 共同典议天下位已任。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三十二新文化运动。 数字路。 九,五四运动面一望。 四夕一幕集合长无数 seguinte数字项, 三十二� Bean角色,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三十二新文化运动 一、开端、民国四年、成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创刊、公开抨击传统、歌颂西方文化、公然主张以、心、体、酒。 二、敦促着、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她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卫办学方针 三、内涵、文学的变革、思想的解放 一、文学革命 一、白话文 A胡适、民国六年、1917 胡适在、新青年、杂志提出改良文学的、八部主义 A文体上 不用文言 改用白话 B内容上 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B陈独秀 陈独秀进一步提倡 文学革命论 C鲁迅 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引起广大回响 二、西方文学的一届 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介绍进来 三、新式标点符号开始流行 四、文学走向平民化 的、了、你、妈、取代、知、乎、者、也 文学与语言更趋一致 文学走向平民化 二、思想的解放 新思潮刺激广大不满现状的青年 学生爱国运动也随之而起 三十三五四运动 一、时间 民国八年 1919 5月4日 二、原因 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 无视中国为战胜国 硬把德国在山东所想的特权化归给日本 三、经过 一、北京天安门前聚集了北大、清华等校五千多名学生开会示威 二、示威游行者要求聚签合约收回山东利权 废除二十一条 三、口号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 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 不可以低头 四、学生前往东交民向使馆区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五、学生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 痛欧驻日公使张宗祥 学生多人被捕 六、五月五日学生总罢课 工人随之罢工 商人宣布罢市 四、结果 一、迫使北京政府在六月承办官员 拒签合约 二、外征国权 内成国贼 的要求达成 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五、影响 依旧王图存的学生运动 促成社会的普遍觉醒 二、加深国人寻求个人解放 社会平等和国家独立意识 三、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三十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一、全盘西化 引进德先生、赛先生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五、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六、反对就有的专制、政治、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科学的敌人 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抗击、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殿 赛先生、Science、科学一、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二、反对迷信、盲从、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二、出版物成为引进新思潮的媒介 一、报刊改用白话文 大学生、中学生竟相办起刊物 二、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旧式良方 马克思主义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TOP 革命再起 军阀与反军阀 35军阀歌剧 一、原因 原是凯死后 北京中央政府分崩离析 全力涣散 中国政治进入军阀歌剧的新阶段 二、军阀的界定 一个人为忠心 二、拥有军队 战有地盘 三、得到列强坐靠山 四、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军事集团 三、派系 一、北洋军阀 一、操纵北京中央政府 打着统一的旗号 有协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二、派系、晚系、直系、奉系 三、目标 争夺中央政权 二、西南军阀 一、派系、滇系、贵系 二、地盘 广东省、粤、广西省、贵、云南省、滇、贵州省、前 三、目标 共谋瓜分地盘 与北洋分亭抗礼 三十六军阀混战 一、原因 一、权力真空 无实际强人 一、旧体制瓦解 新体制由未建立 私人武力介入权力真空 二、军人出身的总统、总理或执政 当中并无一个实际的强人 二、军阀见识有限 无长远政治理想 只能建立自己的小王国 谈不上政治理想 张作霖 陆荣亭一 出身陆林 多半没什么治国理念 二、张作霖受日本人扶植 但自认是爱国者 曹坤卖不小贩 平玉想起初是个 基督将军 后来向苏俄靠拢 吴佩福秀才出身 不得至十层挂牌算命 后来才投身军旅 二、军人干阵 自从袁世凯以武力作为阵争工具后 军人干阵成为风气 一、段氏跋扎 民国六年 一、九百一十七 段祺瑞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位名 大届外债已攻内战经费 二、曹坤会选 民国十二年 一、九百二十三 直系曹坤会选总统 国会议员干位 朱仔议员 得闹剧 三十七反军阀运动 一、护法运动 一、领导人 孙中山 二、时间 民国六年 一千九百一十七 三、原因 孙中山反对段祺瑞毁弃民国元年的 临时约法 据恢复国会 四、经过 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 成立军政府与北京对抗 五结果 一、孙中山有政府而无军队 缺少实力 二、受到西南军阀的阻挠 三、受到陈炭民 变叛变的打击 二、国民革命军北伐 中国兵或连劫 指呆国民革命军北伐 结束残局 三十八军阀政治的影响 国家 国家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 现代化建设 无有展开 中共的成立 三十九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组成共产主义小组 一、时间 民国九年 一、九百二十 二、原因 苏俄宣布放弃在华特权的消息传到中国 三、领导人 新文化运动起手陈独秀 李大钊 四、协助者 共产国际代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时间 民国十年 一、九百二十 一、二、地点 上海 三、经过 十三位党代表全国五十多个党员 宣布成立 中国共产党 四、党章与党纲 一、暴力夺权 二、消灭阶级 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四、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一、寄生国民党 一、原因 初期中共力量极小 只能利用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社会网路 运动学生 从事工人组织活动 但困难重重 二、方式 民国十二年 一、九百二十四 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但不放弃在国民党内的小组织活动 二、国共第一次合作 一、时间 民国十三 TILD16年 1924TILD1927 二、前提 联俄 三、口号 反帝国主义 反军阀 四、合则两例 一、国民政府 势力能从珠江流域推向长江中下游 而且积极统一中国 二、共产党 从事工人和农民运动 三、国共第一次决裂 一、时间 民国十六年 1927 二、原因 一、两党政治理念不合 二、中共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将矛头对向国民政府 三、国共对抗 一、国民党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奖中正在上海实行反共 清党 二、 共产党 中共以武装暴动回应 四、结果 中共转入地下发展 由城市转入乡村 领土发展 奖中正与北法统一 四十一北法前之准备 一、国民党改组 一、时间 民国八年 一、九百一十九 二、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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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2. 民国十二年,1923,孙中山聘俄仁鲍罗廷为顾问。 3. 民国十三年,1924,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改组正式定案。 5. 改组后的国民党。 1. 继承了中华革命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略。 2. 吸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重视组织、党绩、宣传、群众运动。 3. 建立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推动政治工作。 4. 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5. 目标与手段,三民主义,国民革命。 6. 六联俄荣共之弊病,导致国民党内、党中有党,形成荣共、反共之称,造成派系冲突,付出代价极大。 2. 黄埔军校之创建。 1. 依蒋中正的崛起。 1. 身平、蒋中正、自戒时、浙江奉化人。 2. 早年世纪。 就读学校1. 保定全国陆军塑成学堂。 2. 留学日本入政五学校。 2. 参加革命1. 辛亥革命。 2. 二次革命。 3. 护法运动。 出国考察民国12年,1923,代表孙中山赋莫斯科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 2. 创建黄埔军校。 1. 时间,民国13年,1924。 2. 孝训,亲爱京城。 3. 奠定北伐基础。 4. 民国14年,1925。 4. 孙中山病逝,蒋中正承担国民革命的大任。 4. 东征,民国14年,蒋中正东征讨伐陈炯炯明。 4. 平叛,蒋中正平定颠,贵军叛变,统一两广。 4. 四十二北伐与统一。 1. 时间,民国15年至17年,1926。 2. 分期。 1. 第一期。 1. 时间,民国15年至16年,1926。 2. 陈旧,消灭南方军阀,占领南京,上海。 2. 凝汉分裂。 1. 国民政府签武汉,民国15年,1926。 16. 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迁到武汉,仍与共产党合作。 2. 清党引发分裂。 3. 民国16年4月,民国16年4月,1927。 3. 蒋总司令占领上海后,鉴于共产党夺权阴谋,宣布,清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3. 结果。 A. 南京与武汉各有一个国民政府,世卫、宁汉分裂。 B. 民国16年7月,武汉政权,分共、宁、南京、汉、武汉,复合。 C. 国共正式决裂。 3. 第二期。 1. 时间,民国17年,1925。 18. 2. 对象,北方奉系军阀。 3. 经过。 A. 国民革命军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继续北伐。 B. 武汉惨案,日本为阻挠中国统一,出滨山东,制造,武汉惨案。 C. 绕到北伐,蒋总司令帅军绕到北伐,进入北京,改名北平。 D. 张作霖炸死。 D. 凤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4. 全国统一。 民国17年底,1928,东北军,奉军,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致,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在形势上归于统一。 T. 十年深聚教训。 黄金十年。 四十三十师训正。 一,时机。 一时间,民国17年至26年,1928-1937。 二国民政府的黄金时代,最能积极从事建设。 二,依据。 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军阵、训阵、宪政事建国三阶段。 二民国17年,1928,国民党中央通过训阵纲领,开始训阵。 三,实现,原定六年,但直到民国三十六年底,1947,才开始实行宪政。 四,训阵时期的国民党。 一,国家的政权和治权完全属于国民党。 二,治国原则,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一,中央,推行五院制的国民政府。 二,地方,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审,县二级制,以县位自治单位。 五,预备行县。 一,时间,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一千九百三十六。 二,公布,宪法草案,称为,五五宪草。 三,工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 四,严荡,抗日战争爆发,延期实施宪政。 四十四,避制改革。 一,原因,中国货币不统一,九位工商界诟病。 二,改革。 一,费两改元,以,银元,取代,银两,把银元制造权收归中央。 二,发行法币,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座位,法币。 三,影响。 一,消除了长期存在的避制混乱局面。 二,带动国民经济的复苏,增加了抗战的实力。 四十五新生活运动。 一,倡导者,蒋中正。 二,时间,民国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三十四。 三,地点,江西南昌。 四,内容。 一,把礼,义,连,齿的道德观念,融入一,时,住,行日常生活中。 二,把整齐,清洁,简易,朴素,迅速,确实作为行政指标。 四十六国防建设。 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 二,军队枕边与枕建,国民政府对各集团军进行枕边,虽遭遇挫折,但内乱逐步没平,抗日行成共识后,陆海空军的枕建便顺利推进。 三,构策建,民国二十四年,一千九百三十五。 二,内容。 二,蒋中正秘密调集部队,构筑以南京卫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 四,后执国防力量。 一,积极发展兵工业。 二,举办庐山级俄眉军官训练团。 三,实行征兵制。 四,高中以上实施军训。 五,目标,从军事制度、物质上、军队的实质训练上及精神上,谋求抗日国防力量。 四十七十年建设的评价。 中国能够应付日本侵略长达八年之久,十年建设对国力的培养,是值得肯定的。 内忧外患。 四十八日本大举侵略。 一,军事侵略。 一九一八事变。 一,时间,民国二十年,一千九百三十一。 二,经过,日本借口中国炸毁南满铁路,进攻沈阳,占领东三省。 三, 意义,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华侵略政策又一阶段的发展。 二,一一二八事变。 一,时间,民国二十一年,一千九百三十二。 二,经过,日军进攻上海,国军抵抗。 三,结果,三,结果,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三,进攻华北。 一,时间,民国二十二年,一千九百三十三。 二,经过,日本进攻热和,季东。 二,扶植伟政权。 一,满洲国。 一,时间,民国二十一年,一千九百三十二。 二,经过,在东北成立为满洲国,已退位的清帝普一位傀儡皇帝。 二,华北自治运动。 一,时间,民国二十四年,一千九百三十四。 二,经过,日本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 三,影响。 一,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怒潮。 二,抗日的最后关头就要到来。 四十九西安事变。 一,时间,民国二十五年,一千九百三十六,十二月十二日。 二,起因。 一,张学良不满中央先安内后攘外,先超供后抗日的政策。 二,中共畅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关内过着流亡的生活。 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的口号刺激军心。 三,张学良走向连贡逼蒋抗日的道路上。 三,经过。 一,主谋,张学良与杨虎臣。 二,地点,西安。 三,被接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间行政院长蒋中正。 四,诉求,提出八大主张。 一,停止抄供。 二,改组政府。 三,出兵抗日。 四,各方反应。 一,南京国民政府,出兵讨伐与政治谈判。 二,中共。 一,公审,罢免蒋中正并交付人民,公审。 二,和平解决,奉共产国际命令,在承认国民政府正统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五,谈判代表。 一,国民政府,奖宋美玲,宋子文。 二,中共,周恩来。 六,落幕,张学良悔悟,12月25日陪奖中正返回南京,事变结束。 七,影响。 一,国民政府停止抄供,进而联供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 二,中共起死回生,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毛泽东与中共的武装割据。 五十毛泽东的发迹。 一,神平。 一,季冠,湖南乡谈人。 二,学业,湖南第一师范。 三,思想转折。 一,早期受康有位,梁启超的影响。 二,读,新青年,受陈独秀,胡适影响。 三,做过图书馆的书记,受到社会主义的熏陶。 二,从政。 一,加入中共,民国十年,1921,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激进派。 二,加入国民党,联俄融共期间,毛泽东当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五十一,锦岗山落草。 一,共产党武装暴动。 一,时间,民国十六年,1927,后。 二,原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中共被视为非法组织。 三,结果,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暴动回应。 二,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领导人,毛泽东,朱德。 二,原因,毛泽东于秋收暴动失败后,逃入江西井港山剧的称王。 三,结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成为,国中之国。 五十二,遵义会议前后的发展。 一,国民党武力为超。 一,时间,民国十九年,1930,后。 二,经过,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围超。 二,中共流窜。 一,毛泽东无实权。 一,毛泽东贵江西苏维埃政权主席,但被党内视为异端。 二,共区实权操之在莫斯科所支持的国际派。 二,中共流窜。 一,原因,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军第五次围超,中共放弃江西。 二,路途,中共流窜西南各省,党史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遵义会议。 一,时间,民国二十四年,一千九百三十五。 二,地点,贵州遵义。 三,结果,毛泽东正式主掌军政大权,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 四,峡北喘息。 民国二十四年底,一千九百三十五,中共抵达峡北,所剩残步不多。 三,转机。 一,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解救了共产党免于父王。 二,七七事变,中共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利用抗日,载行作大。 TOP 八年艰苦抗战期间,全面抗战。 五十三七七事变。 一,时间,民国二十六年,一千九百三十七,七月七日。 二,导火线,日本在北平近郊的晚平城附近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城搜查遭拒,随即大举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鲁沟桥的枪声揭开八年抗日的序幕。 三,政府态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场讲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谈话。 四,全面抗战。 八一三,松户战争爆发,中国正式进入一个,第五分南北,年五分老幼,的全面抗战阶段。 五十四抗战初期形式。 一,时间,民国二十六年,一千九百三十七,至民国二十七年,一千九百三十八,武汉会战址。 二,进攻方向。 一,华北,日本占领北平,天津。 二,华中。 一,八一三松户会战。 A,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B,经过,日军进攻松户地区,国军坚守三个多月,打破日军一周内攻占上海,三个月亡华的迷梦。 C,英勇士纪,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可歌可泣。 2,台尔庄大劫。 A,时间,民国二十七年,一千九百三十八。 B,经过,国军在台尔庄传出捷报。 C,低我行事,日军占领华北、华南。 3,日军罪行。 1,南京大屠杀,民国二十六年,日本攻占南京,屠杀中国军民三十万以上。 2,731,部队,日军在东北以中国人作为细菌战食验品。 3,卫安妇,日军强迫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女性充当,卫安妇。 55抗战中期的发展。 1,时间,民国二十七年,一千九百三十八,武汉会战结束至民国三十年底,一千九百四十一。 2,双方相持阶段持久战。 中方一,固守山区,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自顾不暇,国军只能苦称呆变,退入山区,一显固守。 2,游击战,沦陷区以游击战消耗并牵制日军战力。 3,日方一,切断中国对外交通,日本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轰炸,这期间中日两军会战长沙三次,中国军得胜、侍卫、长沙打劫。 2,以华至华,日本扶植汉奸汪兆明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 56抗战的胜利。 1,时间,民国三十年底,一千九百四十一,至民国三十四年,一千九百四十五。 2,重要战役,会议。 时间战役或会议重要经过。 民国三十年,一千九百四十一,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应开始并肩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二,联合国宣言五,中国参与二十六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六,蒋中正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 一千九百四十三,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五,英,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令定平等新约,一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告解除。 六,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开罗会议奖中正参加中,美,因三巨头的开罗会议,决定战后东亚的国际新形势。 民国三十三年,一千九百四十四,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 青年从军运动期,盟军的,欧洲第一,策略,中国战场未受重视。 八,四月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震动昆明和重庆。 九,八月政府号召青年从军,组成青年军。 远征缅甸 打通中印公路五,民国三十一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解英军之围。 六,打通中印公路,有助战局扭转。 民国三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五,日本投降五,四月,国军总反攻。 六,八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期投下原子弹,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七,中国八年对日抗战,终获最后胜利。 中国之巨变 五十七,中共的座大。 一,抗战初期,中共只有一个根据的,四万军队,力量还小。 二,抗战结束。 一,拥有十九块,解放区,一亿人口,军队近百万的国中之国。 二,毛泽东夸口说,要出两个太阳。 五十八国民政府的困境。 一,人心厌战,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战争,不希望国共爆发内战,再战对国民政府不利。 二,国家元气大伤,常年战争,国家经济破产,政治风气败坏,严重腐蚀了人心。 三,复原师党,国民政府复原师党,中共从旁进行土地和权力的争夺。 五十九国共内战。 一,国共之争出奇,政治角逐。 一,国共双方各具地盘。 一,国民党,华中,华南。 二,共产党,华北,东北。 二,政治角逐。 一,蒋中正和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二,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三,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争执。 四,国民大会召开,表示政府实行宪政的决心。 三,形势不利国民政府。 一,战后通货膨胀。 二,伪军收编问题。 三,接收人员过于腐化。 四,过分依赖美国做靠山。 四,结果,国民政府丧失人心,打击国民政府的威望。 二,国共之后后期,文征武斗。 一,时间,民国三十五年六月至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六 till一千九百四十九。 二,中共战术。 一,整编军队,中共把百万大军整编为五个军区,一名,人民解放军。 二,战术,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攻城掠地。 三,辅助工具,学潮。 三,结果,一,三大战役,中共发动辽审,徐邦,平津三大战役,国军兵败如山倒。 二,和谈遭拒,民国三十八年初,一千九百四十九,蒋中阵营退,代总统李宗仁求和遭拒。 三,共军渡江,民国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四月共军渡过长江,南京失守,中央政府拨迁台湾。 四,两岸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长期分裂的局面形成。 TOP,战后中国。 中共政权的演变。 六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建国。 一时间,民国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十月一日。 二首都,改北平位北京,立位首都。 三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季年,以西元季年。 五,领导人,毛泽东位,人民政府主席。 二,政治路线,清苏反美。 一,清苏俄,苏俄率先承认中共政权,中共也采取,一边道,的清苏外交路线。 二,抗美援朝,民国三十九年,一千九百五十,六月韩战爆发。 八,中共以,抗美援朝,民意派军与美军对抗,强化了东西方的对峙局面。 六十一十年文革。 一,时间,民国五十五年至六十五年,一千九百六十六 till一千九百七十六。 二,用意,在,阶级斗争,的指引下,毛泽东为了改造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并进行夺权。 三,经过。 一,打倒走资派,利用大学生,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到处横扫,牛鬼蛇神,进行,破四旧,立四星,打倒,走资派,的运动。 二,塑造毛泽东为红色教主,有至少一千一百万手持,毛语录,口唱,语录歌,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天安门,朝圣,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四,浩劫。 一,几百万人在,造反有礼,的口号下被斗争,走入,武器干校,劳改。 二,无数文物惨遭捣毁,上亿人口受到株连迫害,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五,结果。 一,林彪叛逃,文革期间,毛泽东指定林彪为继承人,林雀,叛逃,身亡。 二,四人帮接手,大权落入已将亲为首的,四人帮,手中。 三,四人帮被铲除,民国六十五年九月,一千九百七十六,毛泽东病死,四人帮,被铲除,文革十年浩劫结束。 六十二文革之后的发展。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一,时间,民国六十七年,一千九百七十八,后。 二,务实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能抓老鼠便是好猫。 三,务实路线。 一,不再搞政治运动,以,改革开放,代替,阶级斗争。 二,开放市场经济,在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大陆市场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体系挂钩。 三,经济挂帅,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变成经济挂帅,大家一起向,前,看。 四,结果。 一,西装取代毛装,不断革命论踩了刹车。 二,党天下,不再,党国体制发生动摇。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保守的矛盾政策,发生了民国七十八年,一千九百八十九,的,六四,天安门惨剧。 二,后邓时代,江泽民掌舵,共产体制能不能和平演变,仍待观察。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 六十三维极存亡之秋。 一,台湾面与人口压力,大陆撤退军民达两百余万,对台湾形成一股压力。 二,国际刻意疏远,美国等国家刻意疏远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三,政府财政困窘,政府取出抢运来台的黄金、旧级。 四,蒋中正副职,民国三十九年,一千九百五十,蒋中正副总统职,领导台湾军民。 六十四国民党的改造。 一,时间,民国三十九年,一千九百五十。 二,经过。 一,启用年轻优秀人才,整顿党纪,训练党员,以,革命民主政党自居。 二,实行戒业,国民党为了抗共,民国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五月开始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 三,结果。 一,稳定台湾局势。 二,民主宪政的推行打了折扣。 六十五,经济发展。 一,土地改革。 一,内容。 三七五减租工地放领根者有其田农地重化。 二,结果。 一,打破租电制度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比和平复悬殊现象。 二,带动民营企业和工商业发展。 二,经济建设。 一,时间。 一,民国四十到六十年代,一千九百五十到一千九百七十。 二,内容。 二,六,旗的经济计划,十项建设,十二项建设,十四项建设。 三,结果。 一,中产阶约约崛起,社会走向多元。 二,民主呼声具备了社会基础。 六十六,政治发展。 一,国民党垄断的政治。 一,政治缺乏制衡,国民党牵台后长期垄断政权,党的势力渗透到政治、军事各层面。 二,万年国会,为巩固领导中心,延续法统,中央名义代表不能改选。 因此有,万年国会,之机。 二,本土化的加深。 一,奖中正。 一,施政方针,大中国的构想及政权的安定。 二,目标,反攻大陆,反共抗俄。 二,奖金国。 一,施政方针,向下扎根,向上发展,台人治台。 二,结果,本土化加深,政权逐步开放。 三里登辉。 一,内政上,革新宝台,推行政党政治。 二,外交及大陆政策,以,政治实体,开拓国家生存空间,重返国际社会。 四,沉水扁。 一,时间,民国八十九年,两前。 二,施政目标,以,新政府,为号召,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三,民主化的发展。 一,解严,民国七十六年,一千九百八十七,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 二,民进党成立,党外,仍是组成的民主进步党,成为国民党的最大政治对手。 三,开放大陆探亲,政府开放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热络。 四,回归宪政。 一,国民大会修宪。 二,民国八十一年,一千九百九十二,中央民意代表完成全面改选。 三,民国八十三年,一千九百九十四,省长民选。 四,民国八十五年,一千九百九十六,首次总统民选。 五,民国八十九年,两前,民进党赢得选举,政党轮替执政。 五,民主化的措施。 一,普遍直接选举。 二,军队国家化。 三,司法独立。 四,言论出版自由。 五,解除暴禁和党禁。 六,开放国外观光旅行。 六亿亿,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终于在台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六十七今后关心的议题。 一,海峡两岸关系。 二,统独问题。 TOP。 回顾与展望。 六十八政治走向民主。 六十九经济趋向高科技。 七十社会多元又开放。 HTTP冒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斜线teachingweb斜线TJQTOP 世界史,第三册N第四册,目录。 第一章导论三。 第二章上古文明的起源四。 第一章西亚古文明四。 第二章埃及古文明五。 第三章希腊城邦的发展期。 第四章罗马帝国的形成九。 第三章中古欧洲的发展十二。 第一章从民族迁徙到封建制度的建立十二。 第二章庄园经济与城市兴起十四。 第三章宗教思想与艺术成九十五。 第四章东罗马帝国及其文化十六。 第四章亚洲文化的昌明十九。 第一章印度文化的演变十九。 第二章回教势力的扩张二十。 第三章东西文化的交流二十二。 第五章近代欧洲的兴起二十四。 第一章文艺复兴二十四。 第二章宗教改革二十六。 第三章地理大发现二十八。 第四章科学革命三十。 第六章从专制到民主三十二。 第一章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专制政治的盛行三十二。 第二章启蒙运动三十三。 第三章英国议会政治与美国独立三十四。 第七章两大革命与西方的聚变三十七。 第一节工业革命三十七。 第二节法国大革命三十八。 第三节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四十。 第八章民族主义的流行与帝国主义的横行四十三。 第一节日尔曼和意大利的统一四十三。 第二节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独立运动四十三。 第三节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十五。 第四节新帝国主义四十六。 第九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十八。 第一节结盟,危机与战争四十八。 第二节合会,合约与国际联盟四十九。 第十章战歼五十二。 第一节亚非国家的独立运动五十二。 第二节欧美国家的转变五十三。 第三节经济大恐慌和军国主义的猖獗五十四。 第四节文化与思想五十六。 第十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十八。 第一节战争的始末五十八。 第二节战时的国际关系五十九。 第十二章东西冷战下的世界局势六十一。 第一节亚非星星国家语,第三世界六十一。 第二节联合国与区域统合六十二。 第三节冷战与区域性战争六十四。 第四节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六十六。 第十三章新时代的来临六十九。 第一节高科技与大众文化六十九。 第二节时代新挑战七十一。 导论 七十一人类的出现与眼镜。 一、出现时间,三、四百万年前。 二、出现地点,非洲。 三、人类的眼镜。 一、依据,考古发现的古骸化石、器物。 二、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中其用火,合作狩猎或战斗,以兽皮为衣、血居。 晚其岩壁上作画,制作小型雕像,埋葬死者有原始艺术与宗教观念。 新石器距今一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 七十二文明的萌芽。 一、时间,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二、文明的特色。 一、模制石器。 二、有采石进步到产时。 三、有剩余物资可供交易。 七十三文明的开展。 一、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文化。 二、文明发展的相融性与排斥性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TOP。 上古文明的起源。 西亚古文明。 七十四古代西亚人。 一、地理位置、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小亚西亚。 二、城邦文明。 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出现,城市形成。 一、文化进步之音。 一、文化上有所沉袭。 二、外在环境的刺激。 二、西亚民族。 一、两河流域、苏美人、巴比伦人、亚树人、加尔地亚人。 二、地中海东岸、肥尼基人、西伯来人。 三、统一。 亚树人和肥尼基人曾统一此区,融合许多文化。 三、贡献。 欧洲人有,光明来自东方,的说法。 七十五西亚的文明遗产。 一、文字。 一、背景。 一、城市文明须文字记录。 二、两河流寓意泛滥建造灌溉工程城市国家产生文字记录的出现。 二、歇行文字。 一、发明,苏美人所发明,通行西亚三千年之久。 二、特色,商业文件居多数,可见当时商业之甚。 二、立法,以之用阴历,将一年分位十二个月。 三、数学,有,位,的观念,十净位与六十净位法并用一分钟六十秒,圆周有三百六十度。 四、法典。 一、汉摩拉比法典。 八、比伦王汉摩拉比制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 二、特色,法律及公正的观念但对犯罪者的处罚,仍有身份之别。 五、建筑,苏美人开始建造高耸的塔庙,展现人神的关系。 六、宗教。 一、占星术。 一、创立者,巴比伦人,加尔底亚人。 二、特色,展现两河流域悲观的宿命论色彩。 三、新旗智与星座,一周七天,每天由一星神轮值。 二、一神教。 一、创教者,西伯来人所创建的犹太教,以旧约圣经,为经典。 二、影响,犹太教影响后来的基督教和回教很大。 三、妖教。 一、创教者,波斯人所创。 二、教义,善恶对立二元论,崇拜光明和火。 七、肥尼基人的成就。 一、擅长通商,商业活动遍及欧、亚、非三大洲。 二、字母的传播。 肥尼基人的字母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吸收,为今日西方字母的共同源头。 埃及古文明。 七十六地理环境。 一、地势孤立,埃及四周为沙漠、高山及海洋所环绕。 二、尼罗河的赠礼。 一、尼罗河的定时泛滥,有助农业的发展。 西元四千年前,尼罗河古地形成农业文明。 二、影响,文化融合,政治统一,经济富裕,社会安定。 七十七历史的发展。 一、历时,近三千年。 一起,西元前三千一百年,统一的埃及王朝建立。 二、一、西元前三百二十二年,亚历山大大地灭埃及。 二、分歧。 分歧时间特色。 古王国前二十七年二月二世纪建金字塔。 中王国前二十一年一月八世纪一,恢复秩序及繁荣,后因混乱而衰微。 二、被来自亚洲的西克索人以马河战车入侵所灭。 新王国前十六年十一月一,驱逐外敌,法老政权权力集中,建立强大军队。 二、版图辽阔,踩马拉战车,使用铁制武器,向外征战。 七十八古埃及的文明遗产。 一、多神信仰。 一、多神信仰,特别相信太阳神和尼罗河神。 二、相信来生,建金字塔,制作木乃伊,壁画,巨大的雕刻以备来生之须。 二、文字。 一、初期,象形文字。 二、后期,表因作用后世字母文字的基础。 三、天文立法,制定阳历。 四、数学,实境卫法。 五、医学,丰富的人体和医药知识。 六、学校,神庙有学校,以培养官吏。 希腊城邦的发展。 七十九。 希腊文明的起源与城邦政治。 一、文明的起源。 一、时间,西元前一零零零年。 二、地点,爱琴海岛屿,小亚西亚东岸,巴尔干半岛。 南部希腊地区。 二、城邦的出现。 一、形成背景。 希腊半岛因山海交错而分成许多小区域, 适合独立的城邦发展。 二、向外发展。 一、原因,希腊半岛的己人多。 二、方式,建立殖民地, 发展工商业,征服邻邦。 三、影响。 希腊人将希腊文明传播至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等殖民的。 三、城邦政治形态。 一、斯巴达,勇武著称,但未统一全希腊。 二、雅典。 一、文化成就,全希腊的学校。 二、民主政治,现成年男性公民才有选举权。 八十希腊的古典时代与文化成就。 一、文化丰富的原因。 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活泼自由的心灵和质朴纯真的世界观。 二、波西战争的鼓舞,以寡极众,自由战胜专制的鼓舞。 二、文化成就。 一、宗教。 一、编造神话,解释自然与人世现象,祈求好运和丰收。 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展现勇武。 以取悦神明。 二、文学。 一、史诗、赫玛的、伊利亚的、和、奥德塞,两篇史诗反映古代传说与生活。 二、戏剧、悲剧和喜剧,显示作者洞察人生和身后素养。 三、史学、西罗多德和修席底德的著作,成为西方史学的经典之作。 四、哲学。 一、内容。 A、初期,探索宇宙本质。 B、后期,人生问题。 二、重要哲学家,苏格拉底、百拉图、亚里斯多德。 五、武艺术。 一、特色、建筑、雕像、绘画上,表现出均衡、比例、和谐之美。 二、代表、雅典的帕德嫩神庙。 六、总结。 古希腊在科学、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成就,都是后世之典范。 八十一希腊化文明。 一、希腊化文明的由来。 一、马其顿的兴起。 西元前四世纪,北方马其顿国王肥利二世统一希腊。 二、亚历山大帝国。 一、建立,肥利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继位,率军东征,灭波斯帝国,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州的亚历山大帝国。 二、分裂,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 三、影响,亚历山大死后的三百年间,希腊文明和西亚、埃及文明加速融合,史称,希腊化时代。 二、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一、政治、专制统治。 二、经济、商业兴盛。 三、社会、贫富悬殊。 四、文学、艺术、注重感情表达。 五、武科学、欧几里的的,几何原本,是世界上使用最久的教科书。 罗马帝国的形成。 八十二、罗马的起源。 一、建成,西元前八世纪中期,拉丁人在意大利半岛的台博河畔建立罗马城。 二、民族性格。 罗马人具有质朴永逸的民族性,造旧,伟大的罗马。 八十三罗马历史发展。 一、王震、罗马最早的政治形势,西元前六世纪被推翻。 二、共和。 一、共和初期,贵族把持政权。 二、共和晚期。 一、全民共和,平民是军队的来源,平民要求参政,贵族只得让步。 二、领土扩张,统一意大利,征服地中海沿岸。 三、帝国。 一、背景。 一、罗马社会与经济的变化,原先的共和体制已不适用。 二、共和末年内战平人,政权落入实力派军人手中。 A.凯撒,实力派军人领袖,具有才干,但因独裁专制,遭到暗杀。 B.乌大为,凯撒养子,以,恢复共和,为号召,平定群雄,重建社会秩序。 二、罗马和平。 一、帝国的建立。 A.时间,西元前二十七年。 比建立者,乌大为接受元老院所上的,奥古斯都,尊号,即行政,军事,司法,宗教等大权于一身。 罗马共和民存十亡,进入帝国时期。 二、帝国的强盛,乌大为利金图制,之后的两百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期。 史称,罗马和平,西方的罗马帝国与东方的汉帝国遥遥在望。 三、罗马的衰亡。 一、中兴。 A.时间,西元三、四世纪,罗马帝国饱受内忧外患之苦。 B.明军,戴克里仙,军事坦丁等军主力图振兴。 二、分裂,西元四世纪,罗马帝国东西分治, 魏东,西罗马帝国。 A.西罗马帝国,西元四百七十六年,亡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 B.东罗马帝国,西元一四五三年,亡于厄图曼图尔齐帝国。 八十四基督教的兴起。 一、创教。 一、创教者,耶稣基督。 二、时间,西元一世纪。 三、地点,巴勒斯坦。 二、教义,基督教初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以博爱、谦卑、信者得永生为教义。 三、经典,圣经。 四、传播。 一、传教早期,传播迅速,信者称基督徒,但遭到政府的迫害。 二、成为国教,西元四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TOP。 中古欧洲的发展。 从民族迁徙到封建制度的建立。 八十五日尔曼民族大迁徙。 一、时间,西元前三、四世纪。 二、民族,匈奴族西迁欧洲,日尔曼民族被迫南下罗马帝国境内定居。 三、影响,日尔曼人迁居罗马帝国,建立王国,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八十六蛮族的建国与帝国的出现。 一、蛮族的建国与影响。 一、第一次建国日尔曼民族。 分布。 国民建国地点。 法兰克王国法国。 东哥德王国意大利半岛。 西哥德王国伊比利半岛。 昂格鲁撒克逊珠王国英国。 汪达尔王国北非。 二、第二次建国为惊人、诺曼人。 入侵、西欧、西西里、俄罗斯、丹麦、瑞典。 三、影响。 一、黑暗时代,蛮族所到之处,破坏城市与文明,造成经济衰退,使得中世纪初其有,黑暗时代,之称。 二、基督教的世界,蛮族出卫义教徒,后来改姓基督教,欧洲成为基督教的世界。 二、帝国的出现。 一、查理曼帝国。 一、建立着,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 二、建国,西元八百年,查理曼被叫宗家缅位,罗马人的皇帝。 三、分裂,九世纪中期,查理曼帝国分裂。 二、神圣罗马帝国。 一、建立着,恶徒一世。 二、建立,十世纪在罗马被叫宗家缅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三、特色,帝国皇帝多有名无实,政治实权在地方诸侯手中。 四、消失,十九世纪初帝国被拿破轮消灭。 八十七封建制度。 一、定义,基于土地占领和私人关系的政治形态,根据契约而结成主从关系。 一、领主,赐得给附庸,并保护附庸。 二、附庸,效忠领主,为领主扶军邑。 二、封建社会。 一、贵族。 一、住所、城堡。 二、头衔,应战功或世袭取得。 三、特权,领地内有行政,司法及征税权利。 二、其事。 一、教育养成,其事自幼接受骑马,斗剑训练,信奉基督教。 二、职责,效忠领主,为领主与教会作战。 三、其事文学,其事的勇敢精神和狭义之风,是许多文学作品歌颂的对象。 三、农民。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形同农奴,没有自由。 庄园经济与城市兴起。 八十八中古前期,庄园生活。 一、庄园经济。 中古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大贵族有多处庄园。 二、庄园经济的特色。 一轮根治,农民在同一根地上轮植卖类,斗类, 之后修根,维持地利。 二、生活倾苦。 农民生活倾苦,生产所得多角交领主。 三、自己自足。 除少数物品需交易取得,其余自己自足。 八十九中古后期,商业复苏。 一、商业复苏的原因。 一、农产品商业化,中世纪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使得耕地扩大,生产量提高,人口增加,带动农产品商业化。 商业发展,财富累积。 二、远距商业的发展,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促成远距离商业的发展。 三、城市的兴起,货币的流通,金融业的发展,刺激城市的兴起。 城市联盟,垄断波罗地海贸易的汉萨同盟。 二、城市的生活形态。 一、生活环境恶劣,城市生活环境恶劣,容易传播疾病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减少三分之一的人口。 二、行会组织。 一、优点,城市各行业都有行会,负责保障行会内会员的生计和产品的品质。 二、缺点,阻碍了竞争与进步。 九十封建制度的衰落。 一、欧洲商业复苏。 二、城市兴起,贸易盛行。 三、火药的使用与战术的改变。 宗教思想与艺术成就。 九十一信仰的时代。 一、特色,中古时代以基督教信仰为众心、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学术、艺术均需为基督教会服务。 二、宗教活动。 一、信徒朝圣、基督徒朝圣活动频繁,大教堂是朝圣者的目的地。 二、修愿苦修,修事集体在修道愿修行和生活,受教规约束、奉、工作及祈祷、座右鸣。 三、神学思想。 一、中古早期。 一、神学家的出现,罗马帝国末期至中世纪初期有多位神学家。 二、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人的原罪须及神的恩典才能得救。 二、中古后期。 一、教会作用。 教会神职人员的中介,可以为人们举行胜礼。 二、拯救方式。 善功、朝圣、崇拜圣物。 九十二、教育。 一、中古时代的学校。 一、设置地点、大教堂和修道院。 二、教育目标、科目位、七役,以服务宗教为目的。 二、大学的兴起。 一、组成分子、教师或学生组成的行会。 二、教授课程、神学、法学、医学、哲学。 三、住民大学。 波隆纳大学。 巴黎大学。 四、知识重镇。 中古大学所在的,该地自然成为知识重镇。 九十三建筑。 一、罗马式建筑。 一、源自古罗马。 二、特色。 厚墙、扫窗、粗柱庄严稳重。 二、哥德式建筑。 一、源自、法国。 二、特色。 薄墙、尖拱、高塔、彩色玻璃垂直上身。 东罗马帝国及其文化。 九十四东罗马帝国历史。 一、地理形式。 一、领土。 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 二、首都。 军事坦丁堡一守南宫。 二、明军。 茶室丁尼。 一、工业。 一、统一帝国。 收复师徒,加强边防。 二、统一教会。 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 协调与罗马教宗的关系。 三、统一法律。 建立专制王权。 臣治贪污。 制定法典。 二、影响。 茶室丁尼统治时期。 形成东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三、衰亡。 一、帝国后期。 王室大兴土木。 挥霍无度。 内讧不断。 国力衰弱。 二、王国。 1453年。 军事坦丁宝贝厄图曼图尔其人攻陷。 帝国灭亡。 九十五文化与宗教。 一、文化。 一、特色。 融合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成一体的拜占庭文化。 二、文化遗产。 文学与历史著作、建筑、绘画、镶嵌、工艺。 二、宗教。 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东罗马帝国人民对基督教义特别有兴趣。 二、东西教会的分裂。 一、时间、十世纪。 二、原因、教义解释、争夺领导权。 三、结果、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 A、东方、东欧、东正教。 B、西方、西欧、天主教、罗马公教。 96 东罗马帝国的历史意义。 一、间接屏障西欧。 东罗马帝国抵挡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 二、促进文化交流。 东罗马帝国将东方文物传入西方、利、中国蚕丝。 三、影响东欧文化。 东罗马帝国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最大。 四、促进文艺复兴。 东罗马帝国保留希腊古典文献,促进西欧文艺复兴。 TOP 亚洲文化的昌明。 印度文化的演变。 97 古印度河文化与中国、西亚、埃及并列世界四大古文明。 一、地点、印度河流域。 二、考古发现,城市中有塔楼、浴场、会议厅、下水道、住宅区等设施。 98 种姓制度。 一、依据,婆罗门教义轮回转世说。 二、四大阶级,祭司、贵族与武士、平民、奴隶。 三、特色,阶级森严,各等级应该遵守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秩序。 99 佛教的兴起。 一、时间,西元前六世纪。 二、背景,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三、创教者,释迦牟尼。 四、教义,明白四地,苦、疾、灭、道、行刑戒律,超脱轮回。 一、百印度文化。 一、孔雀王朝。 一、时间,西元前四世纪,统一印度。 二、明君,阿育王。 一、弘扬佛教,兴建四庙。 二、树立实柱,宣扬,仁慈,自由,真理和纯洁,的治国原则。 三、资助灌溉,建立医疗服务,实行宗教宽容。 二、极多王朝。 一、时间,西元四世纪。 二、新兴宗教,印度教。 一、特色,吸收婆罗门教,佛教及民间信仰。 二、影响,印度教艺术大盛。 三、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一、人文发展,泛语文学,法典。 二、自然科学,医学,数学,天文,立法。 回教势力的扩张。 101阿拉伯人的兴起。 一、宗教重镇,阿拉伯半岛上的卖家。 二、外敌入侵,西元六世纪波斯人占领叶门,切断阿拉伯向外贸易路线。 三、团结队外,阿拉伯人要求统一个部落,抵抗外物。 102回教的创立。 一、时间,西元六世纪。 二、创教者,穆罕默德。 三、创教目的,改革多神信仰,创立一神教。 四、教义,信奉唯一真神阿拉伯宇宙之神,教徒须奉行教规,参加圣战。 五、经典,古兰经。 六、传教过程。 一初期,传教不顺利,西元六百二十二年穆罕默德逃到麦地纳回教纪元之时。 二、后期,穆罕默德重返麦家,清除偶像崇拜,回教势力大位发展。 103回教世界。 一、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石。 一、时间,西元六至十世纪。 二、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三、首都,巴格达。 四、分裂,阿拉伯帝国政治发展本土化,形成许多地方小王朝。 二、塞尔驻土耳其帝国。 一、时间,西元十一至十三世纪。 二、领土,中东地区。 三、大士,占领耶路撒冷,阻挠基督徒朝圣,引发十字军东征。 三、二、图曼图尔齐帝国。 一、时间,西元十四至二十世纪。 二、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三、首都,伊斯坦堡,军士坦丁堡。 四、大士。 一、十五世纪。 一、四五三年灭东罗马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 二、十六世纪。 苏里曼一世在位,帝国达于鼎盛。 大军深入中欧。 三、十七世纪。 势力见衰。 四、十八世纪。 巴尔干民族运动兴起。 五、十九世纪。 巴尔干半岛珠民族独立。 非洲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 六、二十世纪。 A、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同盟国,战后沦位战败国。 B、1923年凯默尔推翻帝制,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一、百零四阿拉伯文化。 一、文化特性。 一、民族融合性强。 阿拉伯人移民各地,皆与当地民族融合。 二、宗教扩张性强。 阿拉伯人透过各种方式,让许多人改姓回教。 三、文化包容性大。 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重视,学习并保留各地文化。 四、古兰经,知识性强。 一、古兰经,鼓励人们重视知识,研究学问,创造多元辉煌的阿拉伯文化。 二、古兰经,的阅读,使阿拉伯语成为回教世界的通用语。 二、文化气息。 一、流星文化发展,西元七世纪,阿拉伯人重武力扩张。 八世纪后,阿拉伯人流星文化发展。 二、世界文化之兜,帝国首都巴格达建有图书馆、学校、学者云集,缔造丰富的阿拉伯文化。 一百零五阿拉伯文化的历史意义。 一、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二、希腊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桥梁。 东西文化的交流。 一百零六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 一、北线,横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从事竞争与贸易。 二、中线,经过中亚绿洲的、丝陆,中国丝绸展转运到罗马。 三、南线,联系地中海到南海水域的水道罗马人在一世纪就利用季风航行致印度洋。 一百零七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 一、战事。 一造指数。 一、达罗斯之义,阿拉伯帝国击败唐朝军队,造指数传到巴格达。 二、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将造指数传到欧洲。 二、印刷术、火药、蒙古西征,将中国发明传到欧洲。 二、商旅。 一、波斯、阿拉伯商人。 一、西传,传入西域的历法、音乐、美术、舞蹈、玻璃。 二、东传,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二、欧洲商人。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氏祖呼比列时,畅游中国,回国后将东方建文写成邮寄,激发欧洲人找寻往东方的新航路。 三、中国商人。 中国商人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和制作方法传到方方。 三、僧吕。 一、西方僧吕,传教士,传入佛教、景教、妖教、回教。 二、东方僧吕,明僧法宣,玄奘要印度取经,使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 108 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东方影响西方。 一、饮食文化,东方的饮茶习惯成为西方人的爱好。 二、科技发明,影响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 二、西方影响东方、宗教思想、艺术风格与新蔬果,丰富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内涵。 明代传到中国的新作物,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 TOP 近代欧洲的兴起。 文艺复兴。 109 文艺复兴的意义。 一、时间,14世纪至16世纪。 二、地点,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斯,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三、意义。 一、文化再生,文艺复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创造力的复兴。 二、近代欧洲文明的开始,文艺复兴以多方面成就的权材为理想,是人才辈出的时代。 110 文艺复兴的起因。 一、文化基础。 意大利,意大利半岛是古罗马帝国核心,留下许多文化遗迹。 二、经济基础。 位居东西贸易与文化交流要充,商业发达,货币流通。 三、政治基础。 一、城市兴起,中产阶级掌握政权。 二、统治阶层的鼓励与资助。 四、东方文物西传。 一、东罗马帝国学者西迁,将希腊古典文献带到西方。 二、中国造纸术,印刷术西传,加速西方书籍的流通。 一百一十一文艺复兴的精神,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的特色。 一、阳气中古时代以神谓本位的想法。 二、以人为忠心。 三、肯定现世与人的价值。 四、歌颂人生与大自然。 二、人文主义学者。 人文主义之父佩托拉克说, 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 一百一十二文艺复兴的成就。 一、文学方言文学。 一、方言文学的兴起背景。 一、民族意识的萌发。 二、对人生的歌颂。 二、代表性文学家。 文学家著作。 但丁、神曲。 佩托拉克、诗集。 鲍加丘、十日坛。 塞凡提斯、唐吉赫德。 和沙士比亚戏剧。 二、艺术。 一、特色。 一、晨曦古典风格。 二、开创新手法。 二、代表性艺术家。 艺术家特色。 乔托二、突破中世纪的绘画方式。 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感情。 三、第一个在平面艺术上表现立体感的画家。 达芬奇代表作是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深刻描绘人的内心活动。 拉菲尔以世俗母亲的形象画了许多圣母像。 米开兰基罗绘画与雕刻作品。 表现丽与美的写实风格。 三、政治思想。 一、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 二、著作《君王论》。 三、内容。 君主要比狮子凶猛,比狐狸狡猾,以维持权力于不坠。 宗教改革。 113宗教改革的原因。 一、时间、十六世纪。 二、原因。 意外在因素。 一、统治者,反对教会权力高于政权,觊觎于教会庞大的教产。 二、商人,不满教会禁止借贷生习,对工商业发展多所限制。 三、知识分子,受到文艺复兴思潮的冲击,质疑教会的权威。 二、内在因素。 一、教会本身的孵化,高级神职人员生活奢靡。 二、贩卖赎罪券,教会权威扫地,声望大跌。 114宗教各派。 一、路德教派。 一、改革者,日耳曼人马丁路德。 二、时间、1517年。 三、主张、95条论纲。 A、谴责赎赎罪券。 B、否定教宗权威至上。 C、宣告,圣经,是最后依归。 D、强调,因性称义。 一、信徒可以直接读,圣经,马丁路德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德文。 四、传播的,日耳曼北部诸邦国,北欧诸国。 二、喀尔文教派。 一、改革者,法国人喀尔文。 二、主张。 一、提出,预选说,信徒得救与否,皆由上帝预先选定。 二、信徒必须请减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传播的,西欧。 四别称。 一、英格兰的喀尔文信徒称清教徒。 二、苏格兰、爱尔兰的喀尔文教派称长老会。 三、英国国教派、英国圣公会。 一、改革者,英王亨利巴士。 二、原因,英王亨利巴士因婚姻问题而与教会决裂。 三、主张,英王为英国教会领袖。 四、结果,伊丽莎白时期,确立英国国教派。 一百一十五天主教的改革。 一、原因,面对新教的反抗,天主教上下要求改革。 二、改革内容。 一、重申教宗至上。 二、编定禁书目录。 三、增设修道院。 四、训练神职人员。 五派传教士赴海外传教。 三、耶稣会。 一、特色,修士受严格训练,注重科学知识。 二、传教,积极在异教徒区域传教名墨来华的立马斗。 四、结果。 一、维系天主教的声望。 二、扩大天主教在世界各的的影响力。 116宗教改革的影响。 一、基督教世界再度分裂。 二、君主权力加强。 三、宗教战争导致宗教宽容,教派分歧产生宗教战争,战后各国政府制定宗教宽容的法律。 四、促进教育的发展。 宗教改革加倡导以母语读、圣经,带动欧洲教育的发展与时自律的提升。 地理大发现。 117欧洲人远航的动机。 一、东方陆路交通的阻绝。 一、东方货品需透过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转手贸易,价格高昂。 二、意大利商人想取得直接到印度和中国的道路。 二、航海科技的进步。 15世纪,欧洲人具有远航的科技知识能力。 三、宗教使命精神,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于世界各角落,荣耀上帝。 118新航路的探险与成就。 一、国家,面临大西洋的葡萄牙与西班牙。 二、葡萄牙的成就。 一、航海家。 一、亨利亲王,设航海学校,鼓励水手离开西非海岸航行。 二、达加马,发现非洲好望角,于1458年抵达印度。 二、葡萄牙帝国的霸业。 一、东方商业中心,印度果阿的贸易战突破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二、亚洲据典,中国的澳门。 三、西班牙的成就。 一、发现新大陆。 一、时间,1492年。 二、航海家,相信的原说的意大利人哥伦布。 三、结果,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女王之池,到达今日之加勒比海岛屿。 他已围到了印度外围岛屿,故命名为西印度群岛。 四、美洲的命名。 航海家亚美利哥最早指出哥伦布发现一个新大陆,后人应知命名为美洲。 二、环绕地球一周。 一、时间,16世纪。 二、航海家,麦哲伦。 三、结果,麦哲伦虽然在菲律宾丧生,但他的船队最后回到西班牙,完成绕行地球一周的壮举。 四、影响,证明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抵达东方。 一百一十九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一、美洲粮食作物传到欧洲、亚洲。 一、外传作物。 美洲原产的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烟草。 二、影响,疏解饥荒压力,造成世界人口加速成长。 二、欧洲各国的跟进。 一、葡萄牙,掌握东方航线而致富。 二、西班牙,开采新大陆经营矿,运回欧洲,成为16世纪欧洲强权。 三、他国跟进、荷兰、英国、法国竞相加入地理发现的行列。 三、大西洋时代的来临。 一、全球交通。 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广建贸易战、殖民地、传教据典。 二、帝国主义。 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形成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 科学革命。 120科学革命的原因。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推动。 一、科学家、戈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哈维。 二、新见解。 探索宇宙真相、生理学。 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新事物令欧洲人眼界大开。 三、印刷术的推广。 探索新知的书籍增加、新思想普及化。 四、工商业发达。 121新工具与新方法。 一、新工具。 一、望远镜、浅维镜、气压剂和温度剂等新工具改进观察与测量的准确度。 二、数学计算方法的改进研究自然的重要条件。 二、新方法。 一、英国的培根。 一、自诩、新知识世界的哥伦布。 二、主张。 A、提倡用归纳法解决问题。 B、创办促进科学研究的学会。 二、法国的迪卡尔。 一、主张、提倡演绎法、质疑传统知识的正确性。 二、明言,我思故我在,以理性思考和了解所有概念。 122天才的世纪。 一、时间,十七世纪欧洲科学人才辈出。 二、研究领域、数学、天文学、物理学。 三、不足处,受科学仪器限制,理论科学成就高于应用科学。 四、代表性科学家,牛顿。 一、牛顿的理念,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看得远。 二、牛顿的研究领域,数学、光学、物理学。 三、牛顿的贡献,三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 TOP。 从专制到民主。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专制政治的盛行。 一百二十三民族国家的兴起。 一、定义,同一民族为基础所形成的国家。 二、早期的民族国家。 一、英国、法国、英法百年战争后,两国结束彼此封建关系,形成民族国家。 二、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分别驱逐境内的回教势力和犹太教徒之后,发展成民族国家。 一百二十四专制政治的盛行。 一、专制政治形成原因。 一、国均握有实权。 一、税收来源,城市兴起,贸易成长及殖民的的建立。 二、税收用途,建立常备军,官僚制度。 三、获取民心,消除关税障碍,保护工商利益。 二、中产阶级的拥护,提供国军钱财和人才来源。 三、人民爱国意识成长,人民效忠君王,造成王权兴起,专制盛行。 二、绝对专制。 一、时间,十七世纪。 二、原因,军权神授论。 一、君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二、人民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 三、绝对专制君主。 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三、开明专制。 一、时间,十八世纪。 二、原因,启蒙运动的影响。 三、施政目标,建立富强的国家。 四、施政措施,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向外扩张,司法改革,推广教育。 五、开明专制君主。 一、俄国沙皇凯撒林二世。 二、普鲁士国王菲特列大帝。 一百二十五专制政治的历史意义。 一、开明专制比绝对专制君主更注意民主、改革。 二、开明专制的本质上仍是专制政治。 启蒙运动。 一百二十六启蒙思想家的理念。 一、提出新宇宙观、造物主创造万物后,一、自然律运行而不干预。 二、相信科学与理性的定律,可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及社会活动。 三、肯定人类的进步性、提倡自由、平等、生命等天赋人权的观念。 一百二十七启蒙运动的开展,十八世纪。 一、英国的启蒙思想家、洛克。 一、主张。 一、天赋人权说,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不可剥夺的。 二、人民有权可以推翻政府,政府施政违反天赋人权,人民可以反抗。 二、影响。 一、美国的独立宣言。 二、法国的人权宣言。 三、十九世纪中南美洲国家的独立战争。 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伊弗尔泰。 一、称赞英国的制度。 二、攻击法国天主教会及社会不公平之事。 三、要求言论自由。 二、孟德斯揪。 一、著作、法义。 二、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 三、卢梭。 一、著作、明曰论。 二、主张。 A、主权在明。 B、人生而自由。 C、E、普遍意志,作为立法依据。 英国议会政治与美国独立。 128英国议会政治的演变。 一、十七世纪。 一、清教徒革命。 一、其因下议院势力日强,与国王发生冲突。 二、结果,议会得胜,处死英王查理一世。 二、光荣革命。 一、其因,英王詹姆士二世信仰天主教。 二、结果。 A、议会推翻英王詹姆士二世,改立他的长女玛丽及其夫婿荷荷兰国王威廉为英王。 B、通过,权力法案,确立英国的议会政治。 君主立宪政治。 二、十八世纪。 一、政党政治。 一、其因,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有两党轮流执政。 A、代表附有地主的王党、金保守党。 B、代表中产阶层的民党、金自由党。 二、 结果,政党政治形成,有助民主的发展。 二、责任内阁制。 一、其因,英王来自欧陆,不熟悉英语和英国内政。 二、结果。 A、内阁大臣,下议院的多数党议员中选出,使政府运作顺利。 B、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下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担任,英国政府的真正首领。 129美国独立运动。 一、美国独立的原因。 一、经济上,英国政府要求北美13个殖民的分担对法国战争费用。 二、政治上,北美人民认为英国议会没有殖民的代表,政府无权征税。 二、美国独立的经过。 一、独立宣言。 一、时间,1776年。 二、地点,费城。 三、内容。 A、列举英王罪状,解除殖民的对英王的隶属关系。 B、宣布成立美利坚和众国、美国。 二、独立战争。 一、殖民的统帅,华盛顿指挥美洲民兵,击败英军。 二、外国支援,法国、荷兰、西班牙。 三、结果,英国承认北美殖民的独立。 三、独立后的建国工作。 一、制宪会议。 一、地点,费城。 二、原因,解决独立后政治、经济问题。 一、三、成员,北美十三州代表。 四、结果。 A、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B、成立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府。 C、选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二、宪法修正案。 一、 一、七九一年于宪法中增列十条修正案。 二、 目的、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力。 总称、权力点章。 TOP 两大革命与西方的巨变。 工业革命。 130工业革命的定义、起源和传播。 一、工业革命的定义。 一、时间,十八世纪中叶以后。 二、生产方式的变革。 采用蒸汽和电位动力的机器。 大量制造物品。 二、工业革命的起源。 英国。 三、工业革命的传播。 英国、英国欧陆、美国亚洲。 19世纪前期,欧洲大陆。 29世纪后期。 一、中国自强运动。 二、日本明智维新。 131工业革命的原因。 一、地理大发现以来,运输和日用品的需求,刺激生产方式的改变。 二、英国的有利条件。 一、对外贸易累积大量资金。 二、企业人才集中。 三、煤矿工业领先欧洲。 四、机器生产快速获利。 五、政治安定。 六、社会自由。 132工业革命的经过。 一、民生工业开始。 工业革命由仿制业开始。 二、新机器发明、织布机、仿杀机相继问世和改良。 三、交通工具、铁路、汽船、电报等交通工具不断的发明。 133工业革命的影响。 一、社会变迁。 一、都市化、人口集中都市。 二、工厂制度与劳资对立问题。 一、劳工服只被资方忽略,造成贫富差距、阶级对立。 三、社会主义的兴起。 一、主张、人人享有公平的生活权利。 二、激进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二、政治变革、人民要求政治参与、扩大选举权。 三、新发明层出不穷。 一、科学理论与技术密切结合。 二、十九世纪末、工业先进国家开始用电。 四、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结合。 一、列强争夺殖民的。 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争夺殖民的的原料、市场。 二、世界大战的浩劫。 欧洲列强的贸易竞争和军备竞赛,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法国大革命。 一百三十四革命的背景。 一、国会没有权利。 法国三级会议权利不如英国议会。 二、政府财政吃紧。 法王路一十四好大喜功。 国家财政面临崩溃。 三、社会赋税不公。 一、阶级社会。 法国社会分成教士、贵族、平民三大阶级。 二、赋税不公。 贵族与平民享有特权,只有平民需缴纳税务及福劳益。 四、司法不公平。 五、启蒙思想影响、启蒙思想加鼓吹自由平等观念深入民心。 六、美国独立革命的刺激。 一百三十五革命的经过。 一、三级会议的召开。 一、时间、一七八九年。 二、起因、法王路一十六未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 三结果、平民代表不满投票表决方式、自行集会、成立国民会议。 二、大革命的引爆点。 一、时间、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二、起因、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监狱。 三结果、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三、国民会议的成就。 一、人权宣言、的通过、保障人权及建立法制。 二、建立共和国、废除国王统治、处死法王路一十六。 四、外国的干涉。 一、原因、欧洲各国君主避免法国革命波及本国和自己安全。 二、入侵法国、陆毅十六死后,各国组成反法联盟、进军法国。 五、恐怖统治。 一、原因、应付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 二、手段、逮捕并处死有反革命嫌疑者。 三、结束、恐怖统治随激进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被处死而结束。 六、都政府。 一、制定新宪法、法国政府有五位领导人负责。 二、失败。 一、领导人只关心自己的权利、腐败无能。 二、政府无力面对外务威胁和国内不满的困境。 三、结果、法国人心思变,需要一个强人领导,与年轻将领拿破仑可乘之机。 一、三十六拿破仑的崛起。 一、崛起原因,数度击败反法联军,国内声望极高。 二、夺取政权。 一、废除都政府,自认第一执政。 二、称帝。 一、八零四年,拿破仑称帝。 三、施政。 一、内政,确立法国财政、教育制度。 二、外交,解决宗教问题,与教宗修好。 三、司法,制定,拿破仑法典。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政治与文化。 一百三十七政治、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 一、民族主义。 一、原因。 一、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向外传播。 二、拿破仑的占领,激起占领区人民的民族感情。 二、结果。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一、欧洲各地发生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 二、中、南美洲殖民的要求独立。 二、自由主义。 一、政治改革或革命目的,放宽成年男子选举权,制定保护人权的法律。 二、英国的改革。 一、改革法案,1832年级以后的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 二、结果,政府更民主而稳定,人民更为自由。 三、法国的再革命。 一、革命,1830年的7月革命,1848年的2月革命。 二、革命目的,争取自由。 三、结果,选举权逐渐放宽,加速社会与经济的变革。 一百三十八文艺,浪漫主义。 一、时间,十九世纪前期。 二、起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影响。 三、主张。 一、反启蒙运动,反对理性,强调感情,民族情感。 二、怀骨念旧,憧憬中世纪与异国情调。 三、关怀人道与自由,重视社会公正,崇拜英雄。 四、歌颂大自然。 四、代表性文学家与艺术家。 国籍文学家与艺术家作品。 英国拜伦诗篇。 德国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国贝多芬交详曲。 一百三十九科学的普及语应用。 一、生物学、物种进化论。 一提出者,英国生物学达尔文。 二内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三结果,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猖狂。 二、医学、麻醉剂的发现。 减少病人痛苦,增加外科手术成功的机会。 TOP。 民族主义的流行与帝国主义的横行。 第十一节日尔曼和意大利的统一。 统一前日尔曼意大利。 小邦灵力中古时期,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宗的政教冲突, 造成日尔曼和意大利的分裂。 小邦灵力。 拿破仑占领其坚一,大幅减少小邦数目。 二、激励两地民族主义的情绪。 最大障碍澳国、法国。 领导国普鲁士萨丁尼亚。 统一基础一,强大的陆军。 二、领导北方各邦成立,关税同盟,奠定经济统一的基础。 一、意大利境内唯一本土王室统一的王国。 二、实施宪政。 名相彼斯迈,铁血宰相,加富尔。 统一过程筹划一,对内,富国强兵。 二、对外,排除澳、法势力。 三次战争一,普丹战争。 二、普澳战争。 三、普法战争一,萨澳战争。 二、普澳战争。 三、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完成统一。 1871年普鲁士国王与法国凡尔赛攻加冕, 德意志帝国成立。 1870年利用普法战争,进军罗马,完成统一。 第十二截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独立运动。 一、拉丁美洲。 一、名称由来。 一、一般人称墨西哥河中南美洲的人名为拉丁美洲人。 二、早期殖民墨西哥河中南美洲的民族为拉丁民族。 他们使用的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皆源自拉丁语文。 二、欧洲人入侵前的古文明。 一、墨西哥、阿兹提克文明、Aztek。 二、秘鲁、印加文明、尹克。 三、独立运动。 一、背景。 一、内在的不满。 欧洲殖民者殖民拉丁美洲数百年, 造成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冲突以及印第安人种族和文化的被摧残。 二、外在新思潮刺激,美国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二、时机。 十九世纪初,趁法军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计。 三、独立。 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西属美洲和葡萄牙属地巴西,皆宣告独立。 二、巴尔干半岛。 一、背景。 一、民族和宗教复杂。 一、五世纪,斯拉夫人开始进入巴尔干半岛。 二、十四世纪,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征服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巴尔干半岛。 二、土耳其帝国的衰弱。 一、十九世纪后,土耳其帝国日渐衰弱。 二、巴尔干由于战略位置重要,成为欧洲列强注目的焦点和角逐的场所。 二、独立运动。 一、十八世纪,巴尔干民族运动已经展开。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等国皆已独立。 三、独立后处境。 一、新国厉害冲突,这些新兴国家,国内民族问题复杂,彼此厉害冲突。 二、强国干预,欧洲强国的干预,危机经常发生。 三、成为欧洲火药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尔干地区爆发。 第十三节日本的明智维新。 一、十九世纪的日本。 国内秩序瓦解,欧美列强还四民族意识觉醒明智维新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二、时代背景。 一、对内。 一、政治上。 一、中央,十二世纪起,日本政治实权落入,幕府将军,守中,天皇形同傀儡。 二、地方,地方诸侯各具一方,征战不已。 二、社会上,阶级划分森严。 一、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 二、神道教。 三、武士道精神。 二、对外。 一、结束锁国时期。 一、十七世纪,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 二、十九世纪,美国舰队率先脅迫,结束日本的锁国时期。 二、日本被迫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三、尊王阳仪运动,迫使得川幕府将大政奉还给明治天皇。 三、维新内容。 一、政治改革,颁布宪法,设立国会,并集军政大权于天皇。 二、社会改革,实行军国民教育,全国人民不再有贵贱之分。 三、经济改革,发展工商业和交通。 四、军事改革,实行征兵制,建立新世海、陆军。 四、军事改革,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 二、向外侵略。 一、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占有台湾、朝鲜。 二、日俄战争,成为世界强国。 三、影响,日本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第十四节新帝国主义。 一、形成背景。 一、大势上,殖民帝国的重新扩张。 一、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 一、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英国、法国。 二、侵略地区。 美洲、亚洲。 二十九世纪后期,殖民帝国重新扩张。 二、经济上,为原料、市场与保护贸易。 一、工业革命后,各国为了原料、投资和市场,加紧扩张殖民的。 二、国际敌对竞争与冲突严重。 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 二、心理上。 一、种族优越感。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二、代表国家。 一、旧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 二、新加入帝国主义国家。 德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日本。 三、侵略地区。 一、十九世纪末、非洲、太平洋地区。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美洲舰接受制于美国、欧洲势力遍及全球。 四、影响。 一、列强间冲突。 一、商业利益的竞争和殖民的的争夺,导致列强冲突和国际危机。 二、例子。 日俄战争。 二、被侵略者反抗。 一、帝国主义者对殖民的或落后地区的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的侵略和剥削, 引起武力或非武力的反抗。 二、例子。 印度甘地。 Mohandas Gandhi。 领导。 不合作运动。 反抗英国帝国主义。 TOP。 第十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结盟。 危机与战争。 一、结盟。 一、三国同盟得意志。 是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 一行臣之音。 普法战争后, 比斯麦魏孤立法国而与奥国、意大利地结盟约。 是位、三国同盟。 二、意大利被盟。 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 二、三国协约法国、英国、俄国。 一、法国、打破德国孤立,积极运作反制。 二、英国、德国发展海军,令英国不安。 三、俄国、德国发展。 俄国备受威胁。 二、维基。 一、巴尔干维基与摩洛哥维基,均有三国联盟与三国协约的介入。 二、导火线。 1914年奥区帝国王储匪敌男,Francis Ferdinand,大功夫妇在瑟拉耶佛,Swarievo,被塞尔维亚人刺杀。 三、战争。 一、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大战爆发 二、战争初期、同盟国先胜后拜 一、西县、击败英、法军 二、东县、击败俄军 三、战局改观 一、1915年、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二、1917年 一、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战场 二、美国参战 四、战争结束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 协约国获最后胜利 四、代价与影响 一、死伤惨重 交战双方军民伤亡以百万计 二、文明衰微 文明与社会体制衰微 三、怀疑科技 科技进步使战争工具更具杀伤力 人们对科技文明产生怀疑 四、女权提升 妇女在战争期间贡献着住 地位提升 五、欧洲市衰 欧洲列强势力衰微 在国际舞台位在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节合会 合约与国际联盟 一、巴黎合会 一、召开 1919年1月 协约国与巴黎近交召开合会 解决战后各种问题 二、与会代表 一、战胜国 协约国阵营 二、未参加者 一、战败国 战败的同盟国未能参加 二、俄国 中途退出战争 三、大国主控 一、三巨头 一、英国 首相劳和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二、法国 总理克里蒙梭 Georgias Clemenso 三、美国 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二、利益冲突 一、三者主张各异 二、受战时密约约束 三、战后问题 无法公正处理 四、对中立国不公正 在中国引发 五四运动 的山东问题 极为一例 中国代表拒签合约 二、巴黎合约 一、巴黎合约 战胜国与德国 奥地利 匈牙利 保加利亚 和土耳其签订五个条约 总称巴黎合约 二、反尔赛条约 对德条约 最为重要 一、内容 割地赔款 交出海军 解散陆军 放弃商船和所有殖民的 二、过度严苛 德国需负起所有战争责任 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种子 三、国际联盟 一、成立宗旨 一、威尔逊的理想 战后成立一个维持永久和平的国际组织 二、成立与发展 一、1920年成立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有58个会员国 二、失败原因 一、美国未加入 国会拒绝批准反尔赛条约 也未加入国联 二、列强的跋扈 无法维持国际秩序 四、国际和平的破坏 一、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发生918事变 国联未能有效制裁 二、意大利 德国相继效法日本 国联功能面临考验 TOP 第十九章战奸旗 第一节亚非国家的独立运动 一、背景 一、列强元气大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 欧洲列强残暴和脆弱的一面 二、殖民的争取自由 一、殖民的人民以血汉和金钱支持其殖民者 了解白人并非无敌 二、殖民的人民利用战争机会 争取自由和其他机会 三、有新观念的领导者 一、印度、甘地 二、土耳其、凯默尔、穆斯多发 二、亚洲国家 一、印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甘地以不合作运动 争取印度地方自治中央仁寿英国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印度才独立 二、伊朗、波斯 元寿英、俄控制 青年军官利沙汉、瑞萨康 奋力抵御外伍 建立巴勒为王朝 三、土耳其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凯默尔以外交和军事手段 与协约国重定合约 二、创建共和 1923年建立共和国 推行现代化运动 提高国际地位 四、沙乌地阿拉伯 二十世纪初为英国保护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 五、泰国 英、法放弃在泰国的治外法权 三、非洲国家 一、地中海沿岸的回教国家 一、埃及 一、原为英国保护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片面宣布埃及有条件独立 二、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参加巴黎和会 英国不准 引起埃及人民不满 二、摩洛哥 以游及战方式 给予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有力的打击 1956年摩洛哥才脱离法国独立 二、工业化的南非联邦 第二截欧美国家的转变 一、美国 一、内政 一战后金融业和工商业表现突出 二、农业发展停滞 但总体而言 全国人民生活富裕安逝 三人口占世界6% 消耗全世界3%的橡胶和石油 二、外交 实行孤立主义 拒绝干预欧洲事务 二、欧洲 一、法国 一战后政治不稳 经济困难 二、潘加莱总理主政后 才恢复繁荣 二、德国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帝国 灭亡 比斯迈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二、威马共和建立 一、初期 社会动乱不安 马克大幅贬值 贫富差距扩大 二、中期 A全民努力 政局主吻 所制定之威马共和宪法成为其他国家宪法的典范 B人民怀念过去德国的光辉 对德国屈服他国的现状 甚不满意 三、英国 一、工业丧失国际竞争优势 政府不愿让英镑贬值 使出口困难 二、爱尔兰独立运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爱尔兰自治 但北爱尔兰人属英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南爱尔兰独立 但北爱归属问题 直到二十世纪末才解决 三、苏联 一、革命后的混乱期 实施共产制度 农工生产大幅滑落 饥荒和瘟疫随之而来 二、共产党政权的稳定 一、外交 列宁、Nikolai Lennon 成立共产国际 作为控制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 二、内政 一、采航新经济政策 A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 吸引外资 恢复农民和商人的经济自由 B大型工业国有化继续进行 二、独裁统治 A1924年列宁病死 史达林、Joseph Stalin 继任、独裁统治苏联25年 B1927年 苏联的农工生产已超越战前 第三节经济大恐慌和军国主义的猖獗 一、经济大恐慌 一、起因 一、生产过剩、供过于求 一、美国提高产能供应海外民生物资 二、欧洲设备更新 1925年后 全世界农工产品供过于求 二、关税壁垒 各国采取关税保护政策 防止他国货物入侵 互相抵制 经济陷入困境 二、恐慌情形 一、股票崩盘 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崩盘 引发美国空前经济大危机 二、全球经济大恐慌 美国经济危机蔓延到欧洲和全世界 三、高峰 1932年达高峰 全美失业人口达4000万人 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各国以货币贬值刺激 本国产品输出 却以关税壁垒阻止他国产品输入 二、军国主义 一、背景 一、英、美、法教义 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雄厚 又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或殖民的 二、德 一、日教难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困难 社会不安 造成人民不满 二、军国主义 一、德国希特勒 Adolf Hitler 一、对内独裁 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 威马共和结束 建立第三帝国 二、对外侵略 推行大型工程和扩充军备 解决失业问题 并未向外侵略做准备 二、意大利莫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一、对内独裁 1922年末索里尼任首相 建立独裁政权 二、对外侵略 加速在非洲殖民 三、日本军阀 一、对内独裁 右派和军阀崛起 民主宪政逐渐瓦解 二、对外侵略 中国成为日本向外侵略的首要目标 第四节文化与思想 一、科学的发展 一、理论科学 一、相对论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相对论 改变传统的时空观念 二、放射性物质 居里夫妇 Pierre & Marie Curthy 的研究成果 对医学有贡献 三、遗传学 肯定染色体与遗传学的关系 二、应用科学 一、人造丝和人造橡胶 德国人发明 二、合金与不锈钢 钢铁和化学工业进步的结果 三、生产线 美国人首创以科学方式管理企业 三、社会科学 一、心理学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潜意识理论 给心理学很大震撼 二、经济学 凯因斯 John M. Keynes 的消费刺激经济繁荣理论 修正各国自由经济政策 三、社会学 韦伯 Max Weber 二、艺术家 一、毕卡索 Pablo Picasso 一声画风多变 在陶艺和雕塑方面也颇有造诣 二、史特拉温斯基 Igor F. Stravinsky 一、音乐作品以大胆 创新和多变文明 二、代表作品 春之记礼 火鸟 三、文学家 一、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战地春梦 描述西班牙内战 二、雷马克 Eric Henry Mark 西线无战事 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史坦贝克 Johnny Steinbeck 愤怒的葡萄 描述饱受经济危机摧残的美国农民 三、思想的转变 一、反省工业文明 历经战争和经济大恐慌 有时知识思考造成战争和无产阶级的工业文明 二、左派思想出现 1930年代 各种左派思想陆续出现 三、重新注重手工艺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人们开始重视手工艺 轻视原本重、量、不重、值 的生产方式 四、大众文化 一、传播媒体普及 1920年代电影 无线电广播的普及 一、提供民众娱乐 提升人民文化水准 二、促销政治理念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总统的 卢边谈话 缩短他与美国人民的距离 二、休闲活动的安排 足球、单车等运动和国外旅游皆盛行 Top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时末 五轴新国的侵略 一、日本 一、1931年 918事变 侵略中国东北 二、1937年 鲁沟桥事变 全面侵略中国 二、意大利 1935年 吞并伊索皮亚 三、德国 兼并奥国和捷克 六、战争经过 一、战争爆发 一、姑息 因 法院采姑息主义 助长侵略气内 二、宣战 1939年 德国进军波兰 因 法向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初期 一、先攻西县 德军闪电战席卷欧路 为遭丘吉尔 Winston S. Churchill 领导的英国顽强抵抗 二、在攻东县 1941年 德军东清苏联 德苏战争爆发 三、后期 一、珍珠港事变 一、1941年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二、同盟国的抵抗 A、美国对轴心国宣战 中国也对德国、意大利宣战 B、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局面形成 C、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大力支援同盟国 二、同盟国反败为胜 1942年 中期 盟军相继在太平洋 北非和欧洲等战场 反败为胜 三轴心国在欧洲的失败 一、1943年 盟军登陆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投降 二、1944年6月 美军将领爱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指挥盟军登陆诺曼地 光复法国 三、1945年5月 东向的盟军与西向的苏军会师 希特勒自杀 德国投降 四、亚洲战场 一、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主力 协助英国收复缅甸 二、美军在迈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指挥下收复菲律宾 占领琉球 五大战结束 一、1945年初 罗斯福突然去世 继任的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希望速战速决 结束对日战争 二、1945年8月 美军在广岛和长旗投下原子弹 八、八月十四日 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三、日本投降前六天 苏联队日宣战并进军 中国东北 战时的国际关系 会议时间参加者地点内容要点 联合国宣言 1942美国邀请已向 轴心国宣战的26国 美国华盛顿全力对轴心国作战 直到胜利为止 开罗会议1943中 美、英、埃及开罗仪 加强对日作战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日本归还甲武战争以来 侵占中国的领土 台湾、澎湖、东北 三、韩国独立 德黑兰会议1943美、英、苏伊朗 德黑兰开辟 第二战场 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 亚尔达会议1945美、英、苏 苏联亚尔达讨论如何快速结束 对日战争和建立战后的国际秩序 以德国须无条件投降 并接受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 二战后召开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 中、美、英、法、苏五国 未常任理事国 享有否决权 三、苏联需在德国投降 三个月内对日战 三、美、英两国同意恢复日俄战 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 影响罗斯福急于结束战争 牺牲中国权益 换取苏联参战 为中国带来无穷后患 波茨坎会议1945美、英、苏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仪 确认四国占领德国决议 二发表波茨坦宣言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西冷战下的世界局势 亚非新兴国家与第三世界 7. 背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觉已成为时代主流 2. 欧洲势力瓦解,新兴国家出现 8. 亚洲新兴国家 1. 东亚地区 1. 英蜀,印度,巴基斯坦,西兰 1972年改名为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 2. 法蜀,越南,辽国,高棉,柬埔寨 3. 和蜀,印尼 4. 美蜀,菲律宾 5. 日蜀,韩国 2. 西亚地区 1. 英,法委任统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 2. 以色列独立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引爆长达半世纪的以阿冲突 3. 共产势力介入导致分裂的国家 1. 韩国北韩,南韩 2. 越南北越,南越,1975年北越兼并南越,越南统一 9. 非洲新兴国家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新兴国家达四,五十个过程大致和平 2. 独立战争,阿尔吉利亚经八年战争,于1962年脱离法国独立 10. 第三世界 1. 背景,1955年印尼万龙举行亚非会议,第三世界,一词开始出现 2. 成员 1. 亚非两大洲新兴国家 2. 美洲和大洋洲新兴小国 3. 成立墓地 1. 争取国际舞台发言权 2. 解决各国国内的经济问题 3. 新兴国家必须团结,方能与美苏两大集团相抗衡 4. 共同难题,政治上虽然独立,但内部动荡不安,内战平凡,经济萧条 4. 联合国与区域统合 11. 联合国 1. 背景 1. 轴新国的侵略摧毁了国际联盟 2. 抵抗轴新国的同盟国倡导成立联合国 2. 根据1945年亚尔达会议的决定 3. 成立过程 1. 1945年4月于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 2. 1945年10月,联合国正式成立,设总部于纽约 4. 主要机构 1. 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庭 2. 安全理事会得以军事制裁对付侵略者 5. 功能受限 1. 滥用否决权,中、美、英、法、苏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使联合国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 2. 和平部队功能有限 3. 联合国派遣和平部队付多市地区维持和平,但功能有限 3. 小会员国太多,小国太多,使联合国大会议事缺乏效率 6. 贡献 3. 主要在人权,卫生,救灾,文教等方面 12. 区域统合 1. 统合的条件,相同历史或地理渊源的国家 2. 统合的目的,提升国际竞争力 3. 重要的区域统合组织 1. 欧洲联盟, EU 1. 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 欧洲经济快速复兴 2. 成立,1958年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 卢森保六国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欧洲共同市场 3. 发展,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 A. 快速发展,初期以经济为目的,后会员国越来越多,达原先知三倍 B. 统合的范围,由经济扩展至货币,金融和紧正 C. 外交影响力,足够和美,苏抗衡 D. 冷战结束后,欧洲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华沙公约组织,WP,河流 2. 非洲,非洲团结组织,OAU 3. 中东,阿拉伯国家联盟,LUS 4. 亚洲 1. 东南亚国协,ACON A. 会员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汶来,缅甸,辽国 B. 目的,总部设于印尼亚加达,进行经济文化的区域性合作 2. 亚太经合会,APEC A. 成立,前澳洲总理霍克,Bob Hawk,于1989年发起组成 B. 目的,达成太平洋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5. 北美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冷战与区域性战争 13. 美苏集团的形成 1. 美国,领导西欧民主国家,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 2. 苏联,领导东欧共产集团,组成华沙公约组织抗衡北约 14. 冷战 1. 背景 1. 避免核子大战,双方皆有强大的核子武力,因此尽量避免引发核子大战 2. 以各种方式明争暗斗 1. 政治,经济影响力 2. 军备竞赛 3. 情报战 2. 战场 1. 第三世界 2. 联合国安理会 3. 维基美 苏两强几乎开战 1. 柏林维基 1948年苏联封锁柏林 2. 古巴维基 1962苏联在古巴建立飞弹基地 4. 维生 1985年苏联戈巴契夫上台 冷战进入维生 15区域性战争 1. 韩战 1. 背景 1. 1949年中共占领大陆 美国的亚洲防线退缩至菲律宾 日本一线 2. 1949年美国撤离驻守南韩部队 间接鼓励苏联和北韩的侵略 2. 经过 1. 北韩南清 1950年在中共和苏联的支持下 北韩入侵南韩 引发长达三年的战争 2. 美国 中共介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和中共军队先后介入战局 3. 结果 1. 南北韩回复原点 战争结束 南北韩将界又回复到原点 2. 台海情势稳定 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台湾政治情势开始稳定 3. 自由日 1954年1月23日 1万4千名参战被俘的中共官兵 不愿遣回大陆 而选择台湾 123自由日 的由来 2. 越战 1. 法军退出越南 1954年法国在殿蝙蝠惨败 退出越南 2. 美国介入战争 美国为阻止北越共产党统一越南 介入一场长达20年的战争 2. 结果 1. 美国随着 损失惨重 2. 美国兵力和财力损失惨重 3. 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2. 越南全面赤化 1973年美军撤离越南 1975年北越攻下南越首都西贡 3. 统一越南 3. 中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东成为多市地区 1. 以阿战争 以色列独立后 与临近阿拉伯国家发生四次 以阿战争 2. 两一战争 1980年代 伊拉克与伊朗发生长达八年的战争 3. 波湾战争 1990年代 以美、英、法三国为主力的盟军 将侵略者伊拉克赶出科威特 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 16.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改革 1. 背景 1. 经济贫困 2. 政治不自由 3. 人民要求改革 2. 改革 1. 对内 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 2. 对外 1. 改善与欧 美民主国家的紧张关系 2. 放松对东欧共产国家的干预 3. 影响 1. 冷战的结束 2. 苏联的解体 3. 东欧的非共化 4. 德国的统一 17. 东欧的非共化 1. 背景 1. 苏联的改革 2. 与东欧共产国家的改革运动很大的鼓舞 2. 改革 2. 东欧国家以自由选择或革命手段 2. 先后结束共党一党专制 3. 匈牙利共产党一名为社会党 3. 结果 1. 民主自由 3. 东欧民主之风一时大胜 2. 经济困难 4. 与共党东山再起之机会 3. 共党再起 4. 共党在许多国家选举中 5. 又逐渐获得选民认同 8. 德国的统一 1. 背景 1. 伊朗德关系逐渐改善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分成东德、苏联占领区 和西德、美、英、法占领区 2. 伊九七零年代后 东、西德实质关系逐渐改善 2. 苏联外交政策改变 戈巴契夫的改革和外交政策 加速东、西德统一 3. 化解法 苏一律、西德的努力 化解两德统一的最大障碍 4. 东德经济困难 东德的经济问题由西德接手解决 2. 统一 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 国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定都柏林 19. 苏联解体 1. 背景 1. 改革的风潮 2. 民族自觉地影响苏联 15个加盟共和国 放弃共党专政 宣布独立 2. 解体 1. 解体 11991年 11个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总统 叶尔辛 Boris Yeltsin 领导下 组织独立国家国协 2. 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辞职 苏联瓦解想国74年 苏联历史 1917-1991年 TOP 新时代的来临 高科技与大众文化 二时探索宇宙奥秘 一、背景 二十世纪下半叶 随高科技发展 人们探险目标转移到宇宙 二、美苏太空竞赛 一、苏联 一、1957年 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二、1961年 完成首次载人到太空飞行 二、美国 一、1969年 太空人阿姆斯撞 Neo A.M. Strong 登陆月球 二、1981年 太空梭完成首航 三、1985年 发射太空实验室 四、1990年 太空梭将哈佛太空望远近 安放在太空 二、十一资讯科技的发展 一、电脑硬体 一、体积越来越小 二、功能越多样化 三、价格也越低廉 二、电脑种类与应用 一、一功能种类区分 一、超级电脑 二、中型电脑 三、工作站 四、个人电脑 二、笔记型电脑工作地点 不再局限于办公室 三、网际网路天涯若比零 四、数据机电话使用者得以利用网际网路资源 五、唯独光叠机多媒体市场急剧发展 三、未来发展 一、计算速度更快 更快速处理器的出现和智慧型电脑的成熟 二、自动化事物的普及 自动驾驶车、家用机器人的发明 二、十二、人造卫星与大众文化 一、人造卫星的功能 一、预测气象 二、开发资源 三、保护生态 四、搜求考古遗址 五、格新电讯和传播事业 二、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无国界 世界各地同步收视地球上的重要事件 文化国界逐渐消失 二、美国大众文化影响世界各地 二、美国摇滚乐 电影、牛仔裤 素食影响世界各国 形成无法阻挡的力量 二、十三、资讯科技与大众文化 一、电脑的用途 一、初期 军事和科学的计算 二、现在 商业用途 个人娱乐 二、电脑的普及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一、娱乐新潮流电脑辅助教学和电脑特效 二、大众化娱乐电脑游戏 时代新挑战 二、十四人口问题 一、低开发区人口爆炸 一、原因 一、医药发达 二、死亡率降低 三、人口增加 二、冲击粮食供应不足 发生饥荒 二、以开发区人口老化 一、原因 出生率下降 二、冲击 一、劳动力不足 二、抚养负担过重 二、十五环保问题 一、环境变化 各国发展工商业 地球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物居住 二、环保问题 一、高文明高消耗 人们大量消耗煤、石油、砍伯森林 二、环境破坏的警讯 一、大气中 A、温室效应地球温暖化、沙漠化 B、臭氧层被破坏 C、酸雨、低热币雨林消失 2、平地上、温室效应 A、食物供应枯竭 B、海平面升高 C、水水资源污染 二、十六疾病问题 一、癌症 一、全球工业化国家 癌症为国民死因之首 台湾也不例外 二、癌症的发生 与工业文明的发达关系密切 二、艾滋病 一、有、二十世纪黑死病 支撑死亡率远超过癌症 二、全球感染人数 二、十世纪末 全球感染人数达一亿两千万人 三、最多地区 1990年代 感染人数已非洲和北美洲较多 四、亚洲逐年增加 一、1990年 亚洲出现八十万新病例 二、1984年开始 台湾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急剧增加 2001年统计 病例超过三千 二十七失业问题 一、起因 一、机器取代人工 二、劳工工过于求 三、人口不断增加 二、面临的难题 一、解决失业问题 二、安排休闲问题 三、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TOP http 冒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 一、阶线aging 二、尖刀线 اس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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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